男主的伴侣失忆后,变得超级粘人,连上厕所都要扶着,每时每刻都想和他贴贴。 而他并不想伴侣恢复记忆,因为这场婚姻是他强迫来的。 程景在17岁的时候就遇到了陆涛,作为赫拉星球首富之子,他立即指着陆涛,向父亲开口索要他,但他现在后悔了。 程景来到了婚姻办理室,此时他已经25岁,结婚7年。 他推开门,迎接他的工作人员,十分开心地跟他打招呼。 他礼貌回应,并将一份资料递给对方,资料上方显示,他的配偶正是陆涛。 对方向他确认,是否要跟陆涛解除婚姻关系。 他低着头,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对方。 工作人员询问程景,想要解除婚姻的理由。 程景低着头,解释陆涛对他没有感情,结婚7年,对方却在婚后,第二天就申请上战场,见面的时间少得可怜。 哪怕他得到了政府特批的随军申请,也在一天半后,被遣送离开。 工作人员觉得,程景是深爱陆涛的,便询问他是否尝试过增进彼此关系。 程景当即表示,他努力过,但对方并不接受他的爱意,反而觉得恶心。 工作人员表明,陆涛未来过婚姻办理事,便安慰程景,对方可能天性如此。 程景却告诉工作人员,对方明天就会来。 他想起了对方厌恶他,一把推开他的样子。 他向工作人员解释,一个月前,他接到了陆涛的视频,对方表示,会在本月23号回来,打算带他去个地方,让他提前准备。 工作人员却觉得,陆涛未必是带他来离婚的。 程景心疼地抱住了他自己,他想破脑袋,也猜不出,对方会带他去哪儿。 觉得唯有离婚,才符合对方的形式风格。 工作人员提醒程景,他和陆涛没有开通联名账户,无法共享财产,加上他父亲破产。 离婚之后,他的账户余额低于标准线,他便会被驱逐到次等星球,建议他跟陆涛在沟通下,兴许会有转机。 程景却沉默了,他觉得这件事不会有转机,因为陆涛并不是自愿跟他结婚的,与妻等对方开口。 不如他主动离婚,说不定还能给对方留下点好印象。 突然他手上的光屏传来了消息,费里告诉他,陆涛遭遇重足侵袭,身受重伤正在抢救。 程景着急地立马起身,也顾不上离婚了。 此时,他和费里正在急救室外等待,陆涛还在手术中。 很快,手术室的提示灯便熄灭了,程景赶忙上前,向医生询问陆涛的状况。 医生表示,陆涛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,不久之后便会醒来, 但毒液侵蚀了对方的记忆体,这意味着,对方会暂时失忆,性格也会随之改变,需要六到八个月左右,才能恢复记忆和身体机能,但不会影响战斗力。 程景脑子有些混乱,他觉得,这是老天在怜悯他,在离婚前,给他和陆涛多一些相处的时间。 此时陆涛已经醒了,他的床边围满了人,祖母拉了拉他的衣袖,有些庆幸,他终于醒了。 但没想到下一秒,他直接将手移开了。 费里,将他扶起来坐着。 他还防备地看着祖母。 陆涛发现了站在费里身后的程景,便礼貌地跟他打招呼,询问他们是否认识。 程景有些猛逼,陆涛却一脸笑意,还夸他长得好看。 费里健壮,赶忙向陆涛介绍起了程景,表明程景是陆涛的伴侣,顺便介绍了自己的秘书身份。 祖母是陆涛在世上唯一有血脉的亲人,而陆涛的身份,则是帝国最年轻的上将。 随即费里,便提议,要带祖母先回去休息,留下程景照看陆涛。 祖母临走前,还毫不客气地劝程景,让对方把外心思都收起来,等陆涛恢复记忆后,便会拆除对方全部的伪装。 程景心里五味杂陈,但还是十分礼貌地回答了祖母,让祖母放心。 他上前倒水,丝毫没发觉,陆涛正看着他。 陆涛目不转睛地盯着他,却什么话都没说。 他被盯得有些脸红,拿着水杯问对方可不可,要不要喝水。 他将水杯递给对方,对方一脸笑意地对他说谢谢。 在对方手碰到他手的一瞬间,他不禁心头一颤。 程景害羞地低下了头,此时陆涛已经拿着水杯,将水一眼下,看起来十分洒爽。 程景忍不住再次心动,感叹对方喝水,还是和以前一样好看。 对方将他倒的水都喝光了,他问对方有没有不舒服。 对方表示身体状况良好,但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 随即陆涛拍了拍大腿,询问程景是否介意坐在他腿上。 他的这一举动,着实让对方有些摸不着头脑,但对方还是乖乖照做了。 他又问对方他们是不是结婚了,对方害羞地对此表示肯定。 陆涛问程景他们什么时候结的婚,程景也乖乖回答了。 那七年前,陆涛有些惊讶,他们竟然结婚这么久了。 他问对方他们是否有孩子,但孩子两个字终究还是没有说出口。 很快,他又想到费里说过,祖母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亲人。 他猜测他们应该是没孩子,便询问对方他们没有孩子的原因。 对方支支吾吾的解释,暂时还不想要孩子。 陆涛立马察觉到对方是在说谎,便问对方为什么不着急。 这一问直接把对方吓愣了。 程景赶忙找借口打断话题,提议要给陆涛拿着吃的过来,便急匆匆地走了。 因为他实在没有勇气告诉陆涛,关于他们的过去,还有他当年做下的蠢事。 早在七年前,他对陆涛一见钟情,一封表白信刚递出去,就遭到了对方的拒绝。 程景被拒绝后十分生气,毕竟作为首富的儿子,他要什么就有什么。 于是他动用了他的超能力,但这却把陆涛越推越远,对方觉得他是在仗势欺人,还表示十分讨厌他的所作所为。 但他依旧不死心,哪怕得不到对方的心,也要得到对方的人。 在父亲和哥哥的压迫下,陆涛被逼无奈,他们也顺利完婚。 但陆涛还是离他而去,转头战场,他这才知道,人心根本抢求不来。 程景端来了两碗吃时,他默默下定决心,在对方恢复记忆前,要好好照顾对方,并且不再奢求其他。 他推开门才发现,对方竟然起身了,他赶忙询问对方,身体是不是没问题了。 陆涛原本打算客套一番,但没问题还没说出口,他就改变了想法。 他当即便坐到了床上,表示有问题,还一脸乖巧地说出了他想上洗手间的诉求。 程景有些脸红,但更多的是猛逼。 陆涛双手暴毙,可怜巴巴地表示他四肢无力,不足以支撑他自己一个人去上厕所。 程景害羞地抱住了他的胳膊,支支吾吾地说要扶他去卫生间。 陆涛直接将程景的手放在了他的腰上,提醒对方扶他的腰。 看见对方低头害羞的样子,他还有些得意。 程景将陆涛搀扶到了卫生间里,提醒对方可以方便了,便打算到门外等候。 没想到,对方却一把拽住了他,让他等一下。 陆涛表示,他的胳膊使不上镜,程景并不上当,毕竟刚刚对方可是一把,就将他拽住了。 但他话还没说完,对方就凑到了他耳边,表明需要他的帮忙,他便支支吾吾地答应了。 陆涛看到程景害羞的样子,不免有些纳闷。 他和这么可爱的小娇气结婚七年,竟然都没有孩子。 他不由地怀疑自己,在某方面是不是不太行。 陆涛提醒程景扶住他,对方害羞地朝他伸了一只胳膊,看见对方害羞的样子,他便起了亲吻对方的歹心。 程景偷瞄了一眼,直直无无地问陆涛好了没有。 对方一脸笑意地看着他,表示已经好了,随即便把双手都搭在了他肩上,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 他将对方扶到床上,小声地说,要去洗手。 程景一边洗手,一边想到失忆的陆涛并不讨厌他, 便有些犹豫要不要趁机修复关系。 但他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。 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,他担心半年后陆涛恢复记忆,得知了他的行为会恶心地想吐。 到时候,他再想给对方留下好印象,就更难了。 想到这里,他握紧了双拳,觉得迟早都要离婚分开,不如体面一点。 出了洗手间,他立马跟陆涛表示,要先回去,对方还在看手上的光瓶。 听到他要回去,对方便抬头问他,是不是不住在这里。 他对此表示肯定,叮嘱对方有任何不适,都要及时按铃叫护士,手上的光瓶也很方便联络其他人。 对方抬手在光瓶上滑动了两下,发现自己的第一优先联系人并不是陈瑾,便问陈瑾缘由。 陈瑾只是笑笑,解释他们不经常联络。 随即便岔开了话题,借口赶不上墨班车,要先离开。 陆涛却一把抓住了陈瑾,询问对方怎么没有离别稳,这直接把对方给问梦了。 他委屈巴巴地说他上网查了伴侣相处方式,其中就有离别稳。 陈瑾害羞得脸红,但心里却觉得有些刺痛,因为离别稳代表爱意。 思念,以及期盼重逢。 以前的陈涛,对他没有这些感情,就连为数不多的几次接吻,还都是他偷袭的。 他低下头,拖起了陈涛的脸,准备亲吻对方。 虽然他知道,现在的陈涛不是真正的陈涛,但他还是忍不住为之心动。 陈涛搂住了陈瑾的脖子,一把将对方拽进了他怀里,亲了够才松开。 陈瑾擦了擦嘴巴,陈涛问他,是不是不喜欢。 陈瑾面红耳赤,打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。 他一边离开,一边想着怎么会不喜欢,只是不习惯陈涛这样对他。 陈涛现在这样主动,惹得他心跳加速,他捂着嘴,快速跑开了。 陈瑾落荒而逃,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陈涛的冷漠。 冷漠到父亲破产,他都没敢向陈涛求助。 早在两年前,他父亲破产,他便低声下气地到封上地下室找工作。 但安迪却摆起了架子,表明即是有工作,他也未必能做得来,还提议他向陈涛求助。 陈瑾陷入了沉思,他觉得,陈涛如果听到他家里破产的消息,说不定还会拍手叫好。 甚至趁机跟他离婚,他不想离开陈涛。 陈瑾十分真诚地表示不会可以学,并请求安迪教他。 安迪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,但也提醒他,如果学不会,就要走人。 陈瑾当即对安迪表达了感谢,安迪一边拉开凳子,示意他坐下,一边让他不要过于客气。 陈瑾有些紧张地拿着针,开始缝补衣服,安迪则在一旁指导他。 结果还没开始缝,就将手给扎破了,血立马冒了出来。 安迪问他怎么回事,他一边瞬息手指的血,一边回答,没事。 安迪提醒他做真正的衣物饰品的时候,一定不能沾到血,否则就全毁了。 直到第二天,他都还在练习针法。 虽然十分专注,但不可避免的,手还是被扎成了筛子。 父亲病到需要昂贵的治疗费用,仅靠哥哥一人打工,有些太辛苦了。 他知道自己必须尽快独立,避免成为家里的累赘。 经过他没日没夜的努力,他将缝好的服饰送到了安迪面前,获得了安迪的肯定。 对方将一千元的支票递给他,他用贴满窗口贴的手接了过来,并对安迪表达了感谢。 虽然只有一千块,但承警觉得十分开心,这不仅是他的第一桶金,更意味着父亲一周的药品。 承警期盼自己努力地改变,也能让陆涛改变对他的看法。 此时,他端着大锅补汤,站在病房门口,抱着些许期待,他敲了敲门。 但前来开门的,却是一个黄发男子,对方穿着一身军装,看起来十分友善。 承警忍不住看呆了,在心里默默赞叹对方的美貌。 下一秒,陆涛的轻壳声,让他意识到他有些失礼了,他赶紧向黄发男子道歉。 黄发男子大方帝原谅了承警,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,他是陆涛的下属艾雪,也是陆涛的最佳拍档。 陆涛,还是他的救命恩人。 承警也因此得知了,陆涛是为了救艾雪,才身受重伤,在联合最佳拍档这个关键词,他当即猜测,对方就是瑞格尔中将。 艾雪还想打听下承警的身份,打听的话还没说出口,就被对方抢了先。 对方询问他的权名,是不是艾雪,瑞格尔,他对此表示肯定,瑞格尔正是他的姓氏。 瑞格尔是帝国星球有名的土著家族之一,承警见过不少瑞格尔家族的人,都是身材魁梧, 长满洛塞湖的大汉,所以才不介意他跟陆涛的关系。 但看到艾雪长得这样好看,他当即觉得,自己想错了,还有些失落。 很快,他便调整好了心情,大方帝介绍他的名字,以及他作为陆涛伴侣的身份。 艾雪表示已经猜到了对方的身份,又指了指陆涛。 因为他们聊得太久,陆涛有些不耐烦了。 承警抱着汤朝陆涛走了过去,还给对方道歉,表示让对方久等了。 陆涛有些脸红,觉得确实等得有些久,他伸手牵住了承警的衣角,略带委屈地怪对方来得太晚,又傲娇地问对方说好的汤在哪里。 这些小表情,看得承警心花怒放,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 艾雪也没有想到,陆涛竟然也会露出这样的表情。 承警打开了手里的保温盒盖子,表示他带了约定好的汤,并且,现在就可以喝。 又转头,问艾雪要不要尝尝,艾雪看到陆涛护士的样子,立马推辞了,但他很快便萌生了一个坏主意。 他笑得一脸灿烂,并且立马改口说,要尝尝承警做的鱼汤。 陆涛一脸不悦,看起来十分吃醋。 不远处的两人,正有说有笑的,承警将盛好的鱼汤递给艾雪,还叮嘱对方小心烫。 艾雪接过鱼汤,立马喝了起来。 陆涛也如愿品尝到了,他心心念念的汤。 两人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觉得鱼汤的味道十分不错。 承警小心翼翼地询问陆涛,是不是真的好喝? 看到对方点头,并对此表示肯定。 他这才放心,一脸笑意地看着对方喝汤。 艾雪将鱼汤一饮而尽,放下完,打算就此离开。 毕竟他的上将大人,也不太愿意让他继续留在这。 承警有些不知所措,陆涛摆手,让他赶紧走。 艾雪表示,虽然陆涛现在不记得他了,但他反而觉得,陆涛比之前可爱多了。 听到可爱一词,承警有些坐不住了,怀疑对方也喜欢陆涛。 但他的思绪,很快就被对方打断了。 对方想在陆涛出院后,去他们家拜访,他立马答应了。 艾雪跟承警道别,也顺便,跟他的好搭档道别。 表示,下次再来探望。 承警一脸开心地收拾起了碗筷,陆涛死死地盯着承警。 问对方,为什么要同意艾雪去家里拜访? 质问对方,是不是想出轨? 吓得承警手里的勺子,直接掉到了地上。 他立马解释他,没有想出轨。 并且,艾雪想探望的人并不是他。 陆涛表示,他没有答应艾雪的请求,承警气呼呼地继续收拾。 表示人家主动提了,便不好拒绝。 又问他怎么知道出轨这个词。 承警想到,如果他们之中非要有人出轨的话。 那个人怎么看,都会是陆涛。 陆涛调出了光屏,表示一声叮嘱他要多学习。 而他看的,正是帝国星球的婚姻法,还有婚外情和出轨之类的东西。 承警没想到,对方竟然会关注这些,还有些脸红。 陆涛一脸笑意,觉得有些东西,或许承警可以教他。 他便拉住了对方的手,表示他还有很多不懂的问题。 又一把将对方抱了起来,说要向对方请教。 承警有些害羞地看着陆涛,但心里却乐开了花。 陆涛出院的那天,费里开车,将承警和陆涛送回了家。 承警对他表达了感谢,他表示这是职责所在。 承警向陆涛介绍他们的房子,这是他们婚后政府分配的房子。 后来陆涛的头衔上升,房子还免费扩建了一次。 此时,费里突然叫住了承警,并告诉对方,陆涛在三个月前托他订了一辆车,而且还是一辆私家车。 这也引起了承警的注意,陆涛因为军衔的关系,不能拥有私家车。 他不知道,这辆车是送给谁的。 费里表示,车子已经到货了,但陆涛并没有说明,这辆车是送给谁的。 他想征得承警同意,将车子暂时安置在这所房子里。 承警小心翼翼地询问费里,想知道对方心中有没有这辆车子的人选。 但对方却表示不知道,只能向他鞠躬道歉。 承警有些失落,他心事重重地进了门。 抬头就看见,承承正围着陆涛打转,不停地诉说着,他对陆涛的思念以及担忧。 承承表示,得知陆涛出事之后,他还在心里偷偷哭了两次,他十分庆幸陆涛能平安回来。 陆涛问承警,小机器人的名字是不是叫承承,承承一边欢迎承警回来,一边解释名字是上个主人给他起的。 承警蹲下身,摸了摸承承的头,对他说了声谢谢。 陆涛听到前一个主人,便以为承承是二手的,承警便解释这是他哥送给他的结婚礼物。 陆涛觉得承承有些话牢,承警忍不住笑出了声,解释承承喜欢帅哥,看到帅哥就会话多。 陆涛立马凑近,问承警是不是在夸他帅。 承警害羞地别过脸去,表明事实如此,陆涛确实很帅。 承承将行李收拾好,立马向陆涛邀功,随即又一脸得意地表示,两人的卧室也收拾好了,让他们去看看。 陆涛察觉到,他跟承警是分房睡的,便问承警原因,承警只是低着头,没有开口解释。 陆涛询问承警是不是不愿意跟他睡在一起,承警有些不知所措,但很快他就想到了借口,表示他们分开睡,是因为他的睡相不好。 陆涛对这个借口,显然有些不太满意。 承警有些不好意思,表示他睡觉不仅踢被子,还打呼噜,磨牙,并且一个人睡习惯了。 话还没说完,陆涛就伸手摸了摸他的头,并表示不在意他的这些行为。 承警没想到,对方会摸他的头,还跟他说这些话,觉得十分惊讶。 陆涛握住了承警的手,再次说明他不介意承警踢被子,磨牙,甚至打呼噜。 他一字一句地告诉对方,他要跟对方一起睡,问对方是不是不愿意。 承警有些害羞,但心花怒放,他表示没有不愿意。 他上前抱住了陆涛,这种梦寐以求的事情,他怎么会不愿意。 陆涛对卧室十分满意,和他想象中的一样,看起来很舒适。 他随手拿起了一个小容器,问承警那是不是花瓶。 承警摇摇头解释只是放东西的小容器,但只有,他自己知道,里面曾经放了一颗叶明珠,为了给父亲治病,便卖掉了。 陆涛觉得,容器的形状十分特别,便问对方,在哪儿买的,承警表示,是他自己知的。 陆涛听完之后,有些惊讶。 承警有些紧张,表示,如果对方需要围巾手套之类的,他也可以帮忙知。 殊不知他的这一举动,直接戳中了对方的心,对方觉得他十分可爱。 直接大手一挥,抚上了他的脸,还夸他能干,因为帝国星球的人,很少会用手工制造品,说完还亲了他一口。 承警没想到,陆涛竟然连这个都查了,但对方却表示,只是随便看看,说完又搂住了他的腰。 陆涛摸了摸承警的脸,询问他们以前是不是没有发生过亲密关系。 承警有些害羞,但还是回答了对方,他们之前有过亲密关系。 陆涛笑着凑近了些,询问他,既然如此,为什么还会紧张,是不是害怕他? 承警并不害怕陆涛,在他看来,比这更可怕的事情,是他爱的人不爱他,甚至嫌弃他多年。 他主动搂住了陆涛,对方觉得他果然有经验,并表示,对他有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。 他觉得这没什么好奇怪的,毕竟对方是他老公。 陆涛一把将他抱起,表示要让他履行一下做妻子的职责,随即又将他放在了床上, 刚准备亲热一下就被叫停。 承警熟练地打开了床边的抽屉,拿出了一盒小雨伞。 他将小雨伞递给对方,对方有些猛逼,不明白伴侣之间为什么还要刻意避孕,结婚七年,没有小孩的原因,算是找到了。 承警觉得他25岁的年纪还小,不着急生孩子。 陆涛认为这都是借口,一定是因为承警不够爱他。 这一下,承警彻底破防了,他抱住了陆涛,解释没有人比他更爱陆涛。 陆涛摸了摸承警的头,询问对方是否准备好造小孩了。 而且他有八个月的假期,还提议要好好玩玩。 陆涛捧着承警的脸,表示他可以再申请休假,又再一次询问对方,造小孩的提议怎么样。 承警握住了陆涛的手,他明白对方现在之所以会这么说,全都是因为对方失忆了。 如果对方恢复记忆,一定会以为是他用手段引诱了对方。 如此一来,他同意这个提议,也只是增加了一条生命的痛苦。 想到这里,他将头埋进了对方怀里,他知道对方不爱他。 但很快,他就调整好了心态,笑着让对方再等等,表示再大一岁,他就不害怕了。 对方很满意这个说辞,也很爽快地答应了,表示都听他的。 承警突然被陆涛抓住了手,并放倒在床上。 对方俯下身,一脸笑意地看着他,却一言不发。 他有些愣神,对方突然一脸严肃,说自己以前很坏。 他一把抱住了对方,表示对方不坏,使他不够好。 随即他又觉得他不配,不值得拥有好的感情。 承警摸了摸陆涛的脸颊,告诉对方可以了,他已经准备好了。 两人瞬间坠入爱河,只留下一旁的兔子在爱河边凌乱,兔子被他们的浓情蜜意击中,留下了单身狗的泪水。 此时曾经有些脸红,他示意灯光调暗,灯光立马变暗了。 但他的这一举动,让陆涛十分不爽,对方立马让灯光开到全亮。 灯光直接亮到他睁不开眼,他身上的线条也被灯光照得十分清晰。 对方有些生气地质问他,为什么不让自己看清楚他的脸? 他试图用手遮住脸,并解释是对方之前不愿意看他的脸。 陆涛将承警的手移开,并吐槽自己之前是混蛋。 承警并不觉得陆涛是混蛋,但他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对方抱了起来。 对方表示之后的每一次都想好好看着他,说完还不忘询问他的意见,他也立马答应了。 一番清热过后,陆涛正在冲走,承警一边捂着腰,一边点开光瓶。 看到一盒小孩隔屁药,需要一万五千点余额,他有些汗流加倍了。 但考虑到,如果怀上孩子,对三个人都不公平,他一咬牙一狠心,还是点击了购买。 此时浴室门发出了声响,吓得他赶紧关闭了光瓶。 陆涛已经洗完澡出来了,身上虽然穿着浴袍,但还是隐约能看见他十分抗打的身材。 他一边掀开被子,一边询问承警是不是困了。 承警虽然一言不发,但奋力地摇了摇头,随即便钻进了他的怀里,表示想和他再多聊一会儿。 此时陆涛突然说他有个好奇已久的问题,很快他便问承警,他们当初是如何相识的。 不问不要紧,这一问直接让承警汗流加倍了。 这一次,承警并没有打算再编其他理由,而是直接告诉陆涛,等他记忆恢复之后,就能全部都想起来了。 但陆涛并不接受这个说辞,他现在就想知道。 承警顿感失落,只能向对方说明,当时对方还是军校本部的学生,而他也还只是个普通的高中生。 本部每个月都会安排时间,让学生放松休息,外部的学生也可以进去玩,同学带他进去的那次,刚好有篮球比赛。 其中一个队员就是陆涛,同学正拿着望远镜看陆涛,还告诉他,陆涛不仅成绩好,身体素质也好,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。 说完又忍不住感叹了一下陆涛的美貌,他也因为同学的话,对陆涛产生了兴趣,打算一看究竟,但离赛场太远,什么也看不清。 他便问同学借了望远镜,同学提醒他已经中场休息了,估计看不见什么,但他还是找到了陆涛。 他用望远镜看到了陆涛喝水,汗水从陆涛的脸颊滴落到脖子,陆涛用毛巾擦了擦汗,光是这几个小动作,就足以让他脸红心跳了。 听到这里,陆涛认定,陈涛一定是对他一见钟情了,他迫不及待地想,知道后续,便询问陈涛是不是主动追求他了。 然后他也对陈涛一见钟情,两人迅速坠入爱河,毕业就结了婚。 见陆涛直接脑补出了一部小说,陈涛有些猛逼,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这么想。 陆涛拖着下巴,表示他觉得陈涛很可爱。 陈涛有些受宠若惊,想再次确认对方是否真的这样想,但对方却反问他剧情的发展。 他只能瞎编一个理由,表示陆涛一开始就拒绝了他,也许是觉得他太年轻。 他抚摸着陆涛的脸颊,表示在他的再三追求下,对方才接受了他的心意。 但他知道,是他的家人用祖母的手术威胁陆涛,对方才答应跟他结婚, 这也导致祖母手术过后,只能借助轮椅行走。 陆涛问他,是不是觉得委屈,他立马否认了。 虽然他现在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,但却无法弥补了。 陆涛凑近了些,觉得对方没有说实话,明明眼眶都红了,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这么爱哭。 随即他将对方揽进了怀里,觉得对方哭得让他有些心疼。 他用额头贴了贴对方的额头,这让对方有些猛逼。 他看着对方,不仅叫对方宝贝,还说对方最好了,一边又捏住了对方的下巴。 两人又迅速坠入了爱河。 此时陈瑾一边打着哈欠,一边问陆涛,家里是不是来客人了。 陆涛只是拖着下巴淡淡地解释,都是来探病的同事。 陈瑾的注意力,很快就被桌上的葡萄吸引了。 他十分开心地拿起了葡萄,发现还是特别好吃的蜂蜜葡萄。 陆涛问他是不是喜欢。 他举起了一粒包好的葡萄,打算让陆涛尝尝,并表示味道真的很不错。 陆涛吃掉了陈瑾喂给他的葡萄。 对方问他,味道是不是很不错。 对方的手指,轻声回答了一个嗯。 陈瑾小心翼翼地问陆涛,能不能拿一些给他爸爸吃。 陆涛立马答应了,还提议要跟他一起去探病。 陈瑾有些受宠若惊,他没想到,对方竟然会跟他一起去探病。 陆涛却觉得,探病是很正常的礼节,更何况是他妻子的父亲,他有义务去看看。 陈瑾摆了摆手,表示他父亲的病情已经稳定了,又提醒对方在家好好休息,打算独自前往。 并且,费里将新车借给他了,他去也很方便。 陆涛盯着陈瑾,觉得对方有些不对劲,他怀疑对方努力阻止他,是因为对方要去见的人是前男友。 陈瑾赶忙摆手否认,他并没有什么前男友。 陆涛上前拽住了对方的手,表示,既然没有前男友,就让他去探病。 陈瑾猜测,陈涛恢复记忆之后,应该不会,将此事放在心上,便答应了。 此时,陈涛已经换好衣服在外面等候了,陈瑾见到对方身后的车辆,觉得这辆车十分符合他的审美,但可惜不是送给他的。 对方从他手里,接过了要带的东西,提醒他上车。 很快车灯亮起,两人驱车离开了别墅。 陈瑾给陈涛介绍路上的各种载据,比如一些小型飞船之类的。 他提到了不远处的一栋大楼,那栋大楼虽然叫世贸中心,却不是真正的世贸中心。 他说得十分起劲,对方也只是静静地看着他。 忽然陈涛一把拦住了陈瑾的腰,将对方揽进了他怀里,一脸笑意地夸对方,懂得真多。 对方被夸得有些心虚,直直无无地表示,并没有。 陈瑾抬头才发现,已经到医院了,陈涛觉得,医院的环境看起来还不错,他也觉得确实如此,毕竟价格摆在那里。 陈瑾的父亲,正坐在病床上看书,陈瑾突然推门而入,并开心地跟他打招呼,对方开心地向他介绍陈涛。 陈涛抱着东西,站得板板正正的,他看着陈瑾父亲,虽然没有了记忆,但他本能地排斥,让他觉得自己之前跟陈瑾父亲的关系并不好。 他盯着陈瑾,对方被他盯得有些心虚,眼睛也看向了别处。 陈涛开口,想叫陈瑾父亲,但爸爸两个字,在他口中有些烫嘴,怎么都说不出口。 陈瑾提醒他可以不用叫爸爸,以前也是叫陈先生。 他这才松了口气,改叫对方陈先生。 陈瑾父亲低头笑了笑,察觉到陈涛是真的失忆了,不然也不会来看他。 陈瑾蹲在他床边,询问他今天的状况如何。 他表示并无大碍,倒是看对方瘦了,怀疑对方最近没有好好吃饭。 陈瑾一脸笑意地看着父亲,表示不仅好好吃饭了,最近还胖了些。 突然他想起,自己给对方带了葡萄,转头就从陈涛手里的袋子里,将葡萄拿了出来。 对方见到他带的蜂蜜葡萄,也觉得十分开心。 陈瑾这边父慈子笑得,看起来十分温馨和谐。 陈涛见状有些嫉妒陈瑾父亲,他没想到,陈瑾对着别人也能笑得这么开心。 陈瑾父亲一脸笑意,表示没有茶叶可以招待客人,便让陈瑾去外面给陈瑾接杯热水。 陈瑾拿着杯子开开心心地出去了,陈涛见陈瑾离开,便询问陈瑾父亲是否有话想单独对他说。 对方表示,除了希望他能好好照顾陈瑾之外,也没有别的什么请求。 还说,他们也已有七年未见了,最开始出事的时候,对方希望他能帮陈瑾一把,但他置之不理了。 陈涛解释他帮不上忙,他查过陈瑾的案子,属于重大事故。 索性承家家底封后,且无人伤亡,他们才没被送去服役。 陈瑾父亲有些无奈,打算将此事翻篇,只希望对方能在日后对陈瑾好点,对方立即表明决心,会对陈瑾好的。 他便解释,不是现在。 而是在恢复记忆之后,对方就没再说话。 陈涛很清楚,以他的个性,应该尽快查清楚他的婚姻情况,但他却有些害怕,这背后的真相。 回到家后,陈瑾让陈涛先去休息,他打算将工作室里的裙子缝完再睡,但裙子二字却引起了对方的注意。 他有些心虚,便解释这算是他的一个爱好。 随即他推开了工作室的门,打算让对方看看。 对方看到一排女士礼服,忍不住发问,他的爱好就是缝女士礼服吗? 陈瑾解释顺带在赚点钱,并向陈涛保证很快就能做完,做完之后就陪他。 陈涛摸了摸陈瑾的头,表示需要钱可以问他要。 毕竟他的账户余额还有很多,但对方想也没想,就拒绝了他。 他有些摸不着头脑,又提出,伴侣可以开通联名账户一事。 对方没有在这上面做过多解释,只是说,自己可以应付。 陈瑾握住了陈涛的手,希望对方可以相信他,并答应对方实在困难的时候会说,他想用自己的能力解决,希望对方能同意。 但对方并未开口答应,他便支支吾吾的叫了一声老公。 这声老公一下子就击中了对方的心疤,对方也答应了他的请求,干脆直接坐下来等他,顺便查资料。 两人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。 陈瑾也坐了下来,他拿出了做好的蓝水晶饰品,打算将饰品缝制在裙子上,剩下的蓝水晶也必须缝制在裙子上。 他一边缝制,一边期望顾客会喜欢。 陈瑾缝裙子的时候,陈涛正坐在一边查资料,两人各忙各地胡不耽误。 此时曾经已经完工,他起身活动了下筋骨。 陈涛从身后抱住了他,一边替他揉腰,一边递给他一杯水,夸赞他,做事十分专注。 他询问对方的资料是否查完了。 对方表示,想知道的东西有些多,一时半会儿看不完。 他安慰对方不用着急,等脑内毒素全部消散,就都能想起来了。 他拿起了刚刚缝制好的裙子,在自己身上比划了一下,问对方好不好看。 对方表示,裙子很好看,和他很相配。 陈瑾听到夸赞十分开心,他穿不了这条裙子,但很喜欢上面的蓝水晶。 他核对了尺寸和蓝水晶的数量,将裙子挂起来,就算是完工了。 陈瑾洗完澡,拿毛巾擦了擦脸,他走到床边询问陆涛在看什么。 仔细一看才发现,对方在看酱酱酿酿的片,他害羞地捂住了脸,支支吾吾的,说不出一句话。 下一秒,他就被对方搂住了腰,对方打算跟他一起学习学习。 还凑到他耳边,表示影片主人公的身材,和他差不多,但没他的柔软。 还说了些VIP不能听的。 陈瑾有些犹豫地表示,应该可以。 很快他就被陆涛放倒在床上,对方当即表明,实践才能出真知, 又向他保证自己会努力,让小孩出生的概率再大一些。 但陈瑾已经默默做好了措施,他们不会有小孩。 陆涛见陈瑾还在熟睡中,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下对方的脸颊。 对方也好像感觉到了他的抚摸,便蹭了蹭他的手。 陆涛准备离开的时候,陈瑾也醒了,他揉了揉眼睛,问对方要去哪儿。 对方一边穿衣服,一边解释要去军部处理文件,顺便看看办公室。 他便问对方什么时候回来,对方朝他笑了笑,表示很快就会回来。 还捏了捏他的下巴,让他乖乖在家等候。 陈瑾想到,已经很久没有跟哥哥联系了,便打开了光屏,直接给哥哥打了个视频电话,但却一直无人接听。 他猜测,哥哥可能是在忙。 他有些失落,准备先挂断,等哥哥忙完给他回电。 但视频却突然接通了,陈瑾看起来有些慌乱。 他询问陈瑾给他打电话的原因。 对方看起来十分开心,表示只是想知道他的近况,还问他工作服怎么换成了西装。 他解释,自己换了份比工厂轻松的工作。 陈瑾听到哥哥换了份轻松的工作,也算是松了口气,又开始自责自己没用。 但哥哥却安慰他,觉得他已经改变了很多了。 陈瑾十分开心,打算邀请哥哥来家里做客。 哥哥便答应次日上午去他家。 陈瑾还在想要准备些什么菜,陈瑾却不小心喘出了声。 陈瑾立马注意到了自家哥哥的不对劲,但对方表示,有事要处理,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 陈瑾双手背靠在床头。 他没想到,陈瑾竟然真能忍住不吭声。 他抬手揪住了对方的头发,将对方按在床上,他一脸得意,觉得对方应该直接回答陈瑾。 说完又凑近对方的耳边,说了些VIP也听不了的东西。 陈瑾得意地剥了剥刘海,询问陈瑾他是不是很善良。 毕竟他都没有当着陈瑾的面,为难对方。 燕七还在持续输出,他知道陈瑾在陈瑾面前是支柱一般的存在,但这根支柱,现在却要违背本心才能凑齐父亲的医药费。 他觉得,还是他太好心了,不然陈瑾定能看到这场精彩的演出。 他的话还没说完,就被陈瑾用文堵住了嘴。 此时,陈瑾已经从军部回来,陈瑾高兴地迎接对方,但却被对方急匆匆地拉走,他还有些不明所以。 陈瑾将陈瑾拉进了房间,不仅将照明关掉,还将窗帘也拉上了。 此情此景,陈瑾不得不误会,他以为对方这是又要拉他,近被窝缠绵,都开始心跳加速了。 陈瑾将紧握的双手伸到了陈瑾面前,告诉对方他今天去办公室看到了一样东西,觉得对方会喜欢,便带了回来。 说着,他张开双手,露出了手里的叶明珠。 陈瑾一眼便认出了苍蓝,对方问他喜不喜欢,他却陷入了沉思,因为这颗苍蓝是他托哥哥卖掉的那颗,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对方的办公室里。 陈瑾见陈瑾没有说话,便问对方是不是不喜欢这颗叶明珠,对方笑得一脸灿烂,表示喜欢且非常喜欢。 陈瑾接过叶明珠,看到了叶明珠上的缺口,更加证实了这颗叶明珠是他之前的那颗。 陈瑾对陈瑾的表现有些不满,觉得这不是面对喜欢的东西应有的态度,便伸手捏了捏对方的脸,质问对方这就是喜欢的态度吗? 陈瑾见状立马扑到了陈瑾怀里,嘴里嚷嚷着超喜欢,对方这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,并且十分享受他的撒娇。 陈瑾,他直接亲吻了对方的脸颊,并口头表达了感谢。 随即便哼着歌,打算将叶明珠放起来,他将叶明珠放进了他之前制造的容器里。 陈瑾见状不禁感叹,没想到容器竟然这么合适,就像量身定制的一样,但他不知道的是,这原本就是陈瑾之来放叶明珠的容器。 陈瑾突然想到明天程序会来看他,便问陈瑾要不要出门,陈瑾对此有些不理解。 他立马解释,没别的意思,表明,如果对方不出门的话,便可以一起聊聊天,对方却在这时有些愣神。 陈瑾的脑海里,出现了一些画面,陈瑾拉着他的胳膊,要求他留在家里,一起接待家人,但他却十分冷漠地拒绝了,还表示对方的家事与他无关,对方看起来有些失落,企图拿婚姻挽留他。 但他却更生气了,毫不客气地甩开了对方的手,觉得对方是最没有资格拿婚姻说事的人。 陈瑾被陈瑾大声叫出了名字,他这才回过神来,对方眼神担忧地看着他,他只能倾壳作为掩饰。 随即他便握住了对方的手,告诉对方他不出门,对方这才露出开心的笑容。 他将对方揽进了怀里,却还在想刚刚脑子里出现的片段,认为那些应该是他的记忆,但他没想到失忆前的他,竟然对陈瑾这么冷漠,看着眼前开心的陈瑾。 他有些纳闷,他们之间的关系,到底恶劣成了什么样。 门铃响起,陈瑾开心地跑过去开门,还觉得,哥哥来得有些太早了。 但没想到,来的人并不是哥哥,而是艾雪,他有些好奇,对方怎么会来。 艾雪抱着一个大大的礼盒,表示家人为了感谢陆涛对他的救命之恩,特地准备了谢礼。 陈瑾没想到,对方家族竟然这么热情,他尬笑着让对方进屋,并打算接过礼盒,但对方提醒他,礼物有些重。 陈瑾直接接过了礼盒,在陈瑾面前展现了一波男友力。 陈瑾询问艾雪要不要喝些什么,对方在他给出的选择里面,挑了双倍汤的热可可。 此时陈瑾端着热可可小跑过来,还称呼艾雪为美人先生。 陈瑾一边将饮料递给艾雪,一边向对方做自我介绍,还说他喜欢歌手提姆。 艾雪表示,他也喜欢提姆,并且还说出了喜欢提姆的哪首歌。 他们就这么聊了起来,陈瑾在不远处微笑地看着他们。 陈瑾在厨房里做汤的时候,陈瑾一脸不满地走了过来。 他询问对方怎么了,对方却是在吃醋,觉得陈瑾叛变了。 他也被对方这种小孩子惺惺逗笑了,解释陈瑾一直都喜欢帅哥,但最喜欢的还是陈瑾。 这句话也引起了陈瑾的注意,对方表示愿闻奇想。 陈瑾解释,陈瑾是带有亲情羁绊承序的机器人,身上有他的基因,情感上也与他有微妙的共联。 因为他最喜欢陈瑾,所以陈瑾也最喜欢陈瑾,甚至喜欢陈瑾超过他。 陈瑾突然意识到不对劲,便问陈瑾是不是也喜欢帅哥。 对方立马白手澄清,表示,这点除外。 他靠在对方的肩膀上,对方支支吾吾的表示,只喜欢他一个人。 两人在厨房里,准备尝尝新作的汤,爱雪突然出现。 开玩笑说他们,躲在厨房吃好吃的,还冷落了他这个特意上门探望的客人。 陈瑾赶紧解释,只是让陈瑾先尝尝味道,便问爱雪要不要也来一碗。 爱雪自然十分乐意。 突然门铃响了,陈瑾开心的前去开门,爱雪还在猜测,是什么人的到来。 能让陈瑾如此兴奋,陈涛直接给他答疑,是陈瑾的哥哥。 爱雪立马说他,原本也是这么猜测的,还顺便打去陈涛的眼神,觉得对方的眼神,像是在害怕他抢陈瑾。 他想起陈涛以前从来不提伴侣的事,他还以为,两人感情不合。 从来不提这四个字,直接引起了陈涛的注意。 爱雪对此表示肯定,因为他和陈涛搭档三年,却从来没有见过陈瑾。 陈涛再一次抓住了关键词,爱雪竟然称呼陈瑾为小景。 他不得不严肃对待。 但对方却表示,这样只是为了显得不生分,还拉着他去见大舅哥。 很快便有人跟爱雪打招呼,还称呼他为雪哥。 此人正是他的表弟燕七,燕七大方帝伸手打招呼,陈旭看起来反而有些扭捏。 陈瑾没想到,爱雪和燕七还有这层关系。 爱雪解释,他和燕七是一表兄弟,燕七现在应该已经坐稳首付的位置了。 他还向陈涛介绍了承旭,并表示,经常可以从燕七的口中听到承旭的消息。 燕七主动说明,他和承旭兄弟从小玩到大,是青梅竹马的关系。 陈涛立马抱住承景宣誓主权,表示对方现在是有父之父。 燕七立马贪手,觉得这是跟他没关系。 承旭看出,陈涛对承景的态度,确实和以前大不相同。 尽管燕七表现出,对承景没有半分兴趣,但陆涛还是用敌对的眼神看着他。 陆涛立马化身委屈小狗,承景安慰他们先入座,并表示,饭很快就会好。 承承懂事地给众人倒了水,承景则拉着承旭一起进了厨房。 他问承旭过得好不好,是否能吃饱穿暖,按时休息。 他十分担忧地看着对方,担心对方会熬不下去。 说完便扑到了对方怀里,对方显然有些招架不住。 毕竟对方昨天刚被咽气蹂躏过。 承旭摸了摸承景的头,表示自己过得很好,让对方放心。 但对方却还是对他放心不下,还察觉到他瘦了。 他拍了拍对方的背,再次说明自己过得很好,想让对方安心。 承景突然想起,还有正式要打听,便问哥哥苍蓝的买主是谁, 为什么会出现在陆涛那里。 哥哥表明当时是网络交易,买家选择了匿名购买, 也有专门的机器上门取件,所以他并不知道买主信息。 承景顿时变成猩猩眼,猜测是陆涛在背后帮他, 但承旭却觉得,如果买主真的是陆涛, 也不至于在两年间,被承景不闻不问。 承景觉得,哥哥说的虽然有道理, 但他还是不理解陆涛,为什么会购买一个不喜欢的东西。 承旭将手搭在了他肩膀上,猜测陆涛大概是要拿夜明珠送人。 承景觉得,这种可能性很小, 因为陆涛失忆后,并没有可疑的人过来探望。 承旭觉得,没准是陆涛不想让承景发现,刻意隐瞒了。 承景还是不愿意接受现实,表示陆涛的通讯器也没有异常, 毕竟,如果真的出轨,总会留下蛛丝马迹的。 承旭一边煎香肠,一边试图说服自家弟弟, 表示想要做到滴水不漏,也不是什么难事。 他摸了摸对方的头,又询问对方, 陆涛失忆后,待对方如何,对方对此表示肯定。 承旭看着自家弟弟委屈的样子,忍不住地心疼, 并表示过几个月,就会带对方离开这里。 对方有些震惊,问他父亲的病,做何打算? 他早已经联系好了六星球的医院和医生, 等父亲术后稳定下来,就可以离开, 并且和陆涛恢复记忆的时间相近。 承景陷入了沉思,承旭安慰他, 虽然六星球的环境不如这里, 但他们也能好好活下去。 承旭用额头贴了贴承景的额头, 无论如何,他都会照顾好这个弟弟。 承景抹了抹眼泪,立马关心起, 哥哥是不是过得很辛苦, 觉得如果哥哥结婚了就好了, 这样还能有嫂子照顾哥哥。 说到这里,承旭幻想, 燕妻作为家庭主妇的样子, 瞬间汗流加倍了。 承景问哥哥是否还有结婚的想法, 对方有些犹豫, 燕妻正好进来,听到了结婚二字, 他一副傲娇的样子, 问承旭是想跟谁结婚。 承旭直接岔开了结婚的话题, 表示,饭菜都已经做好了, 让大家准备开饭。 燕妻显然不愿意跳过这个话题, 他拖着下巴, 在饭桌上再次提起了结婚的话题, 表示,他跟承旭小时候, 还订过娃娃亲, 在场众人的表情各不相同。 陆涛有些生气, 他抓着承景的手, 问对方是否有这事, 但对方表示毫不知情。 燕妻将手搭在了承旭腰上, 让对方开口帮他证明, 对方当即表示, 却有此事, 但只是两家的玩笑话, 让他们不用放在心上, 承景这才松了口气。 燕妻拖着下巴, 开玩笑说他很在意这件事, 还想着承家有个未过门的媳妇。 陆涛开口制止了燕妻, 他搂住了承景, 再次向燕妻宣示主权, 并且义正言辞地, 让对方不要再开这种玩笑。 被抱在怀里的承景, 察觉到陆涛在维护他, 感到十分开心。 艾雪急忙出来打圆场, 招呼大家先吃饭。 午饭过后, 承旭跟承景告别, 他下午还有工作要处理, 必须尽快离开。 对方给他准备了一袋吃食, 让他带回去。 艾雪也识趣地离开了, 并叮嘱陆涛他们, 好好过二人世界。 承景十分不舍地, 跟他们挥手道别, 陆涛在一旁有些吃醋, 承景解释,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和哥哥见面, 自然会舍不得, 陆涛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。 他一把抓住了承景的手, 把对方逼退到了墙边, 表示真正令他吃醋的人是燕妻, 但他没想到对方最讨厌的人就是燕妻。 承景讨厌燕妻, 因为对方看他的眼神像是在看笨蛋, 并且会莫名地敌视他。 解释完之后, 他搂住了陆涛的脖子, 上前亲吻了陆涛的脸颊, 随后又邀请陆涛一起去拆礼物。 承景让陆涛把一些礼物给祖母送过去, 对方问他要不要一起去。 他担心祖母见到他, 心情会不好, 便推辞了, 因为他曾经做了一件错事, 导致祖母不喜欢他。 他也担心祖母将此事告诉对方后, 对方会因此讨厌他。 陆涛笑了笑, 告诉承景不会发生这些事, 毕竟对方已经知错了, 他也听闻对方之前的脾气十分骄纵, 显然现在已经改正了。 承景将一条羊绒毛毯递给了陆涛, 为了避免祖母不要, 他还特地叮嘱对方不要告诉祖母, 毯子是他知的。 对方摸了摸他的头, 打算去把东西放起来。 看着陆涛离开的背影, 曾经有些担心祖母将真相告诉对方后, 对方会生气, 他还在想如果色诱对方, 对方会不会消气。 想到这里, 他打算先去洗个澡, 将自己洗干净之后, 他一边擦头发, 一边打开了卧室门, 随即又趴在了床边。 他记得, 之前网购的物品还没有拆封, 都被他扔在了床底下。 果不其然, 他伸手在床底下摸到了一个盒子, 他开心地打开了盒子, 还吞了吞口水。 他脸红着, 将盒子里的物品拿了出来, 不知道陆涛会不会喜欢这些。 正当他想得入迷的时候, 陆涛突然回来了, 还问他在做什么。 城景拿玩具的时候, 被陆涛撞了个阵阵, 他立马羞红了脸, 觉得无言面对陆涛, 便火速爬进了床底。 原本陆涛还有些猛逼, 但看到散落在地上的发孤和铃铛, 他顿时就明白了, 已经躲进床底的城景, 这才反应过来, 玩具被他落在了外面。 对方伸手掀开了床罩, 开口让他出来, 他红着脸在床底下缩成了一团, 不停地祈祷对方看不见他。 陆涛觉得城景的样子十分可爱, 他洋装生气, 让对方赶快出来。 对方这才缓缓地从床底下钻出来, 看起来特别可爱。 陆涛上前抱住了城景, 并询问对方, 是不是不太满意他在某些方面的表现, 这才导致他一不在家, 对方便想着自己玩, 对方立马解释, 拿玩具是为了讨好他, 这让他有些摸不着头脑。 城景害怕祖母会告诉陆涛一些就是, 更害怕陆涛会生他的气。 陆涛朝城景凑近了些, 故意询问对方拿这些东西, 要怎么讨好他。 又指着那一堆玩具, 问对方是否都玩过, 对方立马摆了摆手, 支支吾吾的解释, 玩具都是新的, 都没玩过。 陆涛看着散落的发孤和铃铛, 希望对方能给他的解释, 对方立马羞红了脸, 表示那些是买错了。 下一秒, 铃铛就被套在城景的脖子上, 他还有些猛逼。 陆涛一脸笑意, 大小正合适, 并没有买错。 陆涛将发孤递给城景, 又凑到对方耳边, 让对方自己将发孤带好, 并到床上等他。 随即他拿出了一张贴纸, 问对方是不是也是买的。 对方着急忙慌地解释, 那是卖家赠送的, 说完又立马伸手去抢, 他对这个说法将信将疑, 打算将贴纸贴在对方腰上。 陆涛安慰城景别动, 三下五除二就将贴纸贴好了。 贴上贴纸的城景, 眼神变得十分迷离, 并且非常主动地将它扑倒了。 他看到说明书, 才得知这是发热快速纹身贴。 此时, 对方已经摆出了十分魅惑诱人的姿势, 还吐了吐舌头, 很有猫女郎的感觉。 陆涛却突然皱起了眉头, 表情看起来十分不爽。 他一把将城景放倒在床上, 打算好好缠绵一番, 但对方却突然用手挡住了嘴巴, 责怪他之前并不经常疼爱自己。 陆涛吻了吻城景的头发, 询问对方有这事吗? 对方表示却有此事, 并且无论怎么讨好或者求他都没有用。 城景看起来十分委屈, 怪陆涛太坏了, 甚至不愿意看他的脸。 说完, 他又吵着闹着, 让对方现在就看着他的脸。 随即两人便抱在了一起, 双双坠入爱河, 画面看起来十分和谐。 城景十分温顺地躺在陆涛怀里, 陆涛觉得对方看起来十分乖巧, 一点也不像是个会威胁别人结婚的人。 他轻轻将对方挪到了床上, 由于对方在他面前过于卑微, 且患得患失的, 他便猜测, 之前的他大概对城景很冷漠。 他有些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冷漠, 才会让对方变成这个样子。 他找费力要了份过去七年的行程表。 从行程表中得知, 七年之间他只回来过五个月零三天, 回来之后也都是在军部训练, 很少回家, 留给城景的时间大概也是不多的。 他用手指轻轻抚摸了城景的脸, 不明白对方到底是有多喜欢他, 才没有申请离婚。 他也有些好奇自己之前对城景是什么心思。 如果失忆前后, 他的个性没有太大变化的话, 他应该是不会跟一个讨厌的人一直保持伴侣关系的。 他伸手替城景里了李头发, 对方明明完全长在他的审美上。 突然, 他从行程表中发现了不对劲, 城景申请随君的那次, 他们正在寻找间谍, 从时间点上来看, 当时应该刚清理完最后一波狼人族。 按照他之前的形势风格, 他猜测, 当时立即送城景回去, 有可能是在担心对方的安危。 陆涛拖着下巴, 躺在城景旁边静静地看着城景。 他觉得, 如果他之前是真的很讨厌对方, 那现在的感情又作何解释? 想到这里, 他便将对方抱在了怀里。 此时城景也醒了, 陆涛一脸笑意地看着对方, 十分满意对方昨晚的表现, 表示对方昨晚热情又主动。 城景停下了揉眼睛的动作, 瞬间脸红了起来, 表示都不记得了。 陆涛有些后悔, 没有将对方昨晚的样子录下来。 城景有些羞涩地躲在被子后面, 表示, 下次可以拍。 陆涛拖着下巴看着对方, 打去对方是不是也想看, 又用手指勾住了对方的下巴, 问对方是不是真的不记得昨晚的事了。 对方奋力地摇了摇头, 是真的不记得了。 随即陆涛又问对方, 贴纸是从哪里买来的, 觉得如果被别人用了, 岂不是被占了便宜都不知道, 还问对方以前有没有用过。 对方表示, 不记得在哪买的了, 猜测可能是卖家送的。 陆涛十分严肃地盯着对方, 再次确认对方之前真的没有用过。 对方躲在被子后面, 看起来十分羞涩, 觉得要用也是跟他一起用, 并表示没有跟其他男人亲热过。 陆涛上前吻了吻城景的眼睛, 觉得没用过就好。 随即他便搂住了对方的腰, 两人又开始亲热了起来。 陆涛告诉城景, 艾雪邀请他参加聚会, 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去, 结果对方想也没想, 就拒绝了他。 他以为对方是不愿意跟他一起出行, 没想到对方已经猜到, 他们的聚会是竞技类的, 加上还有工作没有完成, 所以才推辞的。 陆涛提出要跟城景开通联名账户, 但城景还是推辞了, 因为对方已经承担了全部的家庭开支, 他也只需要跟哥哥一起承担父亲的买药钱即可。 陆涛再次向对方确认开通联名账户的事, 对方也再次拒绝了。 城景想起他们家还没有破产的时候, 父亲极力反对他和陆涛开通联名账户, 担心陆涛会给予他们家的财产, 更想用钱财牵制住陆涛, 他当时也认同父亲的说法。 但陆涛从未给予过他们家的财产, 还靠自己的努力拼搏出了大好前程, 因此在城家困难的时候, 他也不好意思向陆涛开口求助, 毕竟他曾经那样恶意揣夺过陆涛, 城景捧着缝好的礼服, 推开了封上奢侈品店的门。 此时, 安迪正在接待一名难缠的顾客, 他向对方解释, 瑞拉夫人的工期已经排满, 但对方说什么都要在城花宴会前, 穿上瑞拉夫人的做的礼服。 城景这把算石撞到枪口上了, 连少爷立即上前嘲讽他, 破产了还有钱来着消费, 还问他当年欺负人的姿态到哪去了。 城景二话不说, 直接给对方道歉, 这个操作直接把对方给折懵了。 城景继续向对方道歉, 并十分诚恳地朝对方拘了一躬, 对方并没有预料到城景会道歉, 转头便让安迪作证, 安迪让连少爷不要跟城景一般见识, 连少爷突然对城景手里的盒子起了兴趣, 直接伸手打开了盖子, 结果整件礼服都掉了出来, 他拎着礼服, 一眼便认出了这是瑞拉夫人的作品。 城景支支吾吾地请求对方将礼服还给他, 对方却趁他不注意, 偷偷揪下了一颗蓝水晶, 将礼服扔给他的时候, 还不忘嘲讽他替人跑腿办事。 城景眼尖地发现, 礼服上少了一颗蓝水晶, 可他明明将礼服保护得很好, 他只能开口询问对方是否见到了掉落的蓝水晶, 对方十分不屑, 觉得他误会对方偷了蓝水晶。 城景着急忙慌地解释他, 没有那个意思, 对方十分不屑地掏出一颗蓝水晶, 表示这种东西他也有。 城景虽然怀疑, 但他没有证据, 他打算用十万余额买下对方手里的那颗蓝水晶, 对方却表示可以将蓝水晶送给他, 但他必须在城花宴会当天, 给对方当一天的仆从, 想以此来羞辱他。 城景有些犹豫, 对方拿着蓝水晶威胁他, 现在蓝水晶有价无市, 十万余额绝对买不到。 显然对方威胁得很成功, 城景只能答应对方无理的要求。 陆涛回来之后, 递给城景一个小盒子, 说要送对方一个惊喜。 城景有些好奇里面是什么, 便伸手, 想去拿盒子。 陆涛却突然收回了手, 将盒子举的老高, 趁机向他锁吻, 表示轻一下就给他。 他被撩得脸红, 便奋力地点起脚, 在对方脸上轻了一口。 对方却趁机拖住他的腰, 一把将他抱了起来, 又直接把他推倒在了沙发上, 狠狠地轻了个够。 城景被陆涛吻得喘不过气来, 便狠狠地拍打对方的背, 对方这才将它松开。 陆涛打开了小盒子, 里面是一条蓝宝石手链, 因为城景最喜欢蓝宝石。 陆涛将手链系在了对方手腕上, 并叮嘱对方, 带了他送的手链就是他的人了, 这辈子都别想跑掉。 陆涛握着城景的手在他脸上抹撒, 并问对方是否喜欢他送的手链。 对方笑得十分灿烂, 表示特别喜欢。 陆涛一边将对方放倒, 一边开口问对方讨要奖励, 对方支支吾吾地告诉他, 想去卧室缠绵。 他直接拒绝了对方的请求, 觉得沙发挺好的, 有新鲜感。 突然他想起爱雪邀请他在月底的时候, 参加一个操纵机甲的宴会, 他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参加。 城景听到不是城华宴会, 也算是松了口气, 他拒绝了陆涛的邀请, 陆涛对此十分不理解, 还有些生气。 城景勾住了陆涛的脖子, 反问陆涛只给他一个人, 看不好吗? 陆涛对这个说法很满意, 他拖起了城景的下巴, 表示要看他, 看得再仔细点。 很快便到了城华宴会的日子, 城景也按照约定给连少爷当一天仆从, 他换上了对方准备的头饰和服装, 但对方给他准备的是女仆装, 裙子短的能露出半拉屁股, 他觉得这种服装不太合适, 而且明明有男性的仆从装, 但对方打定主意要羞辱他, 又怎么会让他换男仆装, 还提醒他不许违抗主人命令, 很快就有一些人围了上来, 还有人觉得城景体型娇小, 穿女仆装很可爱, 连少爷故意让城景抬头跟大家打招呼, 大家纷纷开始议论城景, 他只能默默地听着, 甚至有人开始议论他的伴侣, 吐槽他那有地位的伴侣, 竟然舍得他这样作践自己, 也有人说他没办婚礼, 怀疑他根本就没嫁出去, 加上他的臭脾气, 猜测没人想娶他, 很快便有广播通报, 让参加毛支比赛的贵宾都到中庭集合, 连少爷觉得这又是一个羞辱城景的好机会, 他立马叫上城景, 让对方跟他一起去中庭, 周围人都觉得城景会输, 毕竟他给外界的印象, 一直都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少爷, 此时, 主持人手里拿着城景的作品, 他大声宣布, 比赛的获胜者是城景, 城景有些局促地站在讲台上, 很快便有一位身穿华服的女士, 叫住了城景, 城景认出对方身上的裙子是他缝制的, 对方一脸傲娇, 认为他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宴会, 还吐槽他, 穿成这样是为了勾引男人, 求男人包养, 此时赛场突然传出一个声音, 引起了众人的注意, 是陆涛推着祖母来了, 他当即表示, 城景作为他的合法伴侣, 身上有上将夫人的头衔, 完全不需要靠别的方式, 留在帝国星球, 陆涛上前搂住了城景的腰, 一把将对方拉进了怀里, 还故意在众人面前, 称呼对方为夫人, 为对方称妖, 陆涛问城景来承花宴会, 为什么不告诉他, 城景红着脸给他道歉, 但心里却觉得, 给他丢人了, 即便他们在众人面前, 已经表现得如此亲密, 但还是有人怀疑, 他们不是合法伴侣, 陆涛丝毫不惯着对方, 反问对方是否要看看他们的结婚证, 对方被陆涛对得有些汗流加倍, 立马表示不用了, 祖母的妹妹, 夸赞城景的手艺不错, 想让对方将剩下半只作品之完, 一起送给他, 对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, 城景穿着女扑装, 有些尴尬地跟祖母打招呼, 祖母对他的穿着打扮十分不满, 勒令他赶紧换掉, 祖母的妹妹赶紧出来打圆场, 觉得城景的打扮挺可爱的, 陆涛上前想替城景说话, 城景率先开口了, 表示他答应连少爷当一天仆人, 不能失信于人, 祖母没想到城景会说出这样的话, 有些愣住了, 连少爷支支吾吾的解释, 只是想开个玩笑, 城景想什么时候换都可以, 随即他又开始认错, 表明是他骗了城景, 蓝水晶是他拽掉的, 为的就是羞辱城景, 连少爷一边道歉一边跑开了, 其他人也都各自有了安排, 众人离开后, 陆涛提醒城景可以开始解释了, 又问对方身上的衣服是怎么回事, 城景低着头, 有些不知所措, 城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, 都跟陆涛交代清楚了, 陆涛听完觉得十分生气, 有些后悔轻易就放走了连少爷, 此时尤里卡问城景要不要现在交易, 他已经准备好买甜品券的余额了, 陆涛以为城景卖力的夺冠, 是为了把奖品给尤里卡, 城景着急忙慌的解释不是给, 是卖给了尤里卡, 他跟尤里卡商量, 想晚一天给对方甜品券, 因为他想先带陆涛去品尝一次, 还表示可以不要对方的余额, 尤里卡见有这种好事, 立马答应了, 还觉得城景人很好, 随即城景便向陆涛说明, 想先找个地方将衣服换下来, 陆涛有些脸红, 他认为不用换, 还觉得对方这样穿很可爱, 对方也被他的话聊得脸红, 随后, 陆涛便带城景一起去玩了其他项目, 陆涛换上了泳裤, 在池子里冲浪, 城景立马化身啦啦队, 给对方加油, 两人还在城堡前甜蜜拥抱, 眼妻则负责给程序拍照,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过完了, 此时, 一艘帅气的战舰, 正航行在夜空中, 窗边倒影出了陆涛和城景的影子, 陆涛一边抓着城景的手, 一边亲吻着对方, 城景及时制止住了陆涛, 表示有什么事回家再做, 陆涛并不接受他的提议, 想当场解决, 陆涛掀起了城景的裙摆, 问对方穿得这么可爱, 不担心走光吗? 对方有些羞涩地拉拉拉裙摆, 表示他一直很注意遮裙摆, 陆涛却觉得他这样更惹眼了, 他支支吾吾地让对方别闹, 对方却变本加厉, 凑到他耳边说了些虎狼之词, 他立马炸毛, 十分抗拒在战舰上和对方发生关系, 随即, 他又用小拳拳锤对方胸口, 又强调了几次不可以, 下一秒他就被对方拽住了手, 对方委屈巴巴地表示很痛, 城景见对方委屈的样子, 便不好再说什么, 只能长长地叹气, 陆涛抬手按下了启动键, 战舰便直接升空了, 城景已经妥协了, 他羞涩地转过头去, 直接趴在了窗户上, 样子十分惹人脸, 陆涛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主动, 他的目的也算是达到了, 城景有些害羞, 表示从窗户可以看到陆涛的脸, 陆涛已经站在了他身后, 轻轻地叫他宝贝, 又吻了吻他的后脖梗, 夸他漂亮, 城景很满意陆涛对他的夸赞, 是他以前从没听过的夸奖, 对方亲了亲他的耳朵, 觉得他有些不专心, 问他在想什么, 城景红着脸, 转头告诉陆涛, 他没有不专心, 他一直都在想陆涛, 陆涛便问对方是不是在想以前的他, 对方却突然掉下了眼泪, 又回头摸了摸他的脸, 对他的话表示肯定, 没想到陆涛却突然生气, 勒令对方不许想以前的他, 他会因此吃醋, 城景对此十分不理解, 明明两个都是陆涛, 陆涛却认为他没有以前的记忆, 没法当成是同一个人, 让城景只能想他, 城景听到对方的这番说辞, 也忍不住被对方逗笑了, 他上前搂住了对方的脖子, 答应对方只想现在的陆涛, 此时此刻, 他觉得不管陆涛恢复之后, 对他多冷漠, 哪怕赶走他, 甚至离婚, 他都觉得值了, 城华宴会上, 陆涛公开伴侣身份的消息, 引起了轩然大波, 两人也因此上了娱乐新闻, 而此时此刻, 两人正在桑尼蛋糕店品尝甜品, 城景插起了他面前的草莓芝士蛋糕, 贴心地喂给了陆涛, 一脸笑意地, 让对方也尝尝这个口味, 陆涛也觉得十分好吃, 尤里卡和艾雪也来了, 尤里卡一眼便看到城景的六号星球钥匙扣, 想让对方转给他, 他还差六号星球和帝国星球就极齐了, 城景有些纳闷, 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, 艾雪解释, 尤里卡想吃甜品, 他便陪对方一起来了, 刚巧碰上了城景他们, 他拉开了椅子, 询问陆涛是否介意一起拼桌, 虽然感觉会打扰到对方约会, 陆涛表示, 确实有打扰到他们, 但他不介意, 因为他和城景是合法伴侣, 相处的时间还有很多, 尤里卡接过了城景递给他的钥匙扣, 觉得十分开心, 还夸赞六号星球的钥匙扣好看, 城景想起了哥哥之前, 说要搬去六号星球的事, 他便有些好奇, 六号星球是什么样的, 陆涛表示, 六号星球非常普通, 经济排名也是中下水平, 气候四季分明, 但鱼类肉质肥美, 艾雪有些纳闷, 城景竟然没有去过别的星球, 他记得对方之前申请过随军, 城景表示, 那次随军并没有去别的星球, 而是直接降落在了作战基地里, 并且很快就被遣返了, 陆涛听到城景的话, 有些心疼对方, 他将对方的脸扭了过来, 向对方保证下次不会再这样了, 对方还一脸猛逼, 陆涛表示, 他现在只想每时每刻, 都将城景带在身边, 城景握住了陆涛的手, 觉得十分感动, 尤里卡和艾雪, 无异于成了两个电灯泡, 艾雪也有些震惊, 两人竟然能旁若无人的秀恩爱, 陆涛拿起了甜品上的饼干, 提议让城景也尝尝, 便用嘴巴将饼干味到了城景嘴里, 还不忘挑眉向艾雪炫耀, 艾雪觉得对方真是幼稚, 陆涛吻了吻城景的额头, 表示要先去一下洗手间, 城景立马点头答应了, 艾雪见陆涛离开, 别起身擦嘴, 表示要先失陪一下, 他跟随陆涛一起去了洗手间, 两人站在镜子前, 互相看一眼对方, 艾雪打去陆涛, 问陆涛他是不是很好看, 希望陆涛不要总盯着他, 以免引起误会, 没想到, 陆涛却以为艾雪在监视他, 还说得一本正经的, 艾雪笑得一脸灿烂, 他不明白陆涛为什么会这么问, 陆涛表示偶遇太多, 他看过行程表, 虽然对方是他的搭档, 但私交并不密切, 他希望艾雪能对此做出解释, 艾雪表示, 此处不方便聊天, 他也确实需要带陆涛去一个地方, 艾雪带陆涛去了军部医院, 医生表示, 陆涛出院后, 他们也一直在跟进和观察, 怀疑陆涛的病另有隐情, 陆涛也十分好奇, 会是什么隐情, 医生根据数据得出了结论, 认为陆涛并不是因为毒素影响记忆体, 才导致的失忆, 而是被毒素激发出了第二人格, 陆涛却更关心, 医生是如何得出的结论, 艾雪和肺里, 也有些汗流加倍了, 医生亮出了陆涛失忆前后的数据分析图, 并解释, 如果是失忆, 性格大变也很正常, 但如果之前擅长的, 现在却不会, 就足以说明一切, 他托艾雪带陆涛参加了很多竞技比赛, 但失忆前后的结果不尽相同, 艾雪也回想起了一些细节, 操纵机甲和滑行车都是他擅长的, 但他却输给了陆涛, 医生让陆涛回想一下, 这段时间是否出现过异样的状况, 或想起过以前的记忆, 陆涛如实告知对方, 他初见伴侣的家人会有莫名的的抵触, 和伴侣相处时也想起过一些零碎的片段, 医生立马将陆涛的陈述记录了下来, 他问对方在记忆中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, 陆涛想了想, 并说明他的视角是第三视角, 医生觉得这更加印证了陆涛体内存在双重人格, 并且对方心里的不舒坦是出于嫉妒, 而不是受过去记忆的影响, 陆涛对嫉妒二字有些不理解, 医生表示对伴侣战友遇过强, 便会对他的亲密接触对象感到嫉妒, 陆涛觉得这不可能, 他不可能会嫉妒成警的附凶, 医生却认为嫉妒心没有道理, 在情感上是不受控制的, 并且之前的陆涛不会对成警有强烈的占有欲, 反而对成警十分冷漠, 冷漠到成警心灰意冷, 想要申请离婚, 陆涛听到成警去申请过离婚, 瞬间感到晴天霹雳, 费里表示却有此事, 而且陆涛在回城前, 也和成警约好了要去一个地方, 医生继续询问陆涛, 清醒之后有没有过恍惚或混乱不清的情况, 陆涛表示并未出现过这种情况, 医生告诉陆涛, 现在的人格会在毒素完全消失后, 一同消失, 包括这段时间的全部记忆也都会消失, 为了确保结果的准确性, 医生要再给陆涛做一个身体检查, 陆涛也是会抓关键词的, 他对消失一词还有些疑虑, 医生表示这是不可抗力的, 并且陆涛中的毒素, 同时具有狼人族和虫族的特性, 他们需要从陆涛身上提取更多的数据, 并记录毒素的变迁, 防止他们联手对付人类, 陆涛是他们现在唯一的样本, 陈涛抱着两个箱子回到了家里, 陈涛立马上前迎接对方, 还让对方将手中的箱子交给他, 陈涛将箱子递给陈涛, 并对他表达了感谢, 又问陈涛, 陆涛有没有回来, 陈涛告诉对方, 陆涛在二楼, 陈涛有些纳闷, 陆涛在二楼做什么, 陈涛对此也一无所知, 他打算上楼找陆涛, 但他很快便想到, 陈涛在二楼只会去之前住的客卧, 他便放慢了脚步, 想到自己之前也是这样沿着楼梯走上来, 心里怀揣着期待和兴奋, 还有一些慌乱, 每一次推开门, 他都希望能和陈涛相处得和谐一点, 哪怕对方能跟他多说一句话也好, 但对方带给他的都是冷漠的态度, 他站在陈涛房间门口, 却迟迟没有敲门, 他有些害怕面对过去的陈涛, 但当他抬头, 他才发现眼前的陈涛正温柔地看着他, 他的眼泪也从眼睛里不由自主地跑了出来, 陈涛将他揽进了怀里, 问他怎么了, 是不是受委屈了, 他擦了擦眼泪, 眼前的陈涛还是那个会关心他爱他, 甚至主动抱他的陈涛, 他抬手摸了摸陈涛的脸, 解释自己没事, 又问陈涛在这里做什么, 陈涛握住了成景的手, 表示想看看以前留下来的东西, 但东西很少, 他静止走到了床边, 从抽屉里拿出了一盒小雨伞, 表示只找到了这个, 成景有些慌乱, 问他怎么把小雨伞给拿出来了, 陈涛坐在床边, 晃了晃手里的盒子, 看着羞炯的小妻子, 道, 谁买的, 啪, 朋友说了, 成景害羞地直哭过去, 才撞进对方的怀里, 就被男人抱住了腰, 抱坐在腿上, 屋里变得暧昧起来, 两人贴得很近, 以兮几乎交融在一起, 最后也不知道谁先开始的, 很快就发展成了热吻, 陈涛将小妻子压在床上, 字幕相对, 两人呼吸都乱了, 陈涛蹭了蹭他的敌尖, 低声道, 我以前是不是对你不好, 成景几乎可以肯定丈夫是知道他们过去的事, 忍着心中的酸涩, 小声道, 是我不好, 我以前, 脾气太坏了, 陈涛笑道, 那我可太幸运了, 碰到的你都是最好的时候, 成景有些不明白他的话, 他已经决定了, 好好度过这四个月, 然后跟父兄移开这个星球, 抱着这段时间的美好回忆度过余生, 看着凑近的陈涛, 成景低声道, 我也很幸运, 能遇见你, 听完, 陈涛再也忍不住, 深深地吻了成景, 惹得成景身影不断, 感觉成景喘不上气了, 陈涛才放开他, 陈涛极度地说, 我们这样次数多吗, 我是说, 在我失忆影前, 成景胡乱摇头, 那时候, 不多, 陈涛心想, 原本我就极度失忆前的自己, 现在知道我是第二人格后, 更没法把自己和现在当同一个人看待, 明明严格算起来, 我们就是同一个人, 极度得发狂的陈涛, 身上作曲更多, 成景隐忍的声音变了调家大欢愉, 又忍不住朝陈涛报警了一点, 陈涛自责以前的自己, 不曾关注过成景的生活, 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没有为他做过, 于是主动要求下厨, 想亲手为他做论饭, 陈涛内疚以前的自己, 没有好好的陪成景看过一场他喜欢的电影, 于是拉着成景打算看得通宵, 直到成景沉沉睡去, 除此之外, 陈涛还热衷于给成景买各种漂亮的小裙子, 陈涛拿出裙子说道, 宝贝, 换上给我看看, 成景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, 脸色顿时红得通透, 小声道, 我, 我不是女孩子啊, 可我想看啊, 难道要我去找个女孩子来穿给我看, 成景立马把裙子抢过来, 拼命摇头, 不要, 我穿, 我现在就穿, 他身材确实很纤细, 换上女装也很可爱, 可到底是25岁的人了, 这样幼稚的装扮, 让成景自己都觉得羞耻脸红, 可丈夫明显很喜欢, 上将大任眼离尽是痴迷, 温柔道, 宝贝真可爱, 话音刚落就把成景扑倒了, 那些裙子最终还是被撕破了, 只能丢进垃圾箱, 时间总是在甜蜜中流逝得特别快, 距离两人心照不宣的分别时刻越来越近, 自日, 成景如约来有思魁家宋橙花派对上缝制的袜子, 有思魁笑道, 谢谢你, 巧成景, 不仅记得袜子的事, 还专程把它送过来, 您客气了, 这是我应该做的, 只是, 阿姐那片腿上盖着的毯子这么像呢, 是你知道吗, 成景点点头, 紧张道, 您可千万别告诉祖母, 要是他知道是我知的, 肯定就不愿意用了, 有思魁笑着说, 他先前不知道, 还以为是小涛买给他的, 后来我让他对比了一下蜡子和毛毯, 他才相信, 阿姐当时没有生气咯, 成景顿时吃惊道, 祖母, 没有生气吗, 有思魁握住成景的手, 温柔道, 他对你的看法似乎有改变, 也许你们缓和关系的时机到了, 看小涛现在带你的样子, 你们之间的感情应该也很好, 你不要灰心, 属于你的, 你正在慢慢抓住他们, 这时, 有思魁起身拿了张邀请函说道, 下个月有一场小型的家宴, 我会邀请阿姐过来, 这是你和他和解的一个好机会, 你觉得呢, 成景急忙说, 我当然希望他能原谅我, 可是有思奶奶, 我们家之前犯的错太严重了, 爸爸为了帮我故意取消了祖母的手术, 他原本是有机会靠自己的双腿行走的, 讲到这些, 成景愧疚的低下口, 有思魁轻叹了气, 说道, 我知道, 帕姐这个人太要强, 当年外出旅游遭遇宇宙风暴导致双腿粉碎性骨折, 明明金钱方面有困难, 却不和娘家说, 连我们的探望都被拒绝了, 所以都是我的错, 要不是我们家太强势, 有思魁将邀请函避给成景, 笑道, 事情毕竟也过去这么多年了, 只要你愿意来, 我替你说和一下, 成景欣喜道, 我当然愿意, 谢谢您, 对一个月, 陆涛似乎有些忙碌, 成景有些不安, 问道, 最近你去军部医院的次数是不是有点多啊, 是身体哪里出了问题吗, 陆涛捏了捏他的脸, 笑道, 你觉得我能有什么问题, 甚亏吗, 成景羞红了脸, 担忧化为羞涩, 小声道, 也不是不可能啊, 毕竟最近得太频繁了, 陆涛透了过来, 需要我证明一下吗, 雀悦没什么问题, 成景也就放心了, 羞涩催促道, 行了, 你还是快走吧, 冬鱼, 到了有思佳宴那天, 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机会向祖母道歉, 成景紧张地按门铃, 有思佳的管家将他盖进了宴会听你, 成景看到祖母, 顺时紧张起来, 想好的说辞都忘了, 还是有思魁朝他招手, 小成景, 你来了, 快来做, 成景松了口气, 说道, 这是我给您一点心意, 还有一些自己烤的小甜饼, 不介意的话请大家尝一尝, 谢谢你, 找成景, 成景看了一眼艳妻, 有些疑惑, 店小妻, 她怎么会在这里, 看到阿姐吃好了, 有思魁说道, 小成景, 今天天气很好, 你推个阿姐去晒晒太阳吧, 一会儿阿秀也带着小妻出去走走, 成景文言盲站了起来, 好啊, 看着祖母, 有些忐忑道, 祖母, 我, 我推您, 走了一小段, 成景终于补起勇气开了口, 独母, 您, 您冷吗? 不冷, 我再给您织帽子和围巾, 还有手套, 等织好了, 我让陆涛给您送过去, 我, 我选的都是羊绒毛线, 您外出戴上它们, 肯定很暖和, 祖母沉默了片刻, 道, 你用不着这样讨好我, 成景酸泽道, 我不是, 讨好您, 我是觉得对不起您, 一直想跟您道歉, 当初要不是我的任性, 您现在不会变成这样, 祖母, 我知道我说多少遍都于事无补, 但我还是想跟您说声对不起, 祖母心绪少笑, 总是一脸严肃, 看到成景流眼泪后, 抬道, 你犯不着带我面前哭, 成景忙我去眼泪, 对不起, 我只是忍不住, 祖母叹了口气, 我只认可你现在正在往好的方向感, 但你当年做的事不只是伤害了我, 同样也伤害了我的孙儿, 你们之间的裂痕, 并不是靠我原谅你就能修补的, 成景心口一痛, 眼泪不住往下掉, 我知道, 我来跟您道歉, 并不是为了陆涛才来的, 是我真心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 祖母, 对不起, 成景朝祖母拘了个躬, 祖母撇开头, 过了许久, 开道, 我原谅你了, 成景听到后, 唐妻承载的负担终于卸下来了, 看着祖母感动道, 祖母, 祖母又道, 你骄纵, 任性, 奢靡, 无论哪一项看起来都不像是个好的伴侣, 而且为了达到务必不得手段, 看起来一点也不认真, 我看过关于你的新闻, 没有一样能让我有好感, 我甚至觉得, 你当时想和我的孙儿结婚, 跟你想要某样漂亮珠宝没什么不同, 区别只是一个世人, 一个是物品罢了, 最可气的是女们拿我来挟支她, 你让我怎么喜欢你, 曾经满脸羞愧, 对不起, 但是这么多年过去, 你的改变我也看在眼里, 小涛疏离你的这七年, 你并没有其他而去, 越是贵族之间的婚姻, 未会看重利益, 如果小涛只是普通人, 身上没有军衔, 无论他再优秀再英俊, 卫族愿意与他联姻, 至少你只看脸, 不看重身份, 是因为真的喜欢才追求的, 曾经满脸通红, 小涛道, 我, 我也不只是因为入涛的脸, 才喜欢他, 你不是一见钟情吗, 一见钟情这种东西, 除了看脸还能看什么, 父母说话一点也不客气, 但语气没有以前的冷漠, 你今天能鼓起勇气来找我道歉, 也让我认识到你真的有待改正, 我为什么还要为难你呢, 碰完, 曾经的眼泪再也抑制不住, 哭道, 谢谢你, 真的十分感谢, 过了一会, 独母才说, 好了, 推我回去吧, 好的, 有丝绣和艳妻散步时, 看到有丝奶奶和成景, 笑着打招呼道, 你们要回去了吗, 说话间那对男女越靠越近, 有丝绣非常美, 但阳光下看起来特别养眼, 搭配上艳妻, 好像还挺相配的, 有丝绣笑道, 刚好我们也要回去, 大奶奶, 我来推你回去, 你和艳妻的相亲怎么样, 感觉合适吗, 慢慢来吧, 我们也才认识, 看了一眼艳妻, 心想, 相亲, 艳小妻和有丝绣, 成景偷偷放骂脚步, 想到自己被艳妻奚弱了那么多次, 终于有机会感激回去, 连忙道, 恭喜你啊艳小妻, 终于能摆脱单身了, 艳妻原本漫不经心的表情, 待听到这话后, 脸色瞬间冷了下来, 眼力也流露出骇人的光芒, 道, 今天的事不许对你哥说, 成景愣了愣, 他相亲的事, 为什么不能对兄长说, 这跟兄长根本毫无关系吧, 随后, 艳妻又道, 我有事先走了, 你跟他们说一声, 看着他逐渐走远的背影, 成景心想, 艳妻又莫名其妙发什么神经, 与此同时, 军部医院里, 卢涛看着报告, 毒素清除62%, 研究进展35%, 生命体征正常, 记忆体平稳, 预计在三个月后, 毒素能完全从体内消失, 卢涛从检查仓出来, 格尔森医生被他笑着说, 恭喜您, 上将大任, 距离您彻底康复, 又进了一步, 鲁涛看着他真诚的眼神, 却笑不出来, 大家都认为毒素激发的第二人格只是生病, 并没有人觉得现代的我, 在几个月后消失会是一件不好的事, 除了我自己, 想到这里, 鲁涛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, 同军部医院出来后, 鲁涛就去了军部, 遇到莫斯大将, 莫斯大将询问研究数据的情况, 鲁涛当即把实验数据交给莫斯大将, 他翻看着数据, 说道, 你现在就是和平派希望的曙光啊, 能不能成功研制出清理武器, 全看你品内毒素的变化了, 是, 我一并配合, 莫斯大将拍了拍鲁涛的肩宝, 笑道, 其实不用太代意, 你现在的症状和失忆没什么区别, 只不过现在的你忘了过去的事, 而未来的你, 又可能会忘掉这段时间的事而已, 嗯, 没有什么事的话, 我先回去了, 当然, 你可以回去了, 下一段数据提交应该是在半个月后, 这段时间也许你可以去一趟蝶的星球旅游一趟, 换换心情, 莫斯大将暧昧笑道, 带着你的伴侣一起, 鲁涛这次终于笑了, 我正有这个打算, 心想, 属于我的记忆还剩下三个月, 我要尽可能的多跟小景留下先回忆, 还不会感到遗憾, 回去后, 鲁涛立即着手安排了起来, 事情都安排口当后, 鲁涛拿着两张车票去找成景, 笑道, 你能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给我吗, 你喜欢吃蜂蜜葡萄, 又从来没有星际旅行过, 可以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日照星球旅, 未等陆涛说完, 成景毫不犹豫地道, 好呀, 成景脸上堆满了欢喜, 整个人往陆涛身上飞扑过去, 鲁涛一把将成景暴度, 看到他欢喜, 自己也忍不住欢喜, 笑道, 这么高兴吗, 对呀, 我都没有去过万青球, 当然高兴了, 成景含羞带骚地看着他, 而且还是跟老公一起去, 鲁涛一把将成景抱起, 愉悦道, 那走咯, 戳完将自己的屏肩贴向成景, 眼力尽是可爱的小妻子, 笑道, 老公带你去收拾行李去, 都是行李花絮, 鲁涛拿起一件白色西装问, 这件好看吗, 成景开心道, 好看, 突然鲁涛拿起一件黑裤, 透进成景快笑道, 这个呢, 成景羞红了脸推杠道, 呀, 这件不要, 哎呀, 这个涛涛也放进去, 鲁涛自顾自地收拾着行李, 十分期待接下来的旅程, 车程总共需要12小时, 还是算上了折叠空间的时间, 不然单程就需要半个月, 哇, 好远, 成景惊叹道, 所以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折叠空间了吗, 鲁涛看了看时间, 还有5分钟, 成景紧抱着鲁涛的手臂, 紧张问道, 进入里面的话会不会有眩晕的感觉啊, 鲁涛表情很淡定, 说出的话却让成景吓了一跳, 会, 鲁涛会眩晕, 相失, 怕吓得毒结罢了, 那, 那怎么办, 鲁涛站起身, 笑道, 别急, 豪生首刻有教我们遇到意外时的自救姿势, 首先, 用手环抱住稳定物体, 你老公目前是最稳定的, 成景害羞地抱紧账户, 接下来呢, 鲁涛难掩笑意, 继续道, 为了降低撞击对于脊柱的影响, 需要点起脚, 听完, 成景密码点起脚尖, 鲁涛顺势将成景抱住, 一头亲吻了他, 成景终于回神了, 生气地磕向鲁涛, 好啊, 原来你是故意的, 鲁涛笑着看成景巴标的可爱呀, 抱着成景坐下来, 亲了他的额头, 说道, 我错了, 我错了, 成景气得脸颊鼓鼓的, 自己那么认真地听着, 结果, 居然, 鲁涛的笑容缓缓收敛, 说道, 但是, 折叠时空出事确实会消失, 我们将不存在于这个世界, 看他甘心的样子, 鲁涛摸了摸他的头, 安慰道, 说道, 我们来看电视吧, 嗯, 好呀, 等鲁涛挑选好频道后, 屏幕上出现了一段画面, 男女主角正在接吻, 吞得特别激烈, 一副难舍难分的样子, 成景浑身一颤, 连忙说, 换牌, 快换牌, 各是要去抢遥控, 鲁涛将成景搂紧, 用低沉的嗓音道, 呜, 就看这个, 鲁涛抬高手, 不让成景拿到遥控, 将成景整个人抱抱在自己腿上, 没有告诉你了, 情侣座原本就享受特殊虎舞, 温热的时候已经借到成景身上, 到了晚餐时间, 鲁涛细心地投喂着成景, 帮他轻视嘴巴, 心满意足地为他做任何事, 一次旅游的成景, 心笨地睡不着, 十指紧扣着鲁涛的手, 激动地看着窗外的风景, 到然后, 成景感受到一阵热风袭来, 等彻底走出车站, 眼前的阵萤幕让他有些傻眼, 跟他想象的画面完全不一样, 他下意识地抓住丈夫的手腕, 怎么试,这样子的啊, 我们是不是来错了地方, 鲁涛捏了下他的手心说道, 日照星球有一部分土地很平级, 不适合种植, 所以就用来建设公共长地, 没会一位当地人走过来问道, 两位要去哪里, 坐车吗? 鲁涛没有刻意讲价, 说道, 赃你酒店, 费方立即露出开心的笑容, 谈热情地帮他们提上了行李, 路上成景一直看着窗外, 等注意到风景见得不一样后, 顿时期待起来, 带走了十分钟, 一眼望不到镜头的藤架出现在眼前, 成景欢呼起来, 老公, 是蜂蜜葡萄, 他第一次看到鞋带藤上的蜂蜜葡萄, 一串一串的, 颜色紫黑透亮, 远远看着, 就觉得散发着诱人的香味, 路涛摸着成景的头笑了笑, 小馋猫, 想吃啊, 司机看他很期待的样子, 叫道, 想吃可以直接摘, 我把顶棚给你们打开, 成景顿时有点害羞, 惊想, 完了, 我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, 是不是给路涛丢脸了, 司机将顶棚打开后, 路涛一把将成景扣抱起来, 叫道, 摘吧, 路涛愉悦地看着成景凯摘葡萄的样子, 嗯, 成景幸福地摘一串葡萄下来, 这时, 远处突然传来砰的一声巨响, 浓烟四起, 路涛反射性地将成景按回车内, 吓得成景小声问道, 这是, 怎么了, 路涛神色非常严肃, 说道, 可能发生了暴动, 到了桑尼酒店已是晚上了, 路涛到了便赶紧办理入住, 想到白天的暴动, 成景忧心忡忡问道, 事件严重吗, 为什么会发生暴动, 日照星球全民信奉天神教, 教内分东派和西派, 两方原本轮流持正, 但是近一年来, 他们因为一些冲突不肯带交替政权, 得以闹了起来, 那这次冲突大吗, 不大, 你别担心, 这家酒店还是安全的, 只是我们最近几天都无法出门参观了, 成景悄悄松了口气, 经历却还是有些悬着, 你不打算插手吗, 帝国星球派的军队来处理, 我在休假当中, 没必要出面, 应道他的回答, 成景感觉有点怪怪的, 心想, 以我对路涛的了解, 他从来不是一个袖手旁观的人, 甚至遇到了任务外的不平之事, 也会果断出手相助, 应该是,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吧, 到了房门口, 路涛见他没动, 捏了捏他的脸颊, 笑道, 累了一天, 一会早早休息吧, 嗯, 路涛定的是套房, 进到房间, 成景忍不住道, 哇, 好棒的房间啊, 等看到大大的床, 成景立刻扑了上去, 跑舒服的床, 感觉身体都没那么累了, 路涛的手掌突然扶上成景的几乎, 手指更是在他的腰窝处反护摩擦着, 说道, 上次的纹身贴被洗掉了, 真是遗憾, 成景脸色一红, 轻声道, 那个, 那个是一次性的呀, 路涛盯着他, 眼底像是藏着火焰, 那就留一个永久的, 好不好, 成景愣了一下, 神, 什么, 逗我的私人专属, 让老公在你身上把上印记, 行吗, 路涛往他的嘴唇上亲了亲, 占有欲十足的样子, 可是, 我怕通, 好不好吗, 宝贝, 看路涛可怜巴巴的样子, 成景抛去了害怕, 小声说道, 好, 路涛笑道, 不会后悔吗, 成景连忙摇头不后悔, 宝贝你等着, 说完路涛便起身去行李箱里翻找东西, 成景震惊道, 哎, 难道, 你早就准备好了, 看路涛拿出的一套纹身工具, 惊讶道, 你自己来吗, 不然呢, 你觉得我会让别人看你的身体, 吐碰你的肌肤吗, 路涛盯着他, 简直要将他生通活泼一样, 成景红着脸摇头, 好好的亲了亲他, 可是你会吗, 路涛坚定地笑道, 放心, 我早就偷偷学过了, 快, 衣服撩起来, 乖乖趴好, 成景紧张地翻过身, 将衣服掀开, 心里多少有点担忧, 紧张地等待路涛下一步动作, 路涛在成景后腰上涂抹些日照星球的一种植物, 可以起到麻痹的作用, 纹身的过程犯不上太痛, 成景趴着趴着就忍不住睡过去了,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 他被些微地刺痛惊醒, 醒来后, 刺痛的感觉越来越强烈, 痛得成景忍不住叫出声, 路涛亲吻着成景的泪水, 医生道, 乖宝贝, 忍一会儿就好了, 成景便咬着嘴唇忍住了, 路涛认真地给成景纹身, 一边轻声道, 但一会儿, 乖宝贝, 我忍得住, 成景心想, 这是路涛给我的记号, 这个记号会跟随我一辈子, 他心里就冒出一股甜丝丝的感觉出来, 后腰上的自痛感, 让成景忍不住抱紧枕头转移注意力, 过了近十分钟, 他终于听到路涛说好了, 浑身顿时松懈下来, 纹身的位置接近臀部, 是后腰挨着甜腺的那一块, 若不大去清晰可见, 映衬成景雪白的肌肤, 更显惹眼, 看着自己的专属印记, 路涛眼底冒出来的是赤裸的情欲, 真好看, 路涛忍不住说道, 俯身亲吻, 运真道, 打伤印记后, 就不许逃离我, 成景小声道, 无贵, 我永远是你的, 路涛轻声笑了笑, 亲吻了他的嘴唇, 是我的什么, 成景羞涩不已, 却还是道, 永远是你一个人的私人专属, 五日后, 日照星球上的暴乱没有引起太大冲突, 所以两个人就去逛集市了, 以往成景逛的都是最繁华的商业街, 卖的几乎都是昂贵的奢侈品, 所以当看到人头攒动的普通集市时, 成景觉得很新奇, 兴奋道, 原来酒店附近有卖这些东西的集市啊,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, 原本这里并不成规模, 是燕七的酒店, 拉动了周围的经济发展, 他注册了桑尼这个商标, 带全世界开连锁店, 成景忍不住小声吐槽, 原来桑尼这个牌子是燕七创办的, 他到底多爱太阳啊, 陆涛摸了摸成景头发, 笑道, 好了, 抓紧时间逛吧, 两人朝着热闹的及时走去, 道路上都是人, 一些在吆喝叫慢, 一些带挑选购买, 各种琳琅满目, 闲逛的时候, 陆涛还会故意逗他, 把东西抬高, 让他怎么都够不着, 气得成景追着陆涛要打他, 当看到陆涛把扫把当作佩刀绑在腰上, 手里还拿着一根扫把来回挥动着, 俨然像个无视, 乐得成景偷偷打开光屏偷拍下来, 陆涛发现后, 成景连忙乐呵呵地跑走, 他很新奇地逛着, 陆涛显然也对吉士很有兴趣, 甚至看到一个卖刀制品的摊子, 都忍不住住嘱, 成景对武器向来没有兴趣, 便道, 我先去前面看看, 陆涛点了点头, 叮嘱道, 不要走远, 成景慌了晃手腕, 开心道, 没事, 有光屏共享位置呢, 成景兴奋地左看右看, 很快就看到一跃让他感兴趣的摊子, 是一个卖真知品的摊子, 摊子上摆放的真知品都是人工编织的, 有一些真法成景也看不懂, 成景好奇问道, 您好, 请问这些漂亮的花纹是怎么织出来的呀, 对方是个很热情的人, 见他一副想学的样子, 便拿出特殊的勾针和线出来, 问道, 要不要试一试, 我可以教你, 成景眼睛一亮, 真的吗, 太感谢您, 刚准备接过来, 就听到不远处传来的喧哗声, 以及恐惧的尖叫, 成景还没反应过来, 又听到一声爆炸的响声, 惊得成景脸色发白, 中年妇女却反应极快, 手忙脚乱地收拾自己的摊子, 一边道, 东派的人来了, 小少尹快点离开吧, 这里很快就要乱了, 成景还没彻底反应过来, 中年妇女已经卷着大部分东西跑进了人流里, 等再一次爆炸声响起, 他才响起来要跑, 但是人流混乱, 他竟不知道该往哪里躲, 这时手腕震动了, 他慌乱地按下通话键, 乔景, 你在哪里, 我, 我在, 成景看着混乱的人流, 已经摸不清方向, 正想回答, 手腕上的指示灯却灭了, 信号中断了, 成景以为自己的光瓶快了, 正想回国回去, 不知道被谁撞了一下, 意识没站稳, 差点扑倒在地, 成景被带入了人潮里, 往一个地方涌去, 成景慌急了, 想往回走, 却怎么也走不出去, 身边的人脸上愤怒的样子, 把成景吓得更厉害, 他被人潮载着往前走了十几米, 看到了一片血色, 吓得成景慌万跑着, 别, 让让, 请让一下, 陆涛, 你在哪里, 我很害怕, 成景被迫带入战场, 庄方凶狠地厮杀着, 都打红了眼, 根本顾不上有没有无辜卷进来, 这时, 成景撞到了一个人, 对方看到成景, 也不管他是谁, 一把刀对着成景正准备劈下来, 成景眼见刀锋就要落在自己的脑袋上, 精力很想逃, 可双腿却像灌了签一样, 怎么样也挪不动, 他只能闭眼等死, 那一瞬间, 他脑子里一片空白, 没意想到的只有陆涛, 预料中的疼痛没有来袭, 身体反被拖了一下, 成景说得睁眼, 便看到绊抱着自己的人, 是陆涛, 劫后余生让成景松了口气, 刚想说话, 陆涛已经踢开两人, 道,我们快走, 之前成景怎么也冲不出去的人潮, 却被陆涛很快地轻出一条路来, 他迅速地带着成景安全到达边缘范围, 道,我们快回酒店, 成景盲点头, 正要跟丈夫一起走, 眼尾突然落在一个人影上, 下意识顿住了脚步, 陆涛注意到他没走, 回头看他, 问道,怎么了, 成景眼里满是恐惧, 指了不远处, 颤抖地说道, 老公, 那人是不是之前送我们来的司机, 我们能不能去救他, 乔景参与其他星球的派系斗争是很危险的, 成景担忧道, 但是, 这时陆涛的头突然一阵剧痛, 碰得陆涛忙捂住头, 老公, 老公, 陆涛, 看陆涛都没有回应自己, 成景轻晃, 陆涛并紧张地呼唤他, 你怎么了吗, 成景担心地摸着他的头, 陆涛闭了闭眼, 说道, 我, 我没事, 一边打开光屏, 迅速地点击什么, 一边说道, 我去救人, 两分钟内回来, 将成景往旁边通的摊子一推, 说道, 一躺在这, 千万别出来, 嗯, 成景颤抖地点头, 乖乖地躲在木质摊子下, 成景看到陆涛逐渐走远的身影, 愣了愣, 心想, 怎么感觉陆涛怪怪的, 好像有哪里不猜对, 看到丈夫跟人搏斗, 他才明白为什么陆涛被称作战神, 成景都没看到他的动作, 他就已经到了司机身边, 并迅速地结束完搏斗, 陆涛突然听到一声救命, 转头看过去, 脸色骤变, 眼睛里竟带了些恐惧, 成景被一个人追赶着, 那人举着刀就要往成景踢下去了, 成景分离地跑向陆涛, 而这次, 陆涛因为距离太远, 根本来不及救他, 成景绝望地闭上了眼睛, 陆涛飞奔过来, 手肘撞向对方, 一脚将对方踢飞, 把成景抱在怀里, 成景早已吓得不敢动, 紧闭着眼睛, 直到陆涛说没事了, 成景睁开眼帘, 便看到形状优美的下巴, 以及让自己心动万分的猴杰, 成景几乎无法想象距离那么远, 陆涛是怎么过来救下他的, 他耳边的喊叫声都听不到了, 注意力都放在男人身上, 陆涛将成景颇抱起, 快速地往前走, 受伤不清的司机跟带身后, 大概是看到司机跟着他们, 所以另一叫派的人, 也把他们当成了敌人, 不时有人举刀朝他们砍过来, 陆涛连眼都没眨一下, 轻易就把那些敌人打倒在地, 也没耽误前行的速度, 过了几分钟后, 终于看到酒店的高楼, 路边的商店都演上了门, 酒店的安保也拿着武器严阵以待, 看清成景和陆涛是他们的客人时, 才打开防弹玻璃门让他们进去, 成景被放直沙发上, 他正想说话, 陆涛已转过身, 让负责人找人救治司机, 一边打开光屏, 迅速地点击着, 没意会, 对面就有声音传来, 这里是72星球军部联络处, 陆涛上将, 请问有何指示, 陆涛眼底泛着冷漠的光芒, 周身气场强大, 俨然像以往那和扑狗言笑的军人, 他道, 军部人员集结待命, 准备好除暴装备, 我15分钟后道, 戳完利落地切断通讯, 看到他往外走了身影, 成景急忙追了上去, 抓住了男人的手腕, 陆涛, 男人顿了顿, 回头的时候, 眼神冷漠地让成景浑身一颤, 以为看到了失忆前的陆涛, 什么事, 成景小声道, 你要去哪里, 独指暴乱, 被拽住的手轻易地被抽回了, 成景愣了愣, 外面很危险, 你待着, 优下这两个字, 鲁涛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, 鲁涛的背影透着一股坚定和决绝, 似乎完全不会将危险放在心上, 成景感到有些不安, 他刚刚看我的眼神和失忆前一样,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, 不会的, 是我想多了, 这时, 手腕上通讯器视讯请求的声音响起来, 刀了, 是哥哥, 他还不知道我在这里, 成景连忙趴了下脸, 他起精神来, 不要被哥哥发现了, 这台按下了接听键, 光平亮起, 哥哥满脸担忧问道, 小景, 你和陆涛是不是带日照星球, 成景的谎言还没准备起, 就被他说破了, 惊恶道, 哥, 你怎么知道, 程旭皱起了眉头, 说道, 你们跑到那么远的地方去, 为什么不跟我说, 我听说那里发生了暴乱, 已经危及到你们住的地方, 你有事没, 要是以前成景肯定会和哥哥哭诉一般, 现在他已经懂事了, 摇头说道, 我们一直待在房间里, 没有出门, 所以没有遭遇什么, 话音刚落, 他就听到一声熟悉的吃笑, 燕七出现在屏幕上, 还道, 啪晃, 我在刚刚传来的监控里, 看到你们的身影了, 成景看到燕七, 又惊讶又疑惑, 你怎么跟我哥在一起, 我哥知道这件事, 是你说的, 程旭却顾不上这些, 问道, 乖宝, 你老是告诉哥哥, 你有没有受伤, 没有受伤, 真的没有, 成景只得站起来, 在屏幕面前转了个圈, 你看, 全虚全尾的, 程旭显见地松了口气, 那就好, 成景想到陆涛刚才的态度, 经历有些发慌, 脸色露出一些愁苦的情剧来, 哥, 你说陆涛他, 该不会提前恢复记忆了吧, 哥, 你说陆涛他, 应该不会提前恢复记忆吧, 程旭沉默了一下, 还道, 为什么这么问, 他刚刚出去时的样子, 跟以前好像, 成景心都乱了, 满脸忧愁, 又自我安慰道, 应该不会的, 田七医生从来没有误诊过, 他说六个月就一定是六个月, 还有两个多月呢, 成景眼底又浮现出一点茫然来, 人就算失忆了, 性格应该也不会变得很厉害吧, 程旭满肚子只有泼冷水的话, 但面对这样的地比, 又不忍心说出来, 含糊道, 应该是的, 成景眼睛余亮, 对啊, 都是一个人, 性格肯定不会变得太厉害, 哥, 他失忆后, 会不会, 会不会他原本也是喜欢我的,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, 程旭终于有些看不下去, 道, 那他之前为什么不表现出来, 或者, 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事, 让你确信他是喜欢你的, 成景悲温地愣住了, 燃起的一小偶魔火焰瞬间被浇灭了, 成景脸色浮现出难不来, 但仍旧想挣扎下, 也许他内心深处, 是有那么一点喜欢我的, 不然的话, 为什么失忆后对我那么好呢, 他没有以前的记忆, 有时是顺着他, 他对你的观感当然不一样, 成景争了一下, 惨笑道, 这啊, 在他的记忆里, 我没有伤害过他, 没有伤害过他的家人, 程旭不忍看自家地毕这样, 打断他的自言自语, 道, 乖宝, 别难过了, 好好度过这两个月吧, 未来你并能碰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, 都有一段真正的感情, 不可能了成景摇摇口, 难难道, 我被他打上了印记, 这辈子心都在他那里了, 别说我了, 哥哥, 你还没告诉我, 你怎么会跟燕小七在一起, 程旭还未回答, 燕七一笑了起来, 笑容中带点得意, 你觉得呢, 程旭连忙说道, 因为某些原因, 我现在在帮燕七工作, 成景故意有他, 道, 原来是这样, 哥, 真是委屈你了, 居然要为他工作, 燕七挑了下眉, 为我工作怎么了, 现在还是你哥上班的时间, 挖了手, 拨完, 他的一声挂掉了电话, 辛苦, 我哥了, 要忍受那样的暴脾气, 这时, 燕七办公室内, 燕七将程旭抵在桌上, 说道, 我说过给你十分钟的时间, 早就已经超过了, 你是不是还不满足于指示跟他聊聊, 还想立刻飞过去见他, 当然, 燕七满心都是极度, 捏住了程旭的下巴道, 想得美, 燕七松开手, 有些气急败坏, 别忘了, 你现在的时间都是我的, 我让你去哪里就去哪里, 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, 说着将程旭反身压在桌上, 下身抵住他的后腰, 感受到他的变化, 程旭慌张道, 你, 你别乱来, 这里是办公室, 燕七靠近程旭的时候, 连呼吸都有些急乱, 以后不许再叫他乖宝, 让我再听到一次, 我道你下不了床, 程旭无语道, 你怎么这么幼稚, 他是我弟, 我不管, 你眼里心里只能只有我一个人, 说着将自己的情绪, 全都释放在程旭体内, 回到房间, 程景坐在沙发上等陆涛回来, 等着等着, 不知不觉就在沙发上睡过去了, 他是被门打开的声音惊醒的, 愣愣地搞不清状况, 等看到近来的人是陆涛后, 整个人瞬间变得清醒, 开心地叫了声陆涛, 肥快地朝陆涛奔去, 将他紧紧地抱住, 道, 你总算回来了, 没有受伤吧, 闻到熟悉的味道, 程景只觉得心中激荡, 一时都没有留意到, 抱着的身躯有些微僵硬, 没有受伤, 程景惊呼喜极而泣, 那就好那就好, 我太担心你了, 真怕你出什么意外, 怎么样, 暴动已经解决了吗, 陆涛道, 解决了, 他从怀里抬起头来看他, 眼力满是关怀, 我要吓坏了, 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场面, 太可怕了, 韦音轻颤, 又忍不住渴求, 老公, 亲亲我, 不等陆涛回应, 已将嘴唇贴了上去, 像受伤了小兽一样, 渴望着男人的亲吻, 忍不住主动伸出舌头, 进入对方的嘴里, 唇齿轻易被他撬开, 但程景只亲吻了一圈, 整个人就被推开了, 陆涛动作不大, 只是将两个人的距离稍稍分离, 程景不解道, 怎么了吗, 陆涛摇头道, 我去洗澡, 程景看他走的不是浴室的方向, 连忙道, 浴室带那边, 陆涛奔了顿, 赶快又继续往卧室前行, 真体有些僵, 说道, 我去拿衣服, 看到陆涛抖出来的身衣, 手上果然拿了一条内裤, 程景终究按耐不住, 自己心底的渴望, 几步追了上去, 从后面抱住男人的腰, 便夹在陆涛背上轻易腾了腾, 撒娇道, 我跟你预期洗好不好, 我帮你洗头发, 帮你脱背, 陆涛沉默了一瞬, 抬道, 好, 程景欢喜的几乎要跳了起来, 我先去放水, 浴缸极大, 程景将水温调节好了, 便开始放水, 回头却发现陆涛还站在原地, 根本没有脱衣服, 程景迎获道, 不脱衣服吗? 程景迎获道, 不脱衣服吗? 陆涛听后, 有点不自在地开始脱衣服, 看到丈夫裸露出来的胸肌, 程景脸色红成一片, 也低头开始脱身上的衣服, 颜威扫向丈夫, 发现他脱完了, 已经打开花洒, 正站在那里淋浴, 程景问道, 胡泡澡吗? 或论你自己泡巴, 程景怀疑丈夫是被吓到了, 或者觉得自己先前不乖, 所以在生气, 不然态度实在是太奇怪了, 甚至还有些冷漠, 他连忙走到陆涛面前, 有些可怜巴巴地问道, 你是不是在生我的气? 陆涛没搭话, 程景愈发觉得他带生气, 连忙抱了上去, 他感觉到对方浑身有些僵硬, 但并没往心里去, 解释道, 这次是突发状况, 我联系不上也找不到你, 还被人推着往前走, 过名其妙就卷入了混战, 想到那一幕, 程景浑身微颤, 这里的人太可怕了, 陆涛道, 以后不再发生这种事就好, 程景感觉对方又握住自己的肩头, 似乎想要分离开, 心想, 还是生气吗? 没有办法了, 他想都没想, 就蹲下了身, 太多平凡倒也让程景没那么害羞了, 这种事更不是第一次做, 下身传来的感觉, 让陆涛脸色一变, 瞳孔一震, 伸手想要推开他, 但程景抬起头, 大眼睛里满是渴求, 说道, 我不怕死, 就怕待也见不到你, 说完继续撩拨, 陆涛的手最终缓缓拳了起来, 我想要你, 陆涛这次没说什么, 轻轻摸着程景的头, 享受着他, 浴荡里的水早已满出来了, 程景连忙去关了水, 还弯腰去世水温, 程景刚想要站起来, 腰身却被陆涛抓住了, 男人绷着脸, 只顾重重地在程景的纹身处蹭着, 程景不明所以, 想要转身, 飙身却被对方透住了, 半扁也动不了, 只能费力扭头道, 等什么了, 之前你每次见到他, 不都很兴奋吗? 看到陆涛突然走出浴缸, 慌了程景, 忙抓住他的手说道, 你要去哪, 我们还没结束呢, 过了几秒, 陆涛才道, 去拿小蓝盒, 程景迎获道, 最近你不都是不让我用吗? 随后害羞地低下头, 再说了, 带来的已经被你用完了, 还没来得及买轻的, 陆涛听到这话, 脸色有些发飞, 一脚踏进浴缸里, 将程景推倒, 乌身亲吻了他, 今天的陆涛动作非常激烈, 不停地撞击程景, 程景的求饶没有半点效果, 陆涛还是带猛弓, 程景搂紧了男人的脖子, 忍不住小声道, 我好喜欢现在的你, 陆涛道, 有多喜欢, 程景欢愉道, 比以前的你更喜欢, 次日, 程景是被清醒的, 昨天被折腾得太厉害, 对后怎么瞎的都不知道, 程景睁眼就看到了陆涛英俊的颜容, 但对方的脸色却满是闷闷不乐, 程景有点猛, 问道, 怎么了吗? 发出声音来才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沙哑, 陆涛似乎更气了, 翻身将他压带身下, 往他的嘴唇上轻咬了一下, 手往程景身上探入, 程景的脸色红了起来, 轻轻推了推他的胸膛, 结巴道, 昨天晚上, 昨天晚上没有尽兴吗? 陆涛脸色一飞, 声音有点冷, 昨天晚上做了几次, 程景有些莫名, 两次啊, 你不记得了, 你昨天晚上, 好兴奋啊, 我都没想到你会这样, 陆涛一把掀开被子, 道, 我看看, 程景还没反应过来, 已经被摆成了跪趴的姿势, 害羞道, 你, 你别这样, 看得陆涛眼眸发暗, 两促火苗情不自禁地冒了出来, 程景羞涩问道, 是不是肿了, 是肿了, 陆涛神色不明地回答了一句, 程景红着脸道, 那就放开我呀, 今天, 今天肯定不行了, 被松开前之后, 程景爬了起来, 好好的往陆涛的嘴唇上清了清, 软绵绵说道, 等好了, 我们再好不好, 陆涛盯着他, 捏了捏他的脸颊, 闷闷地说了一个好字, 一眼坐在不远处的程景, 点了加密模式才接了通讯, 不知道费力说了什么, 陆涛紧紧只问了一个字, 就切断了细泡, 程景看着他紧绷的面容, 又担忧起来, 怎么了, 军部有什么事吗, 老公, 是不是你在日照星球上做的事, 违背了军人的法令, 陆涛紧抱着程景, 安慰道, 没什么, 只是有点事, 需要过去一趟, 没事就好, 程景没带过问, 事实上他这样引经越界了, 以前他从来不敢过问陆涛工作上的事, 回到家后, 陆涛换了身衣服, 跟他打过招呼便离开了, 贝里一天来飞船带门口等待他, 两人直接去了军部医院, 田契医生调出一个屏幕, 短头看向陆涛, 说道, 前几日我监测到您的脑部数据有异常, 陆涛上将, 请问当时是发生了什么意外吗, 他前天跑出来过, 陆涛没有说明是谁, 但他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谁, 气机是什么, 陆涛深吸了一口气, 缓缓到, 气机是带我绝望的时候, 那时我亲眼看着小景高于危险, 对发现自己来不及救他, 他跑了出来, 重新占据了身体, 并以0.01秒之差, 以不可能的速度奔向小景, 将他从刀下救了出来, 这时候本排觉得, 我终究是不如他, 直到第二天睡醒之后, 我才清醒过来, 又变成了我自己, 我先是庆幸, 内心满是失而复得的欢喜, 但看到他身上的痕迹, 又是极度, 不是说好的对伴侣冷漠, 以及冷暴力道对方, 都要申请离婚的地步吗, 怎么干得出来这种事, 对后变成了深深的懊恼与难过, 询问基本上已经结束, 陆涛站了起来, 和全妻医生告别后, 跟费里一起往外走, 脑中回想着痕妻医生的话, 处局显示, 您脑内的毒素正在加速溶解, 或许不到两个月, 他就会真正地回来, 那么短的时间, 陆涛有些争冲, 走到无人的走廊上, 陆涛道, 陆涛的婚姻关系, 听到这个问题, 贝里并不吃惊, 平静道, 您终于忍不住问了吗, 陆涛道, 我之前不问, 不是因为不关心, 而是我自己把事情了解得差不多了, 而且我现在看到的小景脾气变得很好, 温和又有礼貌, 而且还很辛苦, 学习了手艺, 还很可爱, 挡到小妻子, 陆涛语气都情不自禁变地柔和了起来, 贝里听到后面几个字, 嘴角微微抽了抽, 很快又恢复原状, 我觉得程先生的这些转变, 之前的上将大人应该也都看在眼里了, 陆涛眯起了眼睛, 然后呢, 他就无动于衷, 也不算, 贝里想了想, 还道, 事实上, 最开始程家是要被驱逐出帝国星球的, 当然, 这其中并不包括程先生, 之前的上将大人听闻后, 去找了刑法部长, 陆涛挑了下眉头, 有斯, 奶奶, 恩, 之后这个案子获得了重审, 粘在他们室出饭, 并且被帝国星球的经济做出过一定贡献, 他有了后面的裁决, 如果不是程老先生得了病, 他们现在应该能体面的生活, 鲁涛还是有些不满, 生病的事他不知道吗, 后来才知道的, 贝里继续道, 不过我认为面对曾经为难胁迫他的人, 上将大人不落井下石, 已经算是很道德了, 并且程先生也没有向他开口, 鲁涛继续问道, 我不明白, 乔景明明那么爱他, 已经忍受了七年, 怎么会突然起离婚的心思, 这个我也不知道, 鲁涛皱了皱眉头, 语气不善, 哦, 那我懂了, 那个家伙, 不会是在外面出轨了吧, 小居场, 公涛在门外偷偷看着小妻子, 程先生在病房内休息, 小妻子也是累得趴在床边睡着了, 看到程景什么也不想告诉自己, 自己一个人扛着, 满是疲惫的样子, 鲁涛深深叹了口气, 将外套脱下来, 轻轻盖在程景身上, 也许感情总是会这样充满了误会和错过, 外套刚要盖上, 都看到程景似乎要醒过来了, 光得陆涛一把抓起自己的外套, 飞快往外逃走, 醒来的程景一脸泥泥哭哭, 心想, 咦, 刚才是不是有人转头望向门口, 却是空荡荡的, 陆涛语气不善道, 那个家伙, 不会是该外面出轨了吧, 请您不要这样猜测您自己, 上将大人的私生活非常干净, 从未跟人有过暧昧, 更别说越轨的行为, 他其变不是好的伴侣, 也绝对是忠诚的伴侣, 听到这个回答, 要不是自己能力出众, 陆涛简直要怀疑过去的陆涛是不是不觉, 陆涛诱道, 那就趁我消失前, 把账户里的余额全部转给小景, 这行不通, 上将大人, 大笔余额地转出需要财政机构的审核, 流程冗长耗失旧, 那如果我想跟小景开通联名账户呢, 如果离婚申请被审核通过的话, 联名账户也会自动取消, 以程先生的性格, 怕是不会趁机转移民财产的, 确实不会, 程景笑道, 日照星球可好玩了, 改天我把特产水果带过去给您尝尝, 陆涛回到家时, 程景正在和他爸爸视频, 他一把搂住程景的腰, 您回来了, 嗯, 才一会儿不见, 我好想你, 陆涛习惯性对程景亲了亲, 老丈人尴尬地出声道, 不用拿太多, 我一个人也吃不了多少, 剩下的给你哥送去些, 可是哥哥好像很忙的样子, 一直不接我的联络, 也不知道他在燕小七那里到底做什么, 程征脸色一变, 你说的是, 燕七, 父亲的反应让程景有些摸不着头脑, 对啊, 程征紧紧地盯着他, 什么时候跟你说的, 就前几篇, 这时陆涛突然恢复主人格了, 放在程景腰上的手缓缓戳回, 程景紧张道, 爸爸, 怎么回事, 我哥跟燕七怎么了, 难道燕七不是好人, 会欺负我哥, 程征许久抬叹了气, 没事, 乖宝, 爸爸想休息一会, 先挂了吧, 程征原本浑浊的眼睛显得更灰暗了, 整个人颓废到了极点, 陆涛看到程征的状态, 转头打开光屏不知道点击什么, 程径只能到, 那您记得每天按时吃药, 保持足够的休息时间, 如果觉得无聊就出去走走, 程征盯着他看了一会, 排到, 乖宝, 以后你要好好生活, 嗯, 我会的, 我现在可努力了, 陆涛在刚刚的时间里, 已经用隐藏的光屏查询了上次没来得及查的事, 状况基本上已经了解了, 毒素导致衍生人格产生占据我的身体, 而我现在只能间接性恢复, 这些都不算问题, 我更在意的是, 衍生人格和程径之间的关系, 他们似乎特别亲密, 挂掉视频后, 程径坐在丈夫腿上, 伸手准备脱掉陆涛的衣服, 陆涛忍不住开口, 你在干什么, 帮你脱外套啊, 不是你每次回来都缠着我, 要我帮你脱吗, 陆涛假意道, 除了帮我脱衣服, 还有什么, 啊对了, 还有这个, 程径深深亲吻了陆涛, 唇舌交缠了许久, 直到喘不过气了台聪开, 程径忽然道, 你在卧室外面等我一下, 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, 陆涛正正地回了好, 你喜, 喜欢吗, 听到声音, 陆涛抬头望去, 程径性感清凉的装扮映入眼帘, 陆涛有些吃醋, 忍不住清喝一声, 他们玩的花样倒挺多, 程径露出他性感的美背, 大大的眼睛看向陆涛, 柔妹笑道, 丁婉要来点兔兔吗, 一边晃啊晃, 臀上的兔球球, 臀上的肉随着白色的球一起动着, 陆涛盯着程径一会儿, 没说话, 推着他走到床边, 将程径裹得严严实实的, 程径愣了愣放, 你, 你不喜欢啊, 陆涛没回答, 直到, 把衣服换回来, 耳朵却扑金红了起来, 看到陆涛一点反应都没有, 程径沮丧地摘掉兔耳朵, 这时, 机器员走了过来, 欢喜道, 主人您好, 您回来了, 程程刚才在帮小主人准备晚餐, 还没来得及向您问好, 你好, 程程, 听到这句话, 程径整个人证了一下, 失忆后的陆涛从来不会这么正经地和程程说话, 只有失忆前的他, 还会和程程说你好, 难道他恢复记忆了, 程径心中对陆涛施狗恢复记忆是忐忑不安, 于是在陆涛再次进行身体检查时, 陪他一起来到军部医院, 等陆涛进去检查室后, 程径找到了甜妻医生询问状况, 程径紧张道, 我想知道我丈夫有没有提前恢复记忆, 或者是间歇性地偶尔恢复一下, 烫将大人在逐步康复中, 身体的记忆可能会先一步粗醒, 您并不需要担心这是正常现象, 程径眼眸里的光慢慢地暗淡下来, 您的意思是, 他很快就会恢复如常了是吗? 是的, 程径勉强扯了扯嘴角, 嗯,挺,挺好的, 他许久都没说话, 沉浸在自己的恐慌中, 田妻站了起来道, 程先生, 我要去查看一下我的病人, 您就在这里休息, 等陆涛上将来找您吧, 好, 谢谢, 程径现在连动一下都变得困难起来, 经历只觉得难过, 我就快要失去陆涛了, 泪水不受控制的隐瞒眼眶, 程径机械性地点开了自己的光屏, 他下意识地点开系统里的申请明婚选项, 温馨提示的下面便是申请的按钮, 程径呼吸一乱, 手指发抖, 几乎要控制不住地点上去, 就在这时, 真后传来一声一响, 吓得程径连忙关掉光屏, 看到一个受伤的小孩, 欠和皮塔塔站在门口, 程径踪了口气道, 你还好吗? 你的伤不要紧吧? 你不要过来。 程径温柔笑道, 别害怕, 哥哥不是快人, 让我帮你包搭伤口吧, 塔塔一阵无语, 一个二十多岁的小鬼, 别在我面前自称哥哥, 不过看来他确实没有恶语, 程径仔细地给塔塔处理伤口, 塔塔心想, 要不是我受了伤, 没办法隐身跑走, 我才不会让他碰我, 突然, 门被强势推开, 一队警卫队冲了进来, 七八只枪口正对着他们, 刺杀总务大臣的刺客和他的同伙, 确认抓获, 程径睛的眼睛都瞪直了, 心想, 他在说什么? 刺客, 这个孩子吗? 程径连忙辩解道, 我不是, 我没有, 姐二话不说, 直接扣住了他们, 这时, 乌涛走来, 卸掉扣着程径的手, 将他护在身后道, 我的伴侣有什么异常吗? 上将大任, 您的伴侣涉嫌与同伙刺杀总务大臣, 我们需要将他带走进行审问, 程径小声辩解道, 我没有, 我不认识他, 我只想帮他包搭伤口, 路涛看了他一眼, 严肃道, 以我原点, 你现在是嫌疑员, 分明于以前的路涛一样, 冷漠, 无情, 对我充满了厌恶, 我们去外面说, 路涛同警卫队一起走了出去, 临走前, 偷偷瞥了一眼城景, 斗廊上, 路涛道, 我可以保证, 我的伴侣没有任何问题, 上将大任, 我们只相信眼见为实, 这次的资客狡猾奸诈, 您的伴侣有可能为了让您大意, 诡装善良, 我和他共同生活了七年, 比你们更了解他的为人, 不需要你们随意揣测, 他是一个单纯善良, 并且懂得感恩的人, 我相信我的伴侣说的每一句话, 我以我的军衔担保, 如果他有任何问题, 我与他同罪, 这, 既然上将大任这么说, 我们就先压欠合体归案, 等调查完监控, 有结果了再来找你, 嗯, 一看到路涛, 乘警紧张道, 路涛, 你是不是, 亏负机翼了, 一旁的莫斯大将笑道, 不是这样的, 都涛的情况有些特殊, 现在告诉你也无妨, 他受虫族毒素的影响, 激发出了第二人格, 性情大变也是因为这个, 不过毒素正在消退, 他暂时恢复成了主人格, 根据数据显示, 距离第二人格彻底消失的时间应该很近了, 城景根本听不下去他后面那些话, 南南说道, 第二, 人格, 这几个字在城景的脑海里乍响, 只他整个人都呆愣住了, 那个喜欢我, 包容我的路涛, 会消失, 莫斯看他反应太大, 也知道他受到的刺激不小, 微笑道, 路涛, 还是你自己好好解释一下吧, 我先回去了, 路涛对他行了个军礼, 等莫斯出去后, 才将雾光落在伴侣的脸上, 城景恰好朝他看了过来, 先前眼眸里的依恋都干去, 我原本以为失忆后的路涛能喜欢上我, 是因为他对我也有感情, 等他恢复之后, 我或许可以好好争取一下, 现在, 我才彻底明白, 这是不可能的, 失忆的路涛之所以会爱我, 宠我, 只是因为, 他不是路涛, 一股难受到, 要撕裂心脏的感觉起来, 使他的脸色都变得苍白起来, 终于忍不住开了口, 是原来的, 我没有你们相处期间的记忆, 路涛突然开口, 声音跟以前一样冷漠, 点上半点表情也没有, 让人简直无法回想, 这张脸上原本也是会露出灿烂的笑容, 所以他的行为, 你不用按在我的头上, 熟悉的感觉回来, 城景再无怀疑, 他慢慢收回视线, 许久抬小声道, 我不会, 路涛道, 回去吧, 城景浑身有些无力, 不知道是因为先前的害怕导致的, 还是后面的真相造成的, 所以走得很慢, 路涛看了一眼, 也放慢了步调, 一直保持走在他前头两三米远的地方, 城景失魂落魄地跟在路涛身后, 他们走到停车场, 费离已经在那里等了, 属于上将大人的飞船, 也一打开舱门, 城景以为又是费离送自己回去, 却没想到路涛先上去了, 城景反倒扔了一下, 然后抬起脚往上走, 一个阶梯没抬稳, 整个人往前摔去, 眼见就要摔倒了, 一条手臂稳稳地搂住他的腰身, 将他揽在怀里, 熟悉的气味带着温热的气息, 城景下意识想要露出笑容, 抬起头对上对方冷漠的神情时, 正要上扬的嘴角一僵, 不等对方松手, 板道先主动退开对方的怀抱, 一下头轻声道, 谢谢, 路涛断紧了手指, 视线落在他苍白的脸颊上, 道, 保浩看路, 语气并不严肃, 好, 城景坐在座位上, 男人坐在他旁边, 虽然是并排的两个位置, 但却疏离得仿佛陌生人一般, 以前就是这样, 路涛总是冷漠拒绝我的靠近, 无论我用什么方式都不行, 过去我经常觉得委屈, 但现在, 我却不觉得委屈了, 我现在, 好想他啊, 等飞船降落到家中的庭院, 路涛率先抖出了飞船, 他站在地面上后, 似乎迟疑了一下, 还转过身, 朝正低着头的城景伸出了手, 蝉扶伴侣这种事路涛从未做过, 他觉得完全不需要, 历经影前的婚姻生活, 他并不想多见自己的伴侣, 每见一次, 换来的只会是失望, 直到两年前他才看到城景的变化, 是那种自己希望的改变, 所以他也有尝试过缓和彼此的关系, 但性格使然, 还有任务繁重, 还能展现出来的并不多, 这一次伸手, 对他来说, 已经算是有非常大的突破了, 若是影前, 城景自己都可以想象到, 他看到这个举动会多么吃惊和惊喜, 但现在, 他无视了, 倒不是故意无视的, 他现在心里很乱, 真相对他打击颇大, 让他几乎无法接收什么外界的信息, 就算下飞船也是机械性的往下走,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, 不要摔倒, 不要再在对方面前触丑了, 等到了地面, 城景突然想到了什么, 这才抬起头来, 再一次看到陆涛, 背上他的视线, 陆涛心里突然狠狠地痛了一下, 城景的眼神不对劲, 他的眼中没有光, 城景顿了顿, 才道谢谢你送我回来, 捉完不等回应, 又继续往里走, 真正的陆涛是不会喜欢待在这个家里的, 以往每次回来都能看得出, 他有多不情愿, 城景正要想着, 走上几步就听到跟上来的脚步声, 他问道, 还有什么事吗? 城景, 我们谈谈, 城景平住了脚步, 道, 去哪里谈, 陆涛沉默了一瞬, 我是吧? 好, 到了卧室, 城景本能的拳起腿坐在床上, 还抱着被子, 见陆涛还站着, 尴尬道, 随便坐, 陆涛找了张丹仁沙发坐下, 城景已经忍不住开口, 他, 什么时候能回来? 陆涛心里泛起微妙的妒忌, 但语气并不激烈, 降师在阐述事实, 我才是你的伴侣, 城景还在悄悄绣纹被子上残留下来的陆涛的味道, 闻言道, 我不明白, 开始是说诗意的, 为什么又变成了两个人格, 你不是接受得很好吗? 现在已经能虚分出我们了, 城景愣了愣, 他的话怎么有点像是, 指责, 甚至还有点醋味, 但他很快又否认了这个猜测, 不会的, 陆涛并不爱我, 不会吃醋的, 明明说还有两个月, 为什么, 时间又不多了呢? 听出他语气里的失落, 陆涛心里的妒忌几乎要压制不住, 冷酷道, 因为我已经选择抹杀衍生人格, 城景震惊地盯着他, 师生道, 抹杀, 陆涛道, 没错, 手术在十天后进行, 十天, 只有十天, 爱我的陆涛就要永远消失了, 如同梦幻泡影一般, 陈涛难过的小声道, 就没有什么办法能留住他吗? 一股强烈的酸味溢满心头, 倒让他自己都吃鲸鱼, 他居然有这么浓的嫉妒心, 但那种情感根本压抑不住, 上将大任放弃了离开的计划, 像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一般, 走到陈涛面前, 医生问道, 所以你更喜欢他? 陈涛已经将脸埋在被子里, 肩膀一抽一抽的明显正在哭, 一想到他是为谁在哭, 陈涛心里很不适滋味, 他曾盼过陈涛赶紧去找下一个, 但没想到, 他真的有疑亲别恋这个趋势后, 自己居然会如此恼目, 他明紧眉头, 正想去碰陈涛, 眼前却猛然一黑, 一股强烈的意识在跟他争夺, 他拼命想压制下去, 但不知道为什么, 明明自己的精神力忍强于对方, 他却还是被打败了, 陈涛并没有听到陈涛最后问他的那句话, 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悲伤里, 那个贵亲吻我, 会抱着我, 会笑着捏我脸颊, 会陪我一起去旅游的陈涛, 要彻底消失了, 泪水决堤一般流了出来, 在陈涛快要忍不住自己抽气的声音时, 一只温热的手掌摸上了他的后颈, 另一只手抬起他的脸颊, 泪眼模糊中, 陈涛看到了笑容灿烂的陈涛, 脸颊被捏了捏, 对方清了清他的泪水, 医生道, 宝贝哭什么啊, 陈涛过到陈涛旁边, 轻声道, 你这么哭, 我会心疼的, 泪水戛然而止, 陈涛呆了呆, 有些不确信, 真正的陈涛绝不会来哄我, 所以现在, 煞爱我的陈涛, 陈涛愣了一下后, 迅速地搂住对方的脖子, 他搂得急紧, 恨不得让两个人如为一体, 泪水掉得更肆意, 陈涛呜咽道, 老公, 是老公, 陈涛正了正, 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散去, 你已经知道了, 陈涛吸了吸鼻子, 委屈地安了一声, 又将头埋在他的脖子处,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, 一点都不想, 为什么, 为什么你会消失, 为什么, 陈涛勉强笑了一下, 亲了亲他的额头, 道, 因为我本来就不该存在啊, 他最开始知道这件事也是大受打击, 看着光屏上的时间, 不知道这次出来能停留多久, 我原本就是陈涛身体里的一部分而已, 只是因为特殊的巧合, 才被激发了出来, 隔一宝贝, 你不要伤心, 你不是他, 陈涛哭得更凶了, 他才不会爱我, 所以你不是他, 我不要你消失, 陈涛无奈笑了笑, 捧住他的脸道, 但我们只有一句身体, 还是你觉得我宣兵夺主比较好, 让他彻底消失, 陈涛被这句话惊得愣了愣, 下意识摇了摇头, 但很快又止住了, 陈涛却看穿了他的心思, 低头笑了笑, 吻了吻他的嘴唇, 所以你别伤心, 乖乖的, 让我多陪你几天, 陈涛有些惊讶, 你知道他要抹杀你的事, 他, 他说十天后动手术, 我知道, 成井急了, 那你就答应了, 为什么要答应, 他, 他也好冷漠, 怎么可以做这种事, 明明还可以再等两个月, 等不了了他的精神力越来越强, 我失去了身体的控制权, 即便他不选择动手术, 我也存在不了那么长时间, 陈涛指了自己的脑子, 我的存在源于虫足的毒素, 毒素残留的越少, 我的存在就越弱, 陈涛突然难受的捂住了头, 成井慌召道, 怎么了, 身体哪里不舒服吗, 呼, 陈涛轻笑出声, 被我吓到了, 没事, 我逗你玩呢, 成井脑的炸毛, 坏蛋, 你居然还能笑得出来, 生气地锤打陈涛, 可以想到陈涛, 还有止不住伤心流泪, 你都快要消失了啊, 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, 但你这几个月的经历, 你的思想, 就都不存在了啊, 陈涛轻心擦拭成井的眼泪, 抱着他轻声道, 不是还有你吗, 你会记得我的存在, 对不对, 好了, 别再哭了, 陈涛突然捂住他的眼睛, 在他耳边低声笑道, 你说, 我这样挡住你的眼睛, 不让你看到我的脸的话, 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在出轨, 这句话刺激得成井浑身一颤, 一股难以言译的感觉涌上心头, 又羞耻, 又刺激, 又慌乱, 他吓得去抓陈涛的手, 一边否认道, 不是, 不是出轨, 我没有出轨, 陈涛话笑道, 可我跟他不一样, 是吗, 成井若犹豫了, 自己也分不清现在这种行为是什么, 最后委屈到几乎要哭出来, 没有, 吻得扑进陈涛怀里, 紧抱住他, 你们, 你们只是对我的态度不一样, 和心理并没有什么不同, 推引我不算出轨, 陈涛见斗他斗够了, 终于收起了恶劣的心思, 笑道, 好,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, 陈涛安抚着成井, 惊想, 这次转化, 间隔的时间更短了, 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, 可能很快就再也回不来了, 对了, 白天被抓走的那个小孩,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, 他是嵌合体, 一种人类基因与动物基因融合的实验体, 115年前, 医学家们曾经度过相关实验, 不过后来都失败了, 嵌合体实验政府严令禁止, 说明有人在背后偷偷研究, 他想做手术将我抹杀, 让身体稳定下来, 大概也是为了完成, 揪出母后黑手的任务, 不要, 陈涛一听到抹杀, 这两个字就觉得心惊肉跳, 下意识去抱陆涛, 陆涛正想揽住他, 身体却一晃成井担忧道, 怎么了, 是他, 他又回来了, 在对上那双冷漠的眼眸时, 他都知道他真正的丈夫回来了, 成井点上的表情逐渐消失, 渴了被子低声道, 时间不早了, 睡吧, 戳完不等陆涛回应便躺下了, 陆涛看成井逐次明显的差别对待, 很是酸涩, 半小时后, 成井早已入睡, 陆涛静静地看着熟睡的成井, 内心满是极度与难受, 陆涛将手缓缓地伸向成井的头, 强抚摸他却又怕将他吵醒, 成井突然转过身, 许是闻到熟悉的味道, 习惯性地用脸嗑了蹭他的手, 看着成井的动作, 陆涛只觉得浓浓的醋意, 顾忌以及非伤涌上亲头, 自杀董吴大臣的杀手, 在昨日逮捕归案的途中脱逃, 估前警方已发出通缉, 全力追捕, 听到电视的声音, 成井慢慢清醒了, 机器人看到成井醒了, 欢喜道, 小主人小主人该起床了, 成城已经为您打开电视, 准备好了早餐, 成井看到旁边通荡荡的, 不像是有人睡过的痕迹, 心想他果然厌恶和我在一起, 呆呆地坐了好一会儿, 他慢慢从床上爬起来, 这是光凭响了, 这父亲医院打来的, 成先生您好, 您的父亲出事了, 请您现在马上到医院来一趟, 军玩对方的话, 成井脸色一变, 快速换好衣服就往外跑, 并赶忙联系了兄长, 确定兄长已经在医院里, 正跟医生了解情况, 他仿佛吃了磕定心丸, 没那么恐慌了, 成绪坐在床边, 吸了口气, 还道, 爸, 为什么要自杀, 成征这才轻轻抬了下眼皮, 声音干涩沙哑, 你为什么要厌气帮你, 成绪脸色一僵, 道, 那只是暂时的, 您怎么知道的, 前面他来看望父亲, 父亲都没跟他提这事, 还以为自己瞒得很好, 什么叫暂时, 一年, 还是十年, 或者是一辈子, 成征渐渐激动起来, 甚至坐了起来, 目瞪着他, 你根本被那小子于情未了, 是不是, 你一直不肯结婚, 就是为了要偷跟他待起, 对不对, 成绪有些不知道该往哪里辩驳, 只能道, 我没有对他于情未了, 也没有这样想过, 你不要再骗我了, 你根本就是喜欢他, 你想要什么样的人没有, 跟他能做什么, 他比你小那么多岁, 我一想到那小子在我面前发誓, 一定要将你搞到手的事, 心脏就疼, 我那会还笑他一想天开白日做梦, 却没想到, 没想到, 他脸色一变, 气到一口气都要接不下去了, 成绪连忙走过去顺他的背, 爸, 别气了, 您的身体要紧, 成征在注意到他脖子上某一处痕迹时, 更是气得气血上涌, 你要是心里还有我这个父亲, 就跟他断掉, 然后我们离开, 去别的地方, 看到父亲因为生气, 而一副要晕厥过去的样子, 成绪连忙道, 好, 我跟他断掉, 我们离开, 移开帝国星球, 古之医生笑道, 尽亏陆涛上将发现成先生的异常, 特意让秘书为他装了一只昂贵的心率监测器, 用来检测身体状况, 成继有些惊讶, 医生继续道, 如果不是陆涛上将, 很有可能成先生这次就救不回来了, 成继心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滋味, 低下头难难道, 好, 为什么要做这些, 医生笑道, 看来陆涛上将很爱成先生您呢, 对您的家人十分重视, 成锦心想, 会这么做的, 一定不是陆涛, 是第二人格, 父亲的情况了解清楚后, 医生便走了, 成继怀疑道, 你说要离开是真的吗, 真的, 你先躺下来顺口气, 我给您倒杯水, 成继重重地叹了口气, 嘚瑟道, 去儿, 你可不能走歪路啊, 眼妻那小子年轻, 性子又张狂, 这样一个人, 怎么会有真心, 程续压低了声音, 我知道, 我没有坐以待毙, 已经计划好了离开的事, 只是小锦那里, 成绅想到小儿子心里一阵酸楚, 一旦离开帝国星球, 掉回来就很难了, 如果把成锦一个人丢在这, 丈夫又不爱他, 他未来的日子想必过得很难, 父子俩都咬牙坚持下去的原因, 这个占了一大半, 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走, 他对陆涛一心疑, 要让他离开, 可能做不到, 成绅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的时候, 病房的门突然被推开, 成锦站在门口道, 我跟你们一起走, 声音有些颤抖, 却又很坚定, 九天后,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, 轻想, 既然他已经决定抹杀第二人格, 但我也就没什么留恋了, 成绪不知道地币拼到了多少谈话, 但看他神色茫然的样子, 只觉得心疼, 三人达成约定, 成绪带着地币离开了病房, 成锦回到家中, 开始做最后两个订单, 移开之后, 我可以申请虚拟店铺, 网络接单, 慢慢做出属于自己的品牌, 不能再让哥哥一个人操劳了, 我也要承担其养家糊口的责任, 傍晚, 机器人道, 小主人, 主人回来了, 一股强烈的欢喜感涌上心头, 成锦几乎是立刻放下手中的工具, 跑到玄关那, 看到一脸平静的账户, 经历那股喜悦, 出的散了, 笑容也僵在脸上, 沉默了几秒, 成锦还是忍不住问道, 他没有回来吗? 男人的表情好像有点难看, 可成锦仔细观察了, 又觉得应该是错觉, 陆涛突然道, 该回这里的, 难道不应该是我吗? 成锦愣了愣, 实在是想不到陆涛会这样问他, 他有点尴尬道, 也不是, 我没有那个意思, 陆涛走进成锦, 我才是你的伴侣, 连这句明明像是吃兔一样的话, 从对方口中说出来, 都带着一股冷漠的意味, 成锦忍不住道, 严格来说, 他也可以散, 陆涛直盯着他, 让成锦几乎不敢再对视下去, 匆匆别开头, 我该去做饭了, 转身往厨房走了两步, 很快又顿住脚步, 试探问道, 要留下来吃晚饭吗? 几秒后, 葡萄摁了一声, 脸色似乎有点羞涩, 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, 来到厨房, 成锦心想, 不知道他吃不吃得惯我做的菜, 帮他热一份营养汤记吧, 虽然不是期盼的那个人, 但成锦还是很认真的准备了晚餐, 成锦偷偷观察着丈夫, 主人格坐着的时候总是很板正, 腰身挺的壁直, 第二人格会松散很多, 有时候甚至会和我一起看三流弱智电视剧, 我已经能很好的区分他们了, 成锦有些拘束道, 吃饭了, 陆涛文言关掉光屏, 转头看到成锦身上的围裙时, 微微震了一下, 成锦注意到他盯着自己的围裙看, 下意识低头看了一下, 心想, 怕, 怕不喜欢这样的围裙吧, 可是第二人格很喜欢我穿, 甚至还让我只穿着他, 然后兴奋到把我压在料理台上, 要是以往, 我大概会马上把它换掉, 但现在, 换掉也没有用不是吗? 真正的陆涛不喜欢的是我这个人, 无论我怎么换, 都换不回他的真心的, 成锦微笑道, 可能不太符合你的口味, 如果不喜欢的话, 你可以喝营养汤剂, 成锦自认为贴心地将那碗汤剂轻轻推了过去, 却听到他说, 你也给他喝营养汤剂吗? 成锦愣了愣, 下意识摇头, 陆涛脑袋浮现出第二人格和成锦在一起的画面, 沉默了片刻, 开道, 我吃什么都行, 看着陆涛一筷子一筷子的吃饭, 成锦感觉有点奇怪, 心想, 他怎么好像, 专程回来吃饭一样, 是我想多了吗? 等到很晚, 陆涛还是没下来, 成锦便先去洗澡, 顺便给自己提前做了准备, 不知道陆涛这时候在干什么, 人格会不会转换, 说不定他已经回来了, 成锦拿了自己的睡衣出来, 选内裤的时候, 犹豫了一下, 选了一条带雷丝边的, 成锦悄悄地打开二楼卧室的门, 看了探头, 期待出现的是爱他的陆涛, 陆涛走了过来, 问道, 有事, 成锦疏得抬起头, 心想, 没有转化, 成锦顿时有些紧张, 哈, 那个, 忽然看到桌子上的珠子, 赶忙道, 我是想问, 这颗珠子为什么会在你这里, 我明明拖我根卖掉了, 它是遗产, 成锦愣了愣, 十分不解, 遗产, 陆涛一本征经道, 530年前爆炸的水部星球生产矿石, 但是会散发蓝色光芒, 且成星空状的矿石, 全宇宙只有这一枚, 成锦完全没想到, 自己心爱的珠子还有这样的历史, 你为什么会知道, 我祖母是考古学家, 成锦脑子瞬间被点通了, 他肩色道, 所以, 你买回来, 是想送给祖母的, 成锦心底涌起一股, 自己都掩饰不掉的失落, 不等陆涛回答, 努力挤出一个笑容, 对不起, 他不知道你的用意, 以为我会喜欢, 所以拿回来给了我, 现在还给你, 你拿去给祖母吧, 陆涛盯着珠子看了几秒, 道, 我最近没空, 先放在这吧, 嗯, 那我先走了, 成锦转过身, 正要出去, 陆涛的声音就响起来, 这就走了吗, 成锦回头愣愣地看他, 还, 还有事吗, 因为背光的关系, 成锦看不清他的神色, 却能清楚看到他的动作, 他戴姐上衣的扣子, 并且道, 你应该履行一下办理的义务吧, 他戴姐上衣, 并且道, 你应该履行一下办理的义务吧, 鲁涛剪扭扣的动作, 竟感到成锦不受控制的心跳加速, 扭扣一颗一颗被解开, 他的衬衫很快敞开来, 露出密色的胸膛, 以及快蕾分明的腹肌, 深知对方是以前的丈夫这个事实, 但成锦就是无法平静对待, 心跳更是激烈的加速, 突然, 成锦发现了一件不得老的事, 背框了, 同侧边看起来分外明显, 这个反应让成锦有些迷惑, 但很快又释然, 心想, 会有反应和讨厌我, 也不重突, 毕竟以前我们也过, 或许这就是伴侣的义务吧, 鲁涛将成锦轻放到床上, 关了灯, 一明珠散发出来的光, 让他们能看清彼此的轮廓, 成锦不敢作看, 鲁涛开了口, 需要准备吗? 成锦心荡一阵不受控制的悸动, 小声道, 不用, 刚刚洗澡时我做了准备, 为了防止对方误解, 自己是故意要勾引他, 连忙解释道, 我以为, 这么晚了会变成他, 文言, 鲁涛满脸不悦, 室内一片寂静, 成锦没听到鲁涛的动作, 怀疑自己是不是说错话了, 正在疑惑时, 就听到拉链被拉下的声音, 鲁涛猛然进入, 由于有做好准备, 成锦也没觉得有多大痛苦, 感受到鲁涛的进一步深入, 成锦小幅度地挣扎了一下, 轻声道, 等等, 还没有带, 不在他身后的男人顺了一下, 缓缓抽出, 却又重重地进到最深处, 成锦被猝不及防地撞击撞地叫出声, 强烈的感觉和痛楚交织在一起, 竟让他觉得难以承受, 鲁涛握紧了他的腰身, 医生道, 你跟他做, 也这样吗? 面对这样的询问, 成锦委屈道, 以前不是你要的吗? 不让你那个, 你就不愿意, 陆涛仿佛没有听见, 继续问道, 他呢? 他也愿意吗? 成锦压根儿不明白账户为什么问这个, 而且语气中还有点修老的样子, 像是在嫉妒, 成锦忍不住道, 老公不愿意, 你叫他老公, 这次质问的语气相当明显, 成锦道, 我以前也这样叫你, 不是你自己不乐意吗? 破完, 成锦愣了一下, 心想, 我, 竟然有勇气和陆涛争辩了, 都怪我以前爱得太卑微,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, 可是能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感觉真的很好, 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, 陆涛永远不会爱我, 所以即便说出来, 也没有什么关系了, 就算是事实, 陆涛还是觉得很不满, 极度心简直压抑不住的带扩散, 他更用力地撞击, 精力也到极点, 成锦忍不住乌液道, 老公, 陆涛的声音响起, 带着一丝森了, 你该叫谁? 成锦没回答他, 成锦浑身上下简直是被榨干了利器, 不知不觉中昏睡了过去, 陆涛两个人格掌控身体的规律, 主人格的精神力极其强势, 所以一般待白天出现, 衍生人格待夜晚才会出现, 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短, 有时候成锦入睡前还是被第二人格抱着的, 进来后, 就要面对从前的账户, 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感觉, 实在是太过奇怪, 可成锦还是觉得很珍惜, 再过五天, 这种机会就没有了, 程序已经并好三张车票, 成锦看到车票信息时, 有些疑惑道, 哥, 我们不是去六号星球吗, 为什么不买直达票呢, 直达车票比较贵, 程序简单解释了一下, 成锦道, 我有个朋友叫尤里卡, 我想和他告别一下, 哥, 你看可以吗, 行吧, 但是我们要离开的是跟谁都不要说, 给尤里卡约好时间后, 成锦刻意做了两份甜品, 一份给尤里卡, 一份给祖母, 他们约好见面的地方是桑尼蛋糕店, 看到成锦, 尤里卡开心道, 小成锦, 这里这里, 尤里卡好久不见, 说完将一大包甜品送给他, 尤里卡顿时欢喜地当场就要拆开, 成锦小心翼翼地看了下周围, 是一道, 这里就是甜品店, 在这打开不还好吧, 可尤里卡不仅拆开包装, 还当场吃了起来, 还大声夸诞道, 小成锦, 你的蛋糕比这里卖的做得还赞哦, 成锦尴尬道, 啊哈哈, 没有啦, 尤里卡吃得很开心, 很快就将蛋糕吞了一半进肚子, 才道, 你说你要远行一段时间, 要去哪里, 又是跟你账户出去旅游吗, 阿汉无事, 成锦模糊道, 就是去一个远一点的星球玩一玩, 跟我哥哥, 我只跟你说, 你别告诉别人, 哦, 到星巴, 尤里卡掏出一大串星球模型赠品, 道, 我建议你们去六号星球哦, 现在正是气候已远, 鱼肉肥美的时候, 尤里卡看成锦看六号星球看得仔细, 问道, 怎么, 你们要去的地方是这里吗, 成锦刚要摇头, 一个声音响起, 上将夫人要去哪里啊, 看到来人, 尤里卡问道, 表哥, 你怎么来了, 燕七今天的装扮很华丽, 一张脸俱美到不像话, 他坐了下来, 勾起嘴角笑道, 这是我的店, 难道我不能来吗, 成少爷刚刚说要去哪里, 我每个星球都开有连锁酒店, 可以让你免费住宿, 成锦一脸怀疑道, 你会有这么好心, 燕七反问, 我看起来难道不像的好心人吗, 成锦一脸无语, 想到兄长的嘱托, 没有再多说什么, 只是对尤里卡道, 尤里卡我先走了, 我还得送东西去给祖母, 下次再见, 尤里卡道, 下次再见, 小成锦, 燕七再次问道, 真的不需要我给你住宿的优惠吗, 不用, 谢谢, 说完朝他做了个鬼脸, 带朝尤里卡挥了挥手就快速离开了, 等成锦走后, 燕七沉下了脸, 冷不丁地问道, 他刚刚看的是哪颗星球, 祖母住的地方是一个老式别墅区, 环境优美静谧, 成锦一进到屋内, 就感受到了一股骨骚骨香的气息, 祖母, 您进来身体还好吗, 还不错,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, 祖母神色淡淡呢, 没什么, 就是给您送点东西, 虽然和解了, 但成锦还是不习惯, 和祖母单独相处太久, 连忙将自己带来的东西拿出来, 成锦最后郑重地将装有叶明珠的盒子打开, 笑道, 这是陆涛想送您的东西, 所以我帮他拿来, 祖母接过叶明珠, 仔细看了看, 不解道, 他送我这东西做什么, 怀而不识, 一点用处也没有, 就算用来做光源也不够亮, 小涛应该知道, 我不喜欢这种东西的, 他看着成锦, 有些怀疑道, 这真是他要送我的吗, 成锦被他说得无比错愕, 愣愣地点了点头, 是啊, 他说这是, 这是遗产, 虽然是遗产, 但他没什么研究价值, 小涛不会选他送给我的, 祖母一脸笃定, 又意味深长地道, 我知道你对我心里有愧, 但没必要借他的名头来讨好我, 这东西虽然价格高昂, 可我不会喜欢的, 爸, 我不是, 成锦羞红了脸, 一时都不知道怎么自证清白, 祖母将盒子递回给成锦, 道, 这看起来倒像是你最喜欢的东西, 掉真是他买的, 兴许是拿来送你的吧, 怎么可能呢, 成锦不是没想过, 可对方亲口否认了, 但看祖母实在是不喜欢的样子, 只得道, 那我拿回去, 再慰问陆涛, 说话间, 成锦注意到一些与室内装修完全不搭配的仪器, 忍不住问道, 祖母, 那些是什么, 辅助我附健的工具, 听到这话, 成锦又惊又喜道, 附健, 你有机会可以重新站起来, 祖母神色依然平静, 爬道, 反正试试, 说不定可以呢, 那你一定要注意身体, 锻炼也要适度, 成锦心里涌出一股激动的感觉, 当初由于自己的任性, 导致祖母不能行走, 如果她能恢复健康, 自己心里的负担, 也就可以放下来了, 但我先走了, 希望你能早日恢复行走, 等等, 跟我来一趟书房, 我有东西送给你, 来到二楼书房, 祖母拿出一本毛枝花样图给她, 看到她欢喜的模样, 祖母流露出一丝笑意, 但很快又被严肃替代, 道, 那就拿着回去吧, 我也该继续工作了, 时间很快到了陆涛做人格抹杀手术的前一天, 这一天, 世界被一条新闻给刷屏了, 由匿名人士举报, 厮杀拱物大臣英迪拉的人, 是欠合体实验产物, 且实验的主导者正是英迪拉, 看到新闻, 成锦有些担忧, 这样一来, 她可能连最后跟陆涛告别的时间都没有了, 这种时候可能没空回来吧, 等到了夜里十二点, 成锦失望到打算去睡觉, 听到开门声, 成锦开心地抬起头, 一身板正的军装包裹着那修长的身躯, 可当看到她脸上的平淡冷漠时, 成锦知道对方并不是她想要等回来的人, 下意识问道, 他呢? 陆涛微微眯的眯眼, 似乎在隐忍, 顿了几秒后, 才道, 我只给你们一个小时, 英迪拉你金出逃, 我接到任务, 必须要将她抓捕归案, 时间一到, 我会夺回身体的主权, 成锦惊讶道, 你现在, 能主导转换人格, 这是我的身体, 陆涛加重了这句话的语气, 他盯着成锦, 语气低沉, 好好把握这次鸡亏告别, 我只待纵容你这一次, 同经以后, 成锦却听不下她后面的话, 激动道, 你, 你快换成她, 陆涛似乎被她的态度伤到了, 紧紧咬住了牙关, 但到底没有再说什么, 只是闭上了眼睛, 几秒后, 等她再睁开眼睛时, 眼底引满了笑意, 叹烂的笑容渐渐扩散到整张脸上, 成锦呆呆地看着她, 泪水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, 很快地往男人怀里扑去, 老公, 温热有力地双臂牢牢将她抱住, 往她额头上, 鼻尖上, 嘴唇上落下连绵地吻, 宝贝我想你了, 呜呜, 老公, 我也想你了, 成锦将她抱得紧紧的, 突然, 她冒出一个天真的想法来, 老公,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, 能不能把你的灵魂装进我的身体里, 这样的话, 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, 陆涛失笑, 揉了揉她的头发, 道, 宝贝你真是可可爱爱的, 成锦认真道, 可是嵌合体实验都能成功, 这样真的不行吗, 我跟主人格, 严格算来就是同一个人, 并没有单独的灵魂, 只有这段时间的记忆而已, 唯于我离开主人格, 根本就不会有意识存在, 成锦有些沮丧道, 那到了明天, 你就真的要消失了, 鲁涛心口一痛, 但他到底成熟, 已经能很好地接受这个结果, 轻笑道, 乖宝贝, 你确定要把时间浪费带讨论这种, 没有结果的事上吗, 他的时间准则, 可是严谨到令人发尺, 我们现在已经浪费无分钟了哦, 成锦正了正, 你知道他刚刚说的是, 你, 你有咔咔记忆吗, 鲁涛披他抹掉眼泪, 声音格外温柔, 没有, 但我们有特殊的交流方式, 同知道对方存在的那一天开始, 好了, 别说这些伤感的话题了, 鲁涛俯身将成锦抱了起来往卧室走去, 成锦忙搂住他的脖子, 以为他想做点什么, 脸红扑扑的, 鲁涛只是亲了亲他, 将他搂在怀里, 用温柔低沉的声音道, 我们来聊聊天吧, 成锦轻轻嗡了一声, 跟他十指紧扣, 你想聊什么, 聊聊过去吧, 譬如说, 你怎么爱上他的, 成锦不明白对方为什么想谈这个, 但他满心只想顺着对方, 所以乖巧道, 就是一见钟情, 我在篮球比赛上看到了他, 特别特别帅, 连他看的动作都很好看, 然后就千方百计的想跟他在一起, 鲁涛语气有些发酸, 只是掩藏了很好, 轻笑道, 你这么夸他, 我该不该嫉妒啊, 成锦不知道怎么回答, 小心翼翼道, 你生气了吗, 为什么要生气, 他不也是我吗, 况且你最开始只是喜欢他的脸, 如果从一开始就是我, 你肯定会更爱我的, 鲁涛虽然这样说, 语气却并没有那么笃定, 是啊, 我现在就很爱你, 成锦主动亲了亲他, 我们不聊他了吧, 这是属于我和你的时间, 好, 鲁涛对上他的视线, 这种时候, 他就有点讨厌自己本身敏锐的观察力, 其实, 从小景能区分我们的那天开始, 我就能看出他眼中对我们不一样的情感, 他确实喜欢我, 看见我就高兴, 但这种情愫, 和他看鲁涛时的痴迷是不同的, 即便他会为我的离开伤心, 但我终究还是无法取代真正鲁涛在他心意的位置, 两人缠绵接吻了许久, 成锦亲着亲着就开始哭, 泪水不住地滑落, 鲁涛将他抱在怀里, 开着他的背轻哄, 好了宝贝, 不哭, 坚强一点, 我给你唱摇篮曲吧, 听到熟悉的声音唱歌的感觉实在很奇妙, 成锦似乎迷惑了一会, 很快又清醒过来, 他小声道, 你唱歌很好听, 他就从来不给我唱歌, 文言, 鲁涛有些苦涩, 轻笑道, 你就当现代如愿了, 你真好, 成锦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, 然后慢慢陷入沉睡, 看着入睡的成锦, 鲁涛觉得自己的心被抿了一下, 依依不舍地轻抚他的脸, 最终将他轻轻放至床上, 亲吻了他的额头, 在要陷入模糊的混沌感之前, 他打开光屏, 在共通的留言板上写了备忘录, 好好爱他, 一二天清晨, 成锦收拾好行李准备, 离开这里, 我已经和老公告别过了, 应该没有遗憾了才对, 但我还没有跟鲁涛告别, 感觉心里空荡荡的, 没想到直到我离开前, 进他的世界, 昨天如果不是独母告诉我, 他小时候的事, 都不知道我对他的了解竟然这么少, 成锦陷入了回忆, 这是他们一家三口的合照吗? 嗯, 喷道拍的了, 那时小涛只有七岁, 看到小了好几号的陆涛, 成锦忍不住道, 好可爱, 看了小陆涛好了一会儿, 成锦的视线落在陆涛护母脸上, 惊讶道, 咦, 陆涛的母亲也是新慈性啦? 祖母道, 嗯, 不仅如此, 他也不是帝国星球的人, 啊, 成锦惊呆了, 祖母继续道, 陆住帝国星球的条件卡得特别严, 不单单是结婚就可以入籍的, 连生下的孩子也需要达到特定的标准, 才能进入帝国星球生活, 到最后也没有入籍吗? 没有, 我们没钱没权, 他们两人为了存满贡献值, 接了很危险的工作, 然后再也没有回来, 作为补偿, 小涛获得了这里的永居权, 在这之前, 他和他母亲一年中, 只有半年时间被允许待在这里, 原来是这样, 成锦心里有着说不出的心疼, 虽然我母亲走得早, 但我有父亲宠着, 有兄长爱护, 从小没受过罪, 不缺钱花, 没想到, 如涛小时候竟然一个人承受了这么多, 小主人, 小主人, 这时, 机器人的呼唤声打破了成锦的回忆, 怎么了? 成城, 主人让您在家里好好待着不要乱跑, 说外面很安搭, 成锦愣了愣, 他什么时候说的, 今天早上六点钟, 从您的卧室出来后跟成城说的, 成锦有些难以置信, 南南道, 今天早上六点钟, 难道他昨天晚上一直睡在我身边, 怎么可能呢? 成锦甩了甩头, 将这念头抛至脑后, 摸摸成城的头轻笑道, 没事, 我就是出去转转, 你好好看家, 我会搭, 成城先去打扫卫生了, 看着成城轻快跑开, 成锦笑了笑, 笑容中带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苦涩, 心想, 该结束了, 点开光屏, 打开离婚申请的页面, 看着申请二字, 成锦犹豫了一下, 最终手指颤抖地点了下去, 一面快速跳转, 再过24小时, 离婚申请就可以通过, 看着倒数计时, 成锦心口狠狠一疼, 不敢待看, 快速关掉光屏, 提上行李往外走去, 车站的人不多, 成锦下车后便看到了父兄, 程旭摸了摸他头发, 道, 都处理好了吗? 成锦点点头, 心力虽然还有一丝不舍, 也只能努力压吃下去, 鲁涛已经去了军部医院, 等手术完成后, 就再也不会出现那个宠着我, 对我笑的丈夫了吧, 程旭道, 那就走吧, 他们进入车站才发现, 里面人居然不少, 地博星球的居民正常是, 更喜欢坐自家的飞船外出, 所以车站会拥堵,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, 怎么回事, 检票员说我的票作废不能乘车了, 我的票是下午5点的, 现在就能提前上车了哎, 听到乘客的闲谈, 程旭观察到有些不对劲, 今天又不是节假日, 为什么有这么多旅客, 哎,好巧, 也要去繁花星球赏花吗, 不是, 我要回提母星球看望父母, 奇怪, 我们的路线完全是反方向啦, 听到这些, 程旭眉头拧得越来越紧, 等坐定后, 程旭一脸严肃道, 这趟车上的乘客有点不对劲, 我刚才大概看了一下, 他们不是有钱人家的家属, 就是政府和军部官员, 一趟车上聚集了这么多有权有势的人, 太少见了, 小景, 包括你, 身份也不寻常, 程景愣了愣, 活吗? 别忘了, 在离婚申请批铺下来之前, 你的身份还是上将夫人, 程景紧张道, 我, 我们是不是落入什么陷阱里面了, 要不我们现在下车吧, 程旭缓缓摇头道, 来不及了, 列车已经启动了, 其他人也陆续发现了异常, 有人大喊, 列车的行驶方向和我的车票不一致啊, 我要去八号星球, 他们走错了, 越来越多人闹腾起来, 不安分地来回走动, 这时, 广播响起, 各位, 请稍安勿躁, 众人静了几秒, 程景大声道, 到底怎么回事, 你是谁, 有什么目的, 你要把我们带去哪里, 配方道, 我们是英明的英迪拉大人的部下, 而你们现在是我们的人质, 各位请放心, 我们只想借人质威胁一下总统, 递他签一份承认实验星球独立的协议而已, 只要你们乖乖配合, 我们会放你们回去的, 乘客们脸色一变, 实验星球, 这不就是之前违法做人体实验的星球吗, 他们真的不会伤害我们吗, 有个科员大声吼道, 我才不会信他们的鬼话, 他走到救生锤的位置, 快速冷静地输入密码, 道, 在列车进入折叠空间之前, 我们还有机会逃走, 只要用救生锤打来撤窗, 还没等他输完密码, 随着一声枪响, 他整个人晃了晃, 西装被红色的鲜血浸染开来, 他脸色一僵, 往地上饱去, 发出沉闷的声响, 眼睛睁得大大的, 里面却没有半丝生气, 周围的人群发出刺耳的尖叫声, 突然一个人走来, 举着枪大声道, 都闭嘴, 所以现在大家肯乖乖听话了吗, 没有人敢出声, 成锦害怕得都不敢动, 整个人缩在父亲的怀里, 突然轰的一声响声传来, 成锦抱着成锦小声道, 不要怕, 是军部的人来救我们了, 听到密集的枪声响起, 成锦一颗心几乎提到了嗓子眼, 来救我们的人会是陆涛吗, 五,这里太危险了, 不要, 不要来, 医院内, 陆涛正在打麻被击中五遍做手术, 突然有个声音传来, 听说英迪拉的手下, 集结了一列车的人质向政府叫嚣, 刚刚莫斯大将核对过, 陆涛上将的妻子和家属也在人质名单里,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, 主治医生小声道, 是, 闭嘴,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 不要说多余的话, 听到这番话, 陆涛脸色大变, 一马睁开眼睛, 迅速摘掉氧气罩, 坐了起来, 医生连忙劝阻, 陆涛上将, 您要干什么, 您正在打麻醉, 陆涛全然不顾医生们的劝阻, 一把摘掉身上的仪器, 晾呛地下了床, 道, 现在不是做手术的时候, 打了麻醉剂的陆涛, 身体没力, 全靠意志力支撑的他, 脑中只有一个念头, 城景有危险, 终于走到了门口, 他对秘书说道, 贝里, 准备飞船, 我要去前线, 贝里震惊道, 您在说什么, 您应该先把手术做了, 等身体稳定下来, 陆涛不等费里说完, 大声命令道, 快去, 另一边, 列车飞快地前进, 已经快要接近折叠空间了, 城景稍稍平静了些, 心想, 陆涛不会来的, 他现在应该已经在做手术了, 这时, 广播的声音响起, 我们已经进入折叠空间, 如果各位不想尸骨无存的话, 最好安分手挤一扁, 城景情不自禁地觉得害怕, 努力想将恐惧都咽进肚子, 闭上眼睛套盖座椅上, 一切都结束了, 我们没有机会逃走了,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 耳朵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, 喂, 好巧啊, 你想离开这里吗, 城景左右扭头寻找, 小声道, 你是谁, 你在哪里, 身边的夫兄看到他的动作, 都疑惑地看了过来, 城景摇头, 示意他们别说话, 声音又响起, 我是倩和提塔塔, 贵隐身, 之前在军部医院, 帮我包搭过伤口, 城景小声道, 你有办法帮我们吗, 帕塔解除变身, 道, 当然, 之前你帮助过我, 这次换我来帮你, 城景欣喜若狂, 又拼命压抑自己, 轻声道, 我们该怎么做, 你们把手腕上的通讯器解下来放在座位上, 三人缓慢地将通讯器摘下放在座位上, 欠和提带着他们坑了起来, 好心意意地跟着欠和提走, 穿过半街车厢, 到达中间的连接处, 欠和提停下了, 指着一个圆形的洞轻声道, 爬进去, 谢谢你救了我们, 你们想去哪里, 我们想去六号星球, 帕塔道, 我们所处的这条折叠空间路线, 只能通到第一星球, 去六号星球的话, 可能需要一个月才能到, 不如你们换个星球, 城景愣了愣, 那必须要医疗设备先进一点的地方, 对好人机关系也简单一点, 正觉得时, 城征突然到, 去二十九号星球吧, 城旭疑惑到, 二十九号, 地热星球, 城征轻笑道, 平常只要按时施要, 保持好心情就行, 住在那里, 我的心情肯定会不错, 那可是你们母亲的故乡啊, 文言, 兄弟俩都点点头道, 好, 那我们就去地热星球, 由于没有直达到地热星球的空间轨道, 去到地狱星球中转, 向他们送到地狱星球后, 塔塔告别道, 我要走了, 军部派的人可能就快到实验星球了, 我得去帮忙, 再见, 一定要注意安全, 告别后, 三人踏上了前往地热星球的列车, 到了目的地, 他们在入境管理处, 填报了定居申请单, 并分配到一处住所, 骨座人员将住房钥匙递给他们, 笑道, 欢迎你们, 三人拿到钥匙后才正式放松下来, 就这么带地热星球定居下来, 整顿一番后, 兄弟俩去了集市, 但当询问有没有光瓶出售时, 老板摇头道, 地热星球小, 没有这种高端的产品, 带兄长和老板谈价时, 城景对便利其他东西产生了兴趣, 到处看了看, 陆涛上将坚持带伤上阵, 成功捉拿英迪拉归案, 听到陆涛这个名字, 城景赶紧往松原走去, 电视里主播悲痛道, 这次救援行动解救了实验体, 但我们失去了130名军人, 53位人质也不幸身亡, 甚至有9人至今都没有找到一品, 专家猜测, 他们或许无远消失在折叠空间里了, 当看到护兄和自己的名字都在上面, 城景愣住了, 所以陆涛现在以为我已经死了吗, 城旭已经买好东西, 还注意到弟弟的神色有点不对劲, 王问道, 快饱怎么了,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, 城景轻声道, 哥, 我刚在新闻里放出的死亡名单上, 看到我们的名字了, 城旭一脸淡定, 我知道之前报纸上有报道, 那, 那我们要不要去澄清一下, 为什么要澄清, 城景有些无措, 毕竟, 毕竟我们不是还好好的活着吗, 有谁会在乎吗, 我们离开本来就是和过去的一切告别, 以现在澄清有什么意义, 还是你以为陆涛会伤心难过, 城景失落道, 我, 我不知道, 被兄长这么一问, 他才发现陆涛不一定会为我的死感到难过, 他这么想和我离婚, 无论我活着还是死了, 对陆涛来说, 都没有什么区别吧, 城旭看他难受的样子, 温声道, 多已没有必要了, 就让他们以为我们已经死了吧, 我们自己好好过日子, 城旭努力不去想艳妻看到死亡名单会发什么疯, 我已经摆脱艳妻了, 再也不用受他控制, 而且也能让父亲满意, 没有比这样更好的选择了, 我不接受这点事, 军部的某间办公室里突然传出这样的咆哮声, 愿意看着自己的右地, 平静道, 登车入口的监控显示, 城家, 裤子三人上了那趟列车, 但列车里没有发现他们的遗体, 所以唯一的可能性, 就是他们三个都被卷入了折叠空间, 消失的无影无功, 艳妻嘴唇颤抖, 大声道, 我不接受这个结论, 我需要你支派人手替我找到他, 我不相信他就这么死了, 艳一道, 列车内的监控被因迪拉的人全部损坏, 原文件无法修复, 只有这一种推论符合常理, 否则, 他们怎么在折叠空间里生存, 没有人能在折叠空间里找到消失的人, 不可能, 110年前那2000个人不就是例子吗, 既然他们能活下来, 程序肯定也没死, 艳妻咆哮着, 不说话时牙关咬得紧紧的, 以至于齿缝里都渗出了血, 你冷静点, 这只是偶然事件, 没有依据性, 艳妻突然大声道, 那三只通讯器, 如果他们是被卷入折叠空间, 没理由把手腕上的通讯器摘下来, 就算是不小心脱落, 也没理由三个人的一起脱落, 所以肯定是他们自己为了避开因迪拉的人, 还将通讯器解下来, 然后逃走的, 艳妻顿了顿, 语气更严厉了一点, 小七, 我希望你不要再发疯, 如果让父亲知道你痴恋一个男性, 他绝对不会允许, 艳妻握紧了拳头, 默吼道, 我不需要谁允许, 我喜欢的人我自己保护, 既然你不肯帮我, 我就找其他方法, 哪怕强行打开被封锁的折叠空间入口, 我也要找他, 艳妻原本俱美的五官透着争鸣, 一双眼睛布满了红血丝, 嘴唇都因缺水而起皮, 艳妻被气得够呛, 但又担心BB真的这么冲动, 连忙道, 站住, 我可以向上级申请, 但是在折叠空间找人是根本不可能的事, 你请谁来都没用, 我最多让你坐上列车, 再走一遍那条路线, 艳妻面色一僵, 咬了咬牙, 却已只能说个好字, 艳妻但申请递得很快, 批准的时间更是快到超出他的想象, 折叠空间已被勒令权限但停使用, 我以为我的申请要磨伤一周才会下来, 没想到这么快就批了, 等到现场时, 他看到陆涛才明白了缘由, 看来提出申请的不只是我, 还有陆涛, 看到望过来的陆涛, 艳心里有些吃惊, 我以为艳妻已经够狼狈的了, 似乎陆涛上将更狼狈啊, 虽然他依然一副一丝不苟的样子, 军装穿的鼻挺, 但他那双泛红了眼睛, 能让人知道他熬了多少个日夜, 影集汤白到几乎没有血色的脸颊, 也让人知道他的伤根本还没有恢复, 艳上将, 多谢你来帮忙, 不客气, 看着憔悴的陆涛, 艳一心想, 我记得当时他的腹部被英迪拉的布下, 用枪打穿了一个洞, 几乎是致命伤, 但他坚持将英迪拉的布下, 全部抓捕归案后才被送往医院, 手术过程中甚至有几次险先没抢救过来, 但也不至于在短短几天时间内, 就让他恢复如初, 艳一辈子有些惊讶, 关于陆涛的婚姻问题, 他也有过耳闻, 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在乎他的伴侣, 艳一嘴角抽了抽, 看了眼自己的弟弟, 其实我也是没办法, 如果我不来, 我弟弟可能就要因为违法被押借去第一星球了, 艳七有些不耐烦, 行了别聊了, 我什么时候能进去, 陆涛看着面前的路线图道, 投入使用的折叠空间路线共有四条, 但英迪拉逃跑用的是未备案过的第五条, 加上折叠空间内部一片虚无, 所以要找到他们, 真的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, 艳七大怒, 你怎么回事, 还没开始你就泼冷水,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, 陆涛面测平静, 继续道, 我想找到有第六条线路的可能性, 第六条, 艳七愣了愣, 很快道, 就算有第六条, 但他们没有交通工具, 又该怎么离开, 陆涛抿了抿唇, 道, 如果他们有呢, 这下子连艳一都愣住了, 怎么可能有, 能进入折叠空间的列车, 需要高科技高成本, 一搏星球也只有四辆而已, 根本难以实现量产, 绝对有, 陆涛却说得很坚定, 跑斗的嵌合体曾经凭空出现在, 我们追踪人质的列车上, 当时我们是临时随机选的列车, 所以他一定有自己的穿梭机器, 文言, 艳七激动道, 那个嵌合体之前, 不是和城景接触过吗, 我们还在这里浪费时间干什么, 直接去问他, 陆涛却摇摇口道, 我已经见过他了, 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, 艳七像是被浇了一盆冷水, 他否认吗, 他说不知道, 陆涛却没有任何的失落, 他语气坚定道, 但我坚信他一定知道, 所以只要找到第六条路线, 也许就能知道他们被转送到了哪里, 董归是在72个星球上, 只要他们活着就一定有人见过, 我马上去发布寻言启示, 艳七捏紧了拳头道, 无论在哪里, 我都要把他找出来, 艳七恨不得痛殴自己一顿, 他不是没有察觉到程序要离开, 他甚至知道程序订了哪天的车票, 换了多少纸币, 甚至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里, 可他装作不知道, 给他一点希望, 让他以为能逃离自己的掌控, 待他放松警惕后, 再出现在他面前, 将他的希望彻底踩碎, 让他明白永远逃脱不了自己, 那不是一种更好的玩弄方式吗? 艳七事先布好了一切远线, 就等着他一步步钻入自己设好的陷阱里, 然而他没想到一一步就出了差错, 这次我不会再放你走了, 半个月后, 程庆看到哥哥下班回家, 开心道, 哥, 你回来了, 宣传部的工作轻松吗? 都要做什么呀? 程序轻笑道, 其实我不算是上班, 只是和这里的政府合作, 用能力入股, 利用地热星球的雪和温泉, 想办法提高他的经济, 拼起来很厉害的样子, 程庆崇迈地看着哥哥, 捉到温泉, 程庆伸了个懒腰, 习身笑道, 我今天一直在忙往便的工作, 肩膀有点酸, 哥, 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泡澡了, 要去吗? 程序对他露出宠溺的笑容来, 好, 你帮我拿一下换的衣服, 程庆忙去拿了两个人的衣服出来, 来到后院, 哥哥已经在泡温泉了, 因为是自家院子, 也不用担心会不会被人看到, 程庆来到池边, 有些疲惫到, 最近总感觉身体酸痛, 做什么都提不起劲, 累得不行, 看来以后要经常来泡, 说着干净利落地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, 程序愣愣地看着程庆的肚子, 有些迟疑道, 小景, 最近你的身体有什么异常吗? 比如肚子, 程庆将身子藏进水里, 有些羞涩道, 啊, 可能是最近吃得有点多, 把肚子吃胖了, 程序顿了顿, 脸色有些紧绷, 我记得你这段时间还特别失睡, 小景, 你没怀疑过自己, 可能是有了吗? 有了, 我吗? 程庆仿佛被雷劈了一般, 不可能, 我这几个月都有按时施药, 程序朝他走了过来, 安慰道, 乖宝, 你穿上衣服, 我们去医院做个检查, 来到医院, 做完检查后, 医生看着B超报告, 笑道, 烹洗牛, 已经有三个月了, 目前都很稳定, 不过保险起见, 建议你明天再做一个全面检查, 程庆心力乱糟糕的, 医生的话只能听一半进去, 程序冷静道, 那吃喝和行动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? 饮食方面营养均衡一些就行, 没什么特别的, 还有就是不要泡温泉, 好的, 谢谢您, 医生看着他们, 好奇道, 请问你们的关系是, 兄弟, 医生表情微妙了些, 那他的伴侣呢, 听到这话, 程庆有些慌乱, 内心又有些刺痛, 程序物平静的语气道, 他的伴侣还不知道这事, 需要一点时间赶回来, 那需要尽快咯, 生孩子的时候需要对方签字的, 程序扶着弟弟抖出了医院, 曾经整个人乱叨糕的, 老钟回想着刚刚和医生的对话, 忍不住慌乱道, 我们该怎么办啊, 哥, 帝国星球颁布的婚姻法, 全世界通用, 仪器和未婚有孩子都属于犯罪行为, 单身有孩子的唯一条件, 只能是伴侣死亡, 否则一旦被发现, 我就会被抓去坐牢, 程序看弟弟担惊受怕的样子, 安慰道, 乖宝, 别紧张, 我们还有两条路可以选择, 跟陆涛互婚, 或者另外找一个男人结婚, 跟陆涛互婚是最好的选择, 你不是还舍不得他吗, 程庆情绪低落道, 我是舍不得, 但是看过他爱我的样子以后, 再让我面对冷漠的他, 我受不了, 快到家门口了, 程序停下来搅不到, 乖宝, 在告诉爸爸之前, 我希望你自己先做好决定, 不然我怕他的态度会影响你, 爸爸的态度, 程序继续道, 他对陆涛并无好感, 并且也习惯了这里的生活, 他一定会让你找另一个男人结婚, 程序声音放柔了一些, 你向来没什么主见, 我担心你会因为爸爸的态度, 而做出与心相悖的选择, 程庆露出苦笑, 轻声道, 我确实没什么主见, 但我已经明白了, 我不该强行夺取, 原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, 七年, 我已经强迫他太久了, 该放手了, 程序看了口气, 那就找人假结婚吧, 程庆轻轻愣了一声, 两人找了个时间, 向程庆坦白了程庆有孩子的事, 程庆果然十分抗拒找卢涛护婚, 对假结婚一事没有意义, 程序的动作很快, 一周后便带回了与程庆假结婚的对象, 程序做了介绍, 他叫马元, 是隔壁镇的一个管道工, 今年刚满结婚年龄, 马元露出一个羞涩的笑容, 开口道, 你,你好, 程庆有些惊讶, 这也太小了吧, 我,我不小, 我可以去领结婚证的, 马元急忙道, 脸色也透着急切, 像是生怕程庆不满意一样, 程序解释道, 第一次结婚的人审核更容易空过, 而且他也同意等你生下孩子六个月后就离婚, 你们不用生活在育起, 领了证后, 只需要他带你孩子出生时出面签字就可以了, 马元连忙点头, 对, 我, 我不会做什么纠缠你们的事, 请你们放心, 文言, 程庆再也没有任何意义, 两人迅速签订了婚前协议, 并约定好明天就去申请结婚, 没什么事了, 马元便气身离开, 迎走前, 程庆送了些小点心给他, 讲道陆涛, 程庆心力也不是不煎熬, 但是我不能一错再错, 这就是最好的选择, 次日, 两人倒倒去了市中心的办事兔办理结婚, 两人将身份证号码报给工作人员, 当说完程庆的身份证号码时, 他对电脑屏幕露出惊讶的表情, 过了好几秒, 他才道, 程先生, 您不能重新办理结婚哦, 为什么? 程庆有些不明白, 以为是他们假结婚的事被对方探破了, 工作人员将屏幕转往他这边, 道, 查询显示, 您的婚姻关系仍在存续期间, 如果想要跟马先生结婚的话, 需要先递交离婚申请, 空过了台K哦, 程庆惊呆了, 难以置信道, 不可能, 是不是系统错误了, 我明明提邀过离婚申请的, 我那种情况, 不可能被驳回啊, 因为我们权限太低, 所以没法查询具体情况, 您可以联系您的丈夫询问, 这样啊, 程庆完全缓不过神, 马云紧张问道, 所以, 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办理结婚手续吗? 是的, 重婚也是犯罪哦, 两人缓慢走出婚姻登记处, 马云静怡不定地看着程庆, 小声道,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, 程庆勉强拿起精神来, 浅笑道, 谢谢你陪我过来, 不过让你白跑一趟了, 真是抱歉, 他的礼貌让马云脸色发红, 手足无措道, 没什么, 我也没做成什么, 既然不行的话, 我, 我回去把钱退给你, 程庆愣了愣, 没事, 不用退了, 正想解释, 忽然听到一声遥远的轰鸣, 远处有一辆小型的军容飞船正在靠近, 这代帝国星球是常见的交通工具, 一热星球却是难得一见, 所以马云看到飞船时, 眼睛都亮起来了, 兴奋道, 是飞船, 程庆看着越靠越近的飞船, 整个人都微微颤抖了起来, 怎么可能, 飞船上怎么会印着陆涛管理的军队的标志, 飞船在中心空地上缓缓降落, 平定后, 飞船伸出长长的阶梯, 很快, 一个高大的人走了下来, 他穿着笔挺的军装, 带着披风, 挺拔, 英俊, 让人炫目, 真的是他, 程庆都愣住了, 看着大步走过来的英俊男人, 马云忍不住小声道, 好帅, 肯定是高级将领吧, 气势好强啊, 明明才时隔一个多月没见面而已, 程庆却觉得有一个事迹那么长, 整个人都因为陆涛的到来在颤动, 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, 马云发现对方是往这边走, 以为是自己犯了什么错误, 眼尾撇到程庆的神情, 像是猜到了什么, 偷偷往旁边退了退, 两人私目相对, 一个冷酷坚硬, 一个却止不住想要躲闪, 终于, 程庆开了口, 咦, 你怎么来了, 陆涛盯着他, 伸出手, 薄唇倾起, 声音坚定有力, 接你回家, 程庆愣了愣, 回, 回家, 我没想过陆涛会把那里当成家, 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, 过了好一会儿, 程庆才鼓起勇气到, 那里, 不算家, 他捏紧了拳头, 语气中没有任何控诉, 甚至还有点小心翼翼, 只有我一个人住的, 不算家, 所以, 所以我, 回去了, 陆涛听到这句话后, 眼神似乎冷了一下,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, 他道, 你的决定不算数, 我们现在还带婚姻存续期, 你需要跟我回去, 程庆有些误错, 他面对陆涛的强势总是会一再妥协, 轻声道, 是因为离婚申请没有通过的关系吗, 我, 我跟你回去办理, 但我得先和我爸爸和哥哥说一声, 可以带他们一起走, 程庆摇摇头, 不敢多看他, 先和站在不远处惊呆了的马园告别, 带往回家的方向走, 可才走几步, 就被陆涛握住了手腕, 背方强势道, 住哪里, 我送你回去, 程庆本想说不用, 但想到陆涛做的决定很少有人能改变, 便点了点头, 背传空间不大, 里面居然还坐着两个不认识的人, 程庆拘谨地坐在后排位置上, 问道, 你怎么, 找到这里来了, 踏踏告诉你的吗, 你觉得呢, 陆涛看了过来, 语气一样冰冷, 程庆甚至能从其中听出一点脑落的质问, 程庆顿时有点内疚, 小声解释道, 当时我也想过要告诉你, 但又觉得, 对好顿干净一点, 而且你也未必想要听到我的消息, 你的自以为是还真是一点都没改变, 文言, 程庆更内疚了, 他缩了缩脖子道, 对不起, 他不敢再询问, 害怕又出到男人的怒气, 等到飞船快要降落, 陆涛却问道, 才一个多月而已, 你又找到了新的目标了, 面对他的指责, 程庆有些莫名, 什么新的目标, 陆涛看着他道, 刚刚骂个人, 难道不是吗, 你们预备要结婚了, 原因是什么, 简短的询问让程庆压力极大, 更不敢和对方对视, 最终开口道, 我想重新开始, 他看起来比较单纯, 可能跟我会更合适一些, 他不能说出真正的原因来, 回去的话, 不过是陷入曾经的漩涡, 陆涛不爱我, 我也不想再经历没有爱意的婚姻生活, 与其继续面对他的冷漠, 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要, 彻底的了断干净, 陆涛栖身靠近程庆, 有些愈怒道, 所以就那么着急吗, 才过了42天而已, 程庆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生气, 只能理解为是男性的自尊心作祟, 勉强笑道, 是啊, 我一向很着急, 当初追你, 强迫你结婚的时候, 不都是这样吗, 所以你来找我, 刚好碎了我的心意, 说着轻轻推开了陆涛, 继续道, 不然的话我跟他结不了婚, 陆涛, 围去以后, 我们就去离婚吧, 说出这话, 程庆心里虽然很难受, 但是长痛不如短痛, 他现在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, 男人面无表情地看着程庆, 他的视线让程庆以为自己是不是又触到他的逆龄, 可又觉得自己刚说的应该都是对方想听的, 便觉得莫名其妙, 过了一会, 陆涛对飞行员吩咐道, 掉头, 直接回帝国薪酬, 文言, 程庆心想, 这是同意要跟他离婚的意思吗, 没想到陆涛这么快就同意了, 程庆克制不住自己心底的难受, 咬了咬嘴唇, 轻声道, 你就这么着急吗, 急到让我跟家人说一声的时间都不给吗, 之后我会派人来跟他们说明, 陆涛突然转过头, 看着程庆道, 我没有要跟你离婚的意思, 我只是来把我擅自出走的伴侣接回去而已, 说完便靠带椅背上休息了, 程庆愣了愣, 他这话是什么意思, 说得好像对我有感情一样, 还说没打算和我离婚, 难道是在报复我, 让我不能如愿吗, 程庆抬头看了颜陆涛, 这才发现他居然靠在椅背上闭目养神, 而且他的脸色好像很苍白, 眼底居然泛着青涩, 是一只带忙因迪拉的事情, 所以没有休息好吗, 可他到底在想什么啊, 为什么不离婚, 看到陆涛这副样子, 程庆发现自己居然又心疼了, 憨勒令自己收回目光, 转头看到旁边的报纸, 这是哥哥的照片, 看到头版的人像时, 程庆一时还以为自己眼花了, 认真看了看, 发现并不是告版报纸, 但头条不应该都是发布什么大事件吗, 怎么会是哥哥的照片, 而且印的还是寻人启示, 到底是怎么回事, 听到翻阅报纸的声音, 陆涛偷偷瞄了眼程庆, 观察到程庆闹转头过来了, 一马又闭上眼睛, 陆, 程庆震惊的转头就想问陆涛怎么回事, 但看到陆涛在休息, 想想还是不打扰他了, 过了一会, 反倒是陆涛按耐不住了, 杂一醒来, 看着程庆, 平静道, 睡咽气灯的, 程庆满脸不解, 他为什么要找我哥, 而且还咽一花三千万余饿, 文言, 陆涛露出一点惊讶的表情来, 你还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吗, 程庆莫名其妙道, 他们能有什么关系, 陆涛看着他, 好伴想后才道, 你觉得呢, 我, 我不知道啊, 程庆时代理不出他们俩有什么关系, 有些白痴道, 我哥给燕七打工来着, 难不成, 我哥拿了燕七什么重要的东西吗, 陆涛像是看不下去了, 用平静的语气爆出今天猛料, 燕七喜欢你哥, 程庆顿时愣住了, 很快又惊讶道, 怎么可能, 他们年龄差了这么多, 程庆越说越慌, 脑海中闪现出点点细节, 又联想到他们的相处方式好像有点微妙, 程庆脑子论刀高的, 这件事的冲击力比陆涛找到他时还要来的震撼, 过了一会, 他小声道, 那, 那我哥已喜欢燕小气吗, 程庆自言自语道, 应该, 应该不喜欢吧, 不然的话就不会和我们离开了, 还有十一个小时, 我们就回到帝国星球, 之后亲自问你哥吧, 啊, 我, 我的通讯器丢了, 可能会被限制入境, 程庆突然想到了这件事, 陆涛看了他几秒钟, 突然道, 手伸出来, 程庆不知道他要做什么, 但还是乖乖地伸出了手, 下一秒, 陆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, 往程庆的手腕上一扣, 随着啪嗒一声, 熟悉的通讯器又回来了, 程庆愣了愣, 你后来也上了那趟列车吗, 难道你以为我不会去吗, 程庆小声辩解道, 你那天不是, 做手术吗, 我以为你不会去, 随即又道, 不过也是, 这种任务一般都是分配给你, 也只有你最合适, 他顿了顿, 忍不住问道, 手术, 成功吗, 想到第二人格真的消失了, 程庆内心一阵难受与不舍, 陆涛道, 成功, 哦, 程庆不知道该说什么了, 两人四目相对, 程庆微笑道, 我可以去下卫生间吗, 陆涛豁然站起身, 往旁边按了按钮, 座椅背后打开了一扇不大的门, 陆涛朝他伸出了手, 道, 跟我来, 程庆心想, 他这是想扶我吗, 但, 事到如今这么做又有什么意义, 程庆没伸出手, 努力当作没看见, 直接绕过对方往里面走, 陆涛微微皱了皱眉头, 但并没生气, 程庆抖到里面, 看了看打开的门, 道, 这个门怎么关上, 陆涛没说话, 而是走了进来, 盼了一个墙边的按钮, 空间很小, 程庆的后背几乎贴着对方的胸膛, 他小声道, 你教我就好了, 不用进来的, 怕临时出意外, 陆涛给了个不太站得住脚跟的解释, 又道, 你用, 程庆憋得脸色通红, 又羞耻又尴尬, 你在这里, 我怎么, 怎么, 陆涛突然道, 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可以吗, 程庆愣了一下, 你怎么知道, 背后的男人沉默了几秒, 有些气闷, 道, 快点, 程庆羞耻地带陆涛面前把尿, 在狭小的空间里, 声音听起来很响, 他恨不得快点结束, 等停止的那一刹那, 重新穿好裤子, 突然飞船一阵剧烈摇晃, 他一个不察, 浑身站不稳, 头就要往仓壁上撞去, 他吓得轻声叫了一声, 然而预料之中的疼痛感并没有袭来, 只感觉到自己被一只手臂牢牢地抱住, 飞船一阵剧烈摇晃, 眩晕感袭来, 程庆下意识去抓住陆涛的手臂, 晃动在两分钟后停了下来, 程庆脸色有些散白, 一时间脑袋也有些眩晕, 等稍微平复一些后, 他才意识到自己正在陆涛的怀里, 熟悉的味道不停地往鼻子里钻, 让他的心跳不断地加速, 程庆心力乱糟糟的, 过了许久, 才缓缓松开抱着对方的手, 却不敢去看对方的脸色, 只闷声道, 谢谢, 这时, 飞船突然又晃动了一下, 一股呕吐感涌上来, 程庆忍不住发出声音, 慌得满捂住嘴巴, 看到程庆的反应, 陆涛偷偷地劈了一眼, 把手松开, 放在了程庆的肚子上, 像是发现了什么, 过了一会, 程庆终于缓和过来了, 却发现他已经松开了手, 可对方还是不动, 长臂依然搂着他的腰身, 程庆反而有些不适应, 轻轻推了推对方, 小声道, 可以, 可以放开我了, 估着他腰身的手再紧了一下, 还缓慢松开, 轻声道, 走吧, 回到座位上, 程庆脸上的热度还没降下来, 他不得不承认, 他还爱对方, 明明告诉过自己不能再喜欢他了, 要远离他, 为什么, 为什么还是会抑制不住的飞他蜥蜴, 鲁涛转过身, 帮程庆系好安全带, 程庆呆呆地轻声道, 谢谢, 面对近在眼前的鲁涛, 程庆在难过的同时, 仍是忍不住疯狂心动, 感觉自己简直无药可救了, 鲁涛坐回位置上, 对飞行员问道, 怎么回事, 上将大人, 我们遭遇了异常气流, 预计未来航线上还要经历七次, 请问要换一条路线吗, 鲁涛道, 找地方降落, 两位飞行员都愣了愣, 似乎有些不敢相信, 小心翼翼地问道, 是要等异常气流散去再出发吗, 嗯, 过了一会, 飞行员道, 查询结果出来了, 最近适合降落的地方是26号星球的飞行大楼, 那里有可供直接入住的酒店和餐馆, 鲁涛道, 螃线调整, 前往飞行大楼, 闻言, 城景有些呆愣, 不直接回去吗, 鲁涛淡淡扫了他一眼, 天气不好, 明天再走, 城景心里倒是愿意停一停, 不知道是不是怀孕的关系, 刚刚的耐震颠簸, 还有种很不舒服的感觉, 而且胃力空空的, 更有想要呕吐的冲动, 他们停留在一栋高楼上, 下了飞船呼吸到新鲜空气, 城景才感觉那种想要吐的感觉缓解了一些, 鲁涛带着城景来到餐厅, 到了餐厅, 城景心里又松了口气, 他是确实饿了, 要是鲁涛不提, 他自己估计也忍不住要提了, 城景坐在舵位上就发现了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球, 而球里面看起来格外漂亮, 像是童话里的水晶屋一样, 鲁涛看到城景好奇的模样, 道, 那是水晶屋, 冰晶星球标志性建筑物, 你怎么知道, 以前来过吗? 鲁涛将一杯温水递到他面前, 语气平淡道, 没有, 这是初中地理课上教过的知识, 哦, 城景捅着杯子开始喝水, 他知道自己是没有什么常识的人, 如果是他, 就会与闲聊的方式告诉我, 讲得生动有趣, 而不是热门迟白地说出来, 像是在奚落我一样, 想到二号鲁涛, 城景瞥了一眼正牌账户, 忍不住小声问道, 手术之后, 他真的消失了吗? 鲁涛看着他, 语气有点冷, 怎么? 舍不得, 城景毫不犹豫地点头, 看到城景这反应, 鲁涛有些脑目, 又有些吃醋道, 舍不得也没耽误你另寻新欢, 听到这话, 城景语气有些低落, 那能怎么办呢? 毕竟他永远都回不来了, 鲁涛沉默了几秒, 握住城景的手, 温柔道, 我还在, 这三个字让城景莫名心悸, 也有点微热, 很快又拼命将那种悸动压制下去, 当作没有听到的样子, 有些害羞地转头继续看水晶屋, 看到城景这反应, 鲁涛满足地笑了笑, 但城景不敢看鲁涛, 没发现鲁涛的神情, 过了一会, 他们这桌的菜就上来了, 鲁涛轻声道, 别看了, 先吃饭嘛, 冰金星球的菜十分美味, 态色也和帝国星球不一样, 城景原本就饿了, 这下更是吃个没停, 每一道菜都认真仔细地平尝, 吃得十分开心, 反倒是鲁涛并没吃那么多, 进食的动作也缓慢, 等用完餐后, 两个人来到了一层有房间的楼层, 由于刚刚实在吃得太饱, 导致城景行动缓慢, 动作一向很快, 他察觉到城景没有跟上来, 便放慢了步伐, 城景看着他高大的背影, 视线慢慢落在他自然垂放的手上, 忍不住又想, 如果是他, 我们肯定会牵着手走, 可是鲁涛的话, 却从来没牵过我的手, 不止如此, 事实上我们连肢体接触都很少, 我到现在都在疑惑, 为什么他肯带新婚之夜碰我, 我以为他肯定不会理我的, 七年前, 城景还记得, 当时自己对两人的新婚之夜有多么期待, 可期望越大, 失望越大, 到了夜晚, 他早早地把自己清洗干净, 新婚伴侣没有进他的卧室, 不知一新的主卧室没有半点人气, 城景原本还想等一等, 但库坐了半小时, 还是等不到丈夫, 就只能委委屈屈地主动往楼上走, 暗小少爷的脾气, 他是预备要跟陆涛闹的, 可当他推开客卧的门, 看到丈夫, 那股气势就弱下去了, 软绵绵问道, 你怎么不下去啊, 那里才是我们共同的卧室, 陆涛瞥了他一眼, 与其一如既往的冷淡, 分房睡, 城景委屈的嘴巴挪掘了起来, 哪有新婚夫妻分房睡的, 我, 我想跟你一起睡, 他含羞待怯地靠近账户, 分房睡, 陆涛重复了这三个字, 城景怕惹恼他, 只能依着他, 一想到他成为了自己的账户, 就觉得心荡狂跳, 止不住地欢喜, 害羞道, 那你现在, 睡吗? 陆涛却避开了他的目光, 道, 我去洗澡, 他洗澡的时候, 城景坐在床上等, 兴奋又紧张, 等会他来了, 我该摆什么姿势呢? 他解开浴袍露出身子, 想要诱惑陆涛, 又觉得不够庄重, 然后将衣服穿好, 板覆了几次后, 听到脚步声, 城景赶紧乖巧地坐好, 陆涛的身材是极好的, 他进来的时候只穿了一条长裤, 露出上半身, 城景只看了一眼, 就修到别开了头, 两只脚蹭在一起, 城景实在紧张, 修得不知该如何是好, 正思考要不要主动敷上去时, 听到拉开抽屉的声音, 一和兰和出现在他视野中, 盘愣了愣, 呆呆问道, 为什么, 要用这个, 用他的话, 不就不会有宝宝了吗? 不用的话不做, 陆涛语气平静, 像是在说一件不相干的事, 城景别无选择, 心想, 我知道陆涛不喜欢我, 看我的眼神满是反感, 但没想到会做到这个地步, 算了, 以后我一定能赢得他的好感的, 第一次的过程算是比较难以承受, 且后路是不能触碰到陆涛, 也让城景觉得难受, 他还记得陆涛在他耳边说过的话, 不要想以孩子来套牢我的人生, 城景浑身一颤, 他不知道陆涛现在转变的原因是什么, 但绝不能让他知道孩子的存在, 我已经不再想要孩子去要挟争取什么了, 开房门的BD响声, 将城景的思绪从回忆里拉了回来, 陆涛先走了进去, 看站在门口的城景道, 近来, 城景愁愁着走了进去, 心想, 为什么不再开一间房, 不是讨厌和我在一起吗, 进屋后, 陆涛问道, 需要什么, 我让他们买来, 城景连忙摇头, 不用, 什么都不用, 陆涛盯着他看了几秒, 突然道, 外套脱了, 啊, 城景惊恐地瞪大了双眼, 看到这反应, 陆涛有些不悦, 严肃道, 出汗了, 带捂着容易着凉, 我, 我还好, 城景不敢脱外套, 生怕对方看出什么来, 陆涛皱了皱眉, 朝他走了过去, 慌得城景下意识往后退了几步, 直到后背抵上墙壁, 才不得不停下来, 城景不敢跟他对视, 却听到陆涛道, 现在这么怕我, 说着伸手要脱掉外套, 城景想要挡住, 但一抬手就被对方握住了手腕, 随着轻微声响, 城景的外套拉链被拉下来, 慌得城景忙道, 我, 我自己来, 怕我, 陆涛拽住城景的手腕拉向自己, 听到这个问题, 城景胡乱摇摇头, 挣脱对方的前置, 我出太多汗了, 我, 我去洗个澡, 城景快进浴室前, 意识到陆涛还在看他, 脚步一顿, 解释道, 我是真的出太多汗了, 想洗澡, 没有要诱惑你的意思, 你别误会, 说完快速地进了浴室, 然后反锁上门, 看城景迫不及待撇清的模样, 陆涛气得致咬牙, 在室内洗热水倒是件极其舒服的事, 城景很久没有这么享受了, 只是看到自己微微凸起的小户, 城景有些发愁, 他不明白陆涛为什么不和自己离婚, 是为了赌气吗, 还是真的对我不苦可能吧, 如果真的喜欢我, 又怎么会对我那么冷淡, 城景穿上浴袍和旧内裤后, 缓缓走出浴室, 打开房门发现陆涛在做事, 且光平居然取消了隐藏模式, 他脱掉了军装外套, 还解开两颗衬衫扣子, 连衣袖都晚了起来, 看起来真的是超级帅气, 城景不争气地开始心跳加速, 脸上泛红玉, 他不敢多看, 走到床边, 有些犹豫道, 要不我再去开一个房间吧, 陆涛顿了顿, 眼神一冷, 阴亮竟克制不住有些拔高, 为什么要再开一间, 陆涛关掉光平问道, 为什么要再开一间, 闻言, 城景有些不解, 你不是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吗, 以前都是要求分房睡的, 现在我的光平找回来了, 我自己也可以再开一间, 不用, 陆涛的语气竟带着一点严厉, 城景吓得不敢再说话, 慢慢爬上去, 丈夫就在身边, 他原本想偷偷看上一眼, 可视线才一过去, 就被陆涛的目光抓住了, 城景浑身一颤, 才发现陆涛的眼神有点奇怪, 好像是, 生气了, 自己刚刚又说错话了吗, 我说的明明是以前他的决定, 有什么好气的, 曾经努力装作没有一样的样子, 小生问道, 你能不能, 帮晚挖一下窗帘, 他怀孕后别的反应没有, 但极容易犯困, 每天都必须午睡, 不然就提不起精神, 男人终于不再用像要吃人一样的目光盯着他, 习身来到窗边, 一摞地将窗帘拉上, 谢谢, 光线一暗, 城景就觉得眼皮沉, 再多的问题都被他压厚了, 不知不觉中便睡着了, 听到轻缓的呼吸声, 鲁涛看着熟睡中的城景, 忍不住轻拂他的脸, 看到他消瘦的脸颊, 心中有些懊恼, 有些心疼, 明明不该习惯跟正牌丈夫栽在同一个空间里的, 可不知道为什么, 城景这一觉睡得特别好, 醒来后只觉得浑身轻松, 只是神智稍稍有些迷腹, 以至于在他看见陆涛的身影后, 习惯性用撒娇的语气道, 老公, 我想喝水, 空气似乎凝制了一下, 等城景想起来自己的处境时, 已经是一会后了, 他慌乱地坐了起来, 解释道, 我, 我睡迷腹了, 不是故意的, 却发现陆涛已经站起身, 给他倒了杯水递了过来, 城景有些懊恼道, 对不起, 我还以为, 心想, 他以前也那样叫, 可换来的是对方更多的反感, 所以后面就慢慢改了, 捏着玻璃杯的手挤了紧, 陆涛大概在努力克制, 还没将杯子捏碎, 他道, 以为什么, 以为我是他, 城景心虚道, 对不起, 陆涛语气坚定道, 你的老公是我, 城景有些诧异, 很快又道, 从法律上来说, 是这样没错, 陆涛没说什么, 只是杯子又凑近了些, 城景不得不接了过来, 等城景喝完, 陆涛才道, 为什么要跟马云结婚, 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, 想到陆涛可能了解到一些实情, 但他仍想挣扎下, 跟他结婚, 当然是我想重新开始, 且觉得他是个不破的男人, 男人, 听到对方语气中的质疑, 城景咬来咬嘴唇道, 就算是少年吧, 但也满18岁了, 我跟你结婚不也是这个年纪吗, 陆涛再也忍不住, 整个人靠近城景, 但你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, 第一次见面是昨天, 城景慌了, 你怎么知道, 由目击证人, 第二次见面就打算结婚, 原因是什么, 你总不会告诉我, 你们也是一见钟情, 城景有些气愤道, 是啊, 为什么不可以, 不掏脸色都变了, 垫得更冰冷, 我不觉得他会这么草率地定下徽约, 城景道, 既然你已经查过了, 应该知道他家里穷, 很需要钱, 所以我骗他说, 我现在需要结婚, 给他一笔钱让他跟我去登记, 以此来套牢他, 这个理由行了吗, 城景近乎有些自暴肚气, 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, 当时想嫁给你的时候, 让家人威胁你, 现在没办法, 就只能用钱收满, 我不明白, 你不是很想跟我离婚吗, 为什么没有通过我的申请, 他激动了情绪, 让陆涛有些惊讶, 我说过了, 我没有想过跟你离婚, 城景崩溃地大声吼道, 那你告诉我, 你在回来之前说, 要带我去的地方是哪里, 懂不可能, 要带我参加什么宴会吧, 你一直不愿意和我出现在同一场合, 陆涛沉默了几秒, 握住城景的手腕, 然后道, 带你去开通联名账户, 需要伴侣双方一起到场, 才能生效, 文言, 城景难以置信地蹦大眼睛看陆涛, 陆涛继续道, 你的申请没通过, 是因为有军婚保护机制, 城景愣了愣, 下意识道, 但那是需要你开启才有的, 城景脑子一转, 有些恍然, 是不是, 趴开启的, 陆涛像是被气到了, 语气沉沉的, 不是, 城景脑子乱乱的, 你怎么找到我的, 陆涛顿了顿, 我找到了折叠空间的第六条路线, 背里查到了你的出行轨迹, 发现你到过医院, 而且是妇产科, 城景有些慌乱, 下意识地去摸自己的肚子, 陆涛有些脑目, 有些急躁, 所以找人假结婚, 是因为怀孕了, 是, 陆涛深吸了一口气, 尽量用平静的语气道, 城景, 发现自己怀孕, 最佳做法是联系我你的合法丈夫, 而不是随便找个男人假结婚, 如果被查出来, 你知道你的行为属于犯罪吗, 城景突然大声道, 联系你, 然后被你认为我是带要挟你吗, 我不会那样想, 你会, 你以前就告诫过我, 不要耍什么小动作套牢你的人生, 但我这次不是故意的, 我明明有好好吃药,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还能怀孕,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, 也不想要你负责, 我都躲得远远的了, 你还来找我干什么, 就为了法律上的伴侣责任感吗, 没有那个必要, 孩子不是你的, 是老公的, 我现在想要的老公不是你, 而你, 你把他杀死了, 陆涛在听到他后面几句话后, 脸色瞬间绷不住了, 是你把他杀死了, 文言, 陆涛的脸色瞬间绷不住了, 第一次露出些微扭曲的表情来, 他冷声道, 城景, 你冷静一点, 你的伴侣本来就是我, 无论你是跟哪个人格发生关系导致怀孕, 从生物学上来说, 那个孩子都是我的, 这是城景辩驳不了的事实, 他抹了抹眼泪, 小声道, 你不是厌恶我吗, 就这样分开不是很好吗, 你, 你, 我想不明白, 凭什么, 陆涛与期待这些与平日性格不符的恼怒, 这让城景有些惊讶, 他呆呆地看陆涛, 看清对方眼中的木火, 吓得缩了缩脖子, 陆涛凑了过来, 更近距离地盯着他, 再次重复道, 凭什么, 下巴被捏住, 并不疼痛, 只觉得束缚, 城景眨了下眼睛, 一颗泪珠同无故的眼眶滑落, 陆涛道, 你想结婚就威胁我跟你结婚, 想离婚就跑得无影无踪, 凭什么, 我不是你那些看起来滑而不实的宝石, 也不是你一时心血来潮了消遣, 我, 我, 城景下的话都不会说了, 这样的陆涛实在让他难以想象, 原来他也会因为我有情绪上的波动, 陆涛继续道, 所以别想着我和你以前喜欢的那些东西一样, 想要就千方百计夺到手中, 不喜欢了就丢个干净, 我没有, 面对这样的指责, 城景正想反驳, 却意识到陆涛说的并没有错, 以前的我闹着拿到了喜欢的东西, 但很快就玩腻了丢在一边, 带寻找新的目标, 可, 可我对人是不一样的啊, 城景急忙解释, 我, 我对你, 不会, 陆涛突然冷笑道, 不会吗, 有了让你更合心意的二号陆涛, 你不是就不再多看我一眼了吗, 他松开了前只城景的手, 是不是忘了, 谁才是你的正牌丈夫, 那是因为你根本不爱我, 你冷落我, 城景委屈地瞪着他, 眼泪又控制不住地往外冒, 失忆的你对我那么好, 喜欢我, 抱我, 还亲我, 我当然会希望他能留得久一点, 你以往的种种劣迹, 让人怎么赶马真心给你, 陆涛盯着他道, 给了你, 然后让你腻了的时候踩着玩, 我, 城景吸了吸鼻子, 委屈道, 我带改了, 但你从来不肯多看一眼我的改变, 听到这话, 杜涛脸上露出一点无奈的表情来, 那股恼怒感也淡了, 我看到了, 所以决定跟你开通联名账户, 城景难以置信道, 所以, 所以你是带给我机会, 是吗, 城景有些忐忑, 心想, 所以如果陆涛那次正常回归的话, 我们的关系不是终点, 而是起点吗, 陆涛点了点头, 道, 算是给彼此一个机会, 城景心力努力冰封起来的地方瞬间瓦解, 却又不敢彻底相信现在所听到的话, 他小心翼翼道, 你是, 真心的吗, 还是因为知道, 我有了孩子才这样说的, 陆涛道, 真心的, 城景从不怀疑他说的话, 可惊喜来得太过剧烈, 总让他有种不真实的感觉, 他忍不住去抓陆涛的手, 小声问道, 你真的是主人格的陆涛吗, 不是, 不是, 城景的态度显然让陆涛休脑, 他瞪着城景, 陈生问道, 怎么, 你更希望是他对吗, 城景轻声道, 我以为只有他才会说这种话, 伴侣一副明显更喜欢另一个人格的样子, 让陆涛极度欲狂, 他冷声道, 很抱歉, 现在只有我, 你的真正干旅, 一国第七军团的上将陆涛, 你爱的那个原格已经被我彻底消灭了, 城景浑身一颤, 他正想纠正陆涛话中的这个爱字, 可话还没说出口, 男人就凑了过来, 像是终于克制不住吻上了他的嘴唇, 过了一会, 城景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, 陆涛居然在主动吻我, 陆涛退开后, 城景依然回不过神来, 整个人像是被冻住了, 陆涛显然也意外自己的冲动, 神色有些僵硬, 过了片刻才道, 现在明白我的心意了吗, 城景摸了摸自己的嘴唇, 上面仿佛残留着余温, 他轻声道, 从什么时候起, 他原本想问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, 又不敢这样问, 便改了口, 开始对我改观呢, 察觉到你的转变后, 陆涛还想多说什么, 但门铃声响起打断了他的话, 他看了眼城景, 然后往门边走去, 城景整个人都处在震惊中, 怀疑这只是一个梦境, 但又不敢直接去戳破, 陆涛带回来的时候, 手里拿着袋子, 递给城景道, 你的衣服, 我让人干洗了, 可以换上, 陆涛贴心的举动让城景受宠落惊, 轻声道了谢谢, 城景想换上衣服, 但意识到对方还站在面前, 有些犹豫, 陆涛察觉到了城景的迟疑, 却没有转过身, 而是道, 让我看看肚子, 城景瞬间羞红了脸, 想拒绝, 又说不出口, 最后只能别扭地将衣服拉开一点, 逗出小肚子来, 陆涛盯着看了片刻, 然后伸出手摸了肚子, 修长的指根贴在城景的肌肤上, 带来温热的触感, 掌心在他的腹部上游移的时候, 让城景浑身发颤, 某个地方更是起了激烈的反应, 城景修到耳朵都红了, 他急急忙忙去推陆涛的手, 我, 我不是故意的, 就是太久没, 城景意识到是陆涛在阻止时, 整个人慌到手无图措, 陆涛却比他镇定许多, 仿佛这种情形并没有影响到他一样, 他道, 要不要我帮你, 城景惊恶地瞪大了眼睛, 还没来得及回应, 无媚地灯暗了, 变成一片漆黑, 下一秒, 他已经在一个熟悉的怀抱里, 城景修得不知所措, 只能轻轻推开陆涛, 小声道, 我, 我没有准备, 你的身体现在不适合, 配案中陆涛的声音显得更低沉有磁性, 在对方开始有所行动后, 城景有些微呆乐, 没想到陆涛他, 真的带帮我, 对方的动作明明不是特别熟练, 城景居然有些受不住, 若是跟二号陆涛, 他必然会依靠着对方, 还会撒娇, 可这会, 他压根儿不敢碰到陆涛, 心里一直记得以前的他不喜欢过程中有身体接触, 可即便是这样, 他也很快就发现, 城景原本想立即做好推开的, 但是突然察觉到陆涛的变化, 倒是让他忘了这个动作, 他呆呆地看着陆涛, 心想, 陆涛他居然对我有了感觉, 难道他真的有一点点喜欢我, 城景心里纠结极了, 却不敢问出口, 过了一会, 还小声问道, 要不要, 也帮帮你, 嗯, 陆涛这次倒是回答得很快, 给城景清理好身体后才打开灯, 灯光一亮, 陆涛已经下床, 只留了个背影给城景, 城景恍惚了一下, 轻轻扯着被子不知道带想些什么, 陆涛去了一趟洗手间, 出来的时候, 已经看不出有什么反应了, 城景心情复杂, 忍不住盯着他看, 又在乱七八糟想些什么的时候, 陆涛突然道, 等你的身体稳病下来先, 回去之后偶先带你做个精密的检查, 确定日期, 然后听医生的嘱托, 一般四个月之后就可以, 理解了他话中的意思后, 城景的脸色顿时修的通红, 小声道, 我, 我没有那个意思, 陆涛看着他道, 所以你现在已经明白了吗? 明白什么? 我来找你, 带你回去, 不是想要跟你离婚, 而是希望我们能继续办理的关系, 陆涛语气平静, 只是少了以往的淡漠, 可城景觉得他的行为依旧只是为了完成隔任一般, 他犹豫了好一会, 终于还是忍不住问道, 陆涛, 你喜欢我吗? 陆涛握住城景的手, 轻声道, 喜欢, 意料之外的回答让城景错愕, 尽管他并没有感受到对方的喜欢, 可他知道, 他的丈夫绝不会在这种回答上撒谎, 城景小声道, 真的吗? 我, 我从来没有感受过, 我一直以为你很讨厌我, 并不冲突, 陆涛回答得很直白, 你以前的行为处事, 确实令人厌恶, 但喜欢也是真的, 说到这里时, 陆涛别开了视线, 像是羞泽, 耳朵有点红, 他继续道, 你的外表太具有迷惑性, 当你第一次朝我走过来的时候, 我以为看到了小天使, 听到这些话, 城景怀疑自己是不是幻听了, 不然的话怎么会听到陆涛说这种话? 面对陆涛的表白, 城景有些不可置信, 他回想起以前的过往, 自从他在篮球赛上, 对陆涛一见钟情后, 他便时不时地带陆涛身边偶遇, 刻意接近过陆涛几次, 带陆涛吃饭的时候, 故意坐他旁边, 在校园街道里, 故意在陆涛面前假装绊倒等等, 但陆涛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他, 无奈之下, 城景决定直接向陆涛告白, 他给自己精心打扮一番, 来到陆涛和他同学面前, 同学看到城景, 示意了陆涛道, 快看, 这不是城家鼎鼎有名的小少爷吗, 陆涛转头望向逐步朝自己走过来的人儿, 城景害羞地古徒勇气道, 我喜欢你, 可以和我交往吗, 却被陆涛无情拒绝了, 他才朝家里寻求帮助的, 于是才有了后面的逼婚, 城景的思绪回到了现实, 两人已经走在街道上了, 他结巴道, 可是, 可是你一开始就嫌弃我, 从来没有对我有过好脸色, 那时候怎么可能喜欢, 陆涛转头看向城景, 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抹羞涩, 有好感, 我的性格天生有些木讷, 很难表达出好的情绪, 一开始并不是有意针对你, 城景更乱了, 他道, 可我给你表白, 你都不答应, 恋爱没有过程的吗, 陆涛微微皱眉道, 而且你当时真的是表白吗, 我只觉得你是带向一件喜欢的东西下手而已, 我对你来说, 和那些漂亮饰品并无不同, 我, 我没有, 城景回得有些心虚, 两人的脚步停在水晶屋面前, 城景有些不确定, 忍不住问道, 你带我来水晶屋梦, 陆涛偏了他一眼, 你不是想看吗, 面对陆涛的贴心, 城景轻声问道, 你真的是主人格吧, 不是眼生人格吗, 陆涛停下脚步看着他, 语气平静, 只有我, 这句话像是在重复告诉他眼生人格已经消失的事, 城景有些难受, 陆涛察觉到了, 微微皱眉, 似乎想说点什么, 又忍住没开口, 只是脚步似乎有些凌乱, 注意到陆涛这细微的差别, 城景心中怪异, 却有股不知名的感觉蔓延出来, 心想, 只有到了这种时候, 我才能感受到他的喜欢, 陆涛终于开了口, 有没有想买的东西, 你出游了这么久, 回去应该带些礼物, 城景愣了愣, 出游, 陆涛道, 不然要怎么跟别人解释, 城景连忙道, 啊, 是, 就是出游, 确实应该给涂抹和尤里卡带礼物, 还有爱雪, 我们进去看看嘛, 城景踏入其中一家饰品店, 掏起了礼物, 逛着逛着, 一个蓝色的海豚星河百事映入眼帘, 城景伸长手想要拿下来, 还没等他碰到, 陆涛便很自然地帮他从展示台上拿了下来, 城景道了声谢谢, 满眼欢喜地捧着闪亮的海豚星河百事, 陆涛看着小娇妻认真观察球里的风景, 爱不失手的样子, 有些开心, 总算是没那么抗拒自己了, 好久没购物了, 而且第一次和陆涛出来逛街, 看到喜欢的东西, 城景当然想买下来, 理想很美满, 荷包很骨感, 城景偷偷看了眼价格, 逆心有些震惊, 这么贵, 立刻将他放回了原位, 尴尬笑道, 走吧, 我们再去看看别的, 戳完迅速地离开现场, 像带逃避自己的干大似的, 陆涛看了眼离开的城景, 随手将海豚星河百事拿了下来, 选好礼物后, 城景原本打算用自己的余额付款, 但还没等他开起手腕, 立一只手就已经伸了过来, 徒涛道, 我来, 他扫了扫, 护款机器, 又顺手将已经打包好的礼物拎在了手里, 城景愣了愣,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, 慢慢跟在陆涛身后, 心想, 他今天, 太奇怪了, 和以前简直判若两人, 是因为我怀孕所以才这么贴心的吗? 城景想来想去, 只想到这么一个合适的理由, 陆涛突然转身来, 将一个礼物递到城景手里, 看清里面的东西, 城景有些惊讶道, 你把它买下来了, 嗯, 看您很喜欢, 看到城景心花怒放地把玩着海豚星河, 陆涛也跟着笑了起来, 继续问道, 那辆车, 喜欢吗? 哪辆? 城景一脸猛地望向陆涛, 随即震惊道, 家里那辆冰蓝色的汽车, 是你买给我的吗? 陆涛轻轻地嗡了一声, 城景不解道, 你, 你怎么会? 陆涛继续道, 处行没有交通工具, 不方便, 城景呆呆地看着陆涛, 心想, 原来他真的有把我放在心里, 这次, 我可以相信他吗? 疯狂心动后, 城景想到了一个问题, 忍不住问道, 那你是怎么找到我的? 怎么那么巧, 我刚从结婚登记处出来就碰到你, 陆涛道, 你的身份信息被我监控了, 只要连网我就会收到信号, 可以定位准确位置, 但地热星球用的是指指登记, 不然, 我35天前就该找到你了, 听到他包确切的天数, 城景内心有些发热, 好像他真的很在乎我一样, 陆涛又道, 地热星球的身份登记系统太落后了, 幸好结婚登记系统有更新过, 回去后我会向上面申请, 给他们换一套新的电子设备, 刚说完, 陆涛又道, 不, 还是把其他71个星球统英换了吧, 以免日后再出现这样的情况, 我想确保随时能找到你, 城景顿时有些心虚, 对不起, 是我太怨性了, 没有告诉你, 我, 我看到过新闻, 我跟我爸爸还有哥哥的名字都在死亡名单上, 所以我以为, 不在, 陆涛表情严肃地看着他, 那只是最开始放出来的错误名单, 后来修正了, 你们现在列为失踪人口, 城景恍惚道, 要不是有塔塔, 我们说不定真的救, 不会, 似乎意识到他会说什么, 陆涛忙捂住他的嘴巴不让他说出来, 陆涛的语气更严肃了, 他深深地看着城景, 我会救你, 城景内心又开始激动, 显得先前的躲避像是徒劳一样, 城景犹豫了一下, 还是开口道, 你就没有怀疑过真的死掉了吗? 就, 就像新闻里说的, 为了藏起来而不小心掉入了折叠空间, 然后彻底消失, 哎哟, 陆涛回答得干脆利落, 城景惊讶道, 为什么, 你胆子笑, 你父兄的性格稳妥, 如果没有把握你们不会行动, 所以你们一定有可靠之人帮助, 你认识, 相信, 并有能力带你们离开的人, 我只能想到塔塔, 城景呆呆地跟着陆涛, 没想到他想了这么多, 陆涛突然道, 其实这一个多运尼咬无音讯, 我已经做好一直找下去的准备了, 谢谢你, 让我找到, 还愿意跟我回去, 听到这话, 城景羞的脸都红了, 快步走了几步, 慌乱道, 笨,笨, 我们走吧, 心想, 怎么回事, 他以前说话明明不这么直接啊, 羞死人了, 准备回去了, 他们这次回去不是走路, 一辆马车映入眼帘, 城景被惊艳到了, 一辆冰金星球的特色马车出现在眼前, 由于气候的缘故, 冰金星球的马匹, 比其他地区的要高不少, 哇, 这马儿好漂亮, 城景上车之前忍不住揉了揉马的毛发, 鲁涛笑笑地看他, 问道, 你想要和他合照吗, 城景不明所以, 顺着他的目光看去, 才发现不少人在坐车之前会跟马儿一起拍合照, 而且大部分还是情侣, 城景脸色红了一下, 心跳也止不住地加速, 他道, 好, 好啊, 鲁涛察觉到城景的目光平留在不远处拍照的情侣身上, 他突然道, 我们也来拍一张合照吧, 说着一把将城景搂到怀里, 城景惊讶得都有点结巴, 你, 你你, 鲁涛道, 我想有一张我们的照片, 第一次和正牌丈夫这么自然接触, 惹得城景脸上直泛红韵, 心脏也扑通扑通地加速跳着, 鲁涛拿起光屏, 轻声道, 看镜头, 笑一下, 戴咔嚓的瞬间, 城景突然扁起脚尖, 偷偷亲了陆涛的脸颊, 偷亲完的人儿, 一马害羞地迅速抖开了, 留下还在恍神中的陆涛, 反应过来的陆涛, 一把拉住城景的手腕, 将他整个人环抱了起来, 吓得城景轻声惊叫了声, 陆涛朝着马车走去, 他道, 走吧, 回去, 城景轻轻摁了一下, 整个人害羞地缩到陆涛怀里, 坐上马车后, 两人都不知道说什么, 空气中流动了一种名叫尴尬且暧昧不清的氛围, 过了一会, 陆涛轻咳了两声, 喝道, 贝里你应该已经成功接到程序了, 你想和他联系吗, 城景双眼瞬间亮了起来, 可以吗, 谢谢, 陆涛继续道, 嗯, 不过地热星球一向信号不好, 只能语音不能视频, 上将搭任, 贝里的声音传来, 陆涛道, 程序在你身边吗, 换他接听, 听到城景的声音, 程序柔声道, 知道你和陆涛在一起我就放心了, 以你现代的身体状况, 跟他回家是最好的选择, 程庆小心翼翼地偏了陆涛一眼, 才道, 可是哥, 你和爸爸怎么办, 不打算回来了吗, 但是不回去了, 我想留在这里发展, 不用担心我们, 我会照顾好爸的, 兄长的声音和语气还是一贯的安心可靠, 程庆压根儿无法想象, 他和燕七两个人是怎么陡在一起的, 优结代三后, 程庆还是问道, 哥, 我知道你和燕小七的事了, 如果他找过去了怎么办, 你也看到他蹬的寻人启事了吧, 程庆道, 嗯, 我这边已经打点好了, 他顿了顿, 又道, 板道是你, 回去之后, 我希望你不要告诉别人我的行动, 我肯定不会告诉别人的, 谁都不说, 程庆道, 可是我怕他会想尽办法追踪你名的形成痕迹, 陆涛, 你能帮我遮掩下吗, 程庆立即求助一般地看着丈夫, 好, 我们可以扰乱失线, 多去几个星球, 闻言, 程庆顿时松了口气, 聊了几句后, 两人切断了通讯, 陆涛似乎早就拟定好了这个方法, 打开光屏, 面前就出现了整个星系的分布图, 程庆有点尴尬道, 我的臂里当年学得一塌糊涂, 看不太懂分布图, 他凑了过来, 弯着腰想看清楚光屏的时候, 突然一只手揽上他的腰, 等回过神时, 程庆目瞪口呆地回头, 吃惊地盯着丈夫, 心想, 陆涛居然让我坐在他的腿上, 这这这也太暧昧了吧, 这明明是跟二号陆涛, 饿了不知道多少次的事情, 跟现在的丈夫这么做, 却让程庆觉得怪异且惶恐, 他想站起来, 但是腰间的手让他正惊危坐, 僵硬道不敢乱动, 陆涛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, 想去哪里, 他的手指在光屏上点着, 屏幕里就只呈现出六七个星球的分布图, 程庆为了兄长, 其实想多去几个星球, 他有些迟疑道, 你, 你有那么多时间吗, 工作怎么办, 陆涛轻轻靠在程庆肩膀上说道, 有假期, 又有假期, 你上次的假期差不多已经用完了吧, 陆涛继续道, 有新的假期, 所以不用担心时间, 陆涛将程庆搂紧, 他的语气又低沉了一分, 你想去哪里, 我都陪你, 这句话时代非常像情话, 程庆浑身一颤, 亲口扑通扑通直跳, 他突然意识到, 自己好像一点也不了解陆涛, 我以为陆涛是个冷漠的人, 铁面无私, 没什么情趣, 更不知道什么是温柔, 可现在接触下来才发现, 我好像一点也不了解他, 这个男人, 其实非常直接啊, 程庆想通了这点, 却终究还是有点犹豫, 还是盼般地问道, 你这么依着我, 是因为我怀孕了吗, 背后的人没有回应, 程庆鼓足勇气回头去看他, 等对上他的视线后, 又下意识缩了缩脖子, 陆涛道, 不是, 现在的你, 值得我对你好, 程庆的脸颊瞬间红透了, 程庆抖着手去搂男人的脖子, 一点一点将手臂绕在他脖子后面, 感受到对方并没有推拒之后, 才大着胆子轻了上去, 鲁涛主动回稳了他, 略带些生硬的交缠, 却让程庆浑身颤腹不止, 眼眶也变得湿润, 微会后就有泪水往下滚落, 滑落进两人的双唇里, 但起苦涩的味道, 鲁涛察觉后, 扣住他的后脑勺, 加深了这个吻, 炙热的温度像是要将彼此融化, 程庆抱紧了对方, 拼命仰着头, 像是要将所有的爱恋都融于这个吻中一样, 直到快喘不过气来, 台分离开来, 两人静静地抱在一起, 程庆靠在男人胸口上, 听着他平稳的心跳, 忍不住道, 其实我很早就改好了, 你却现在才接受我, 陆涛道, 一年前就接受了, 程庆回忆了一下一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, 顿时更委屈了, 哪有, 那时候你跟命连家都不怎么回, 太忙, 不妨在最关键的时刻, 卢涛简单解释了一下, 程庆到底还是不习惯跟他撒娇或者控诉, 心想, 算了, 现在我们能这样已经很好了, 回味了一下刚才的感受, 程庆突然起了那么一点坏心思, 你的稳计, 没有他好, 话一说出口程庆就后悔了, 卢涛会生气吧, 一病会生气吧, 他好像非常在意这了, 可我实在太想感受他的喜欢和在意了, 好像只有这样才会有那么一点真实感, 卢涛沉默了几秒钟, 他用冷淡的口吻道, 是吗? 他捏住程庆的下巴, 医生道, 那就多陪我练习一下, 嘴唇带刺被封住, 明明是同一具身体, 可方式却并不一样, 一个激烈技术好, 一个奋桌中有条理, 给程庆带来的感受也不一样, 跟正牌丈夫接吻, 会更让他悸动, 毕竟在他看来, 第二人格是二分之一的丈夫, 面前这个才是真正的丈夫, 他一直追求的, 也是正牌丈夫对他的爱, 欲望被点燃, 程庆想进一步, 但还没得手, 就被陆涛制止了, 陆涛低声道, 别这样, 对身体不好, 程庆满眼委屈道, 我已经很久没有了, 而且你明明也, 他凑近陆涛, 柔声道, 我们可以慢一点, 小心一点, 应该没事, 他感受到陆涛的呼吸乱了一下, 但刚想动手, 却又再次被捉住了手, 陆涛的语气中带着警告的意味, 现在还不行, 程庆愣了愣, 感觉整个人像是被一潭冷水浇下, 瞬间冷却了一大半, 陆涛安排的旅行计划轻松又愉快, 一路上对程庆的照顾周到又体骗, 唯独有一点令程庆心中十分待毅, 那就是半个月以来,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合二为一, 即便去医院检查时, 医生已经告知他们没有问题, 即便陆涛平时也会亲吻他, 拥抱他, 甚至还会替他疏解, 但更进一步的动作却始终没有, 程庆控制不住的患得患失, 甚至有些害怕这段时间只是一场梦, 梦醒了之后又变得一无所有, 不知不觉间, 两人的旅程来到了最后一站, 美食星球, 街道两边开着各种饮食店, 种类繁多, 程庆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, 他忍不住朝来远走去, 发现是一家烧烤摊, 程庆忍不住吞了吞口水道, 那个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, 我想尝一尝, 不行, 对身体不好, 被拒绝的程庆, 整个人委屈地搭拉着脑袋, 鲁涛显然注意到他的反应, 他轻咳了两声道, 如果你饿了, 我带你去吃别的, 还有比烧烤更好吃的食物, 程庆的眼睛顿时亮了亮, 真的, 鲁涛看到他亮晶晶的眼眸, 嘴角忍不住浅浅地弯了弯, 轻声道, 真的, 程庆欢快地搂住鲁涛的手臂, 那我们快走吧, 鲁涛很快带他进了一家店, 并点了一份军汤火锅, 锅底很快送了上来, 鲁涛点的菜类也都是营养丰富的, 其中步伐有程庆爱吃了, 程庆却开心不起来, 心想, 这段时间鲁涛管得太严了, 完全不让我碰辣椒, 好馋啊, 吃了几筷子, 鼻子又被烧烤的香味给吸引住了, 程庆忍不住小声祈求道, 鲁涛, 我可不可以吃一串烧烤, 就一串, 鲁涛看了他一眼道, 你觉得你现在适合吃重口味的东西吗? 程庆咬了咬嘴唇, 露出有点委屈的表情, 祈求般地看陆涛, 正要放弃, 陆涛却站起身来, 只许吃一串, 我去给你满, 程庆顿时欢喜起来, 看着往外走的陆涛, 程庆确信陆涛是真的为自己的身体好, 不是什么伪装了, 程庆正喝着汤, 突然有个人走到他身边, 压低了声音问道, 客人, 请问需不需要骗子? 我这里有对心的影片哦, 各种类型的都有, 程庆受了点惊吓, 有些怀疑道, 你在这里, 慢影片, 实色性也, 我看客人跟您的伴侣感情很好的样子, 晚上难道不需要点东西, 来增进彼此的感情吗? 对方几没弄眼的笑道, 很便宜的哦, 我们还可以用余饿支付, 五十余饿一张, 程庆网窗外看了看, 注意到陆涛还带排队, 这才放轻下来, 也压低了声音道, 这种实体光碟要怎么播放啊, 可以用光瓶看吗? 呸, 您是同帝国星球来的吧? 我们这里可不是人人都有那么先进的东西的, 酒店里有机器可以播放, 实体大瓶的享受, 光瓶可比不了, 程庆行李有几分意愿了, 只是有些发愁, 要是他不愿意, 您这么好看, 您的伴侣怎么会不愿意, 不然您先灌他两杯酒, 再把片子一放, 保证手到擒来, 程庆最终还是买了一张, 他太过害羞, 啥也没看就付款了, 鲁涛拿着一串烧烤回来时, 程庆恰好给他倒了一杯白酒, 鲁涛看了一眼那杯酒, 又注意到伴侣泛红的耳根问道, 怎么回事, 程庆也失信地摇头, 小声道, 就觉得这种氛围, 喝点酒比较合适, 你不能喝, 我当然不喝, 我用水代替, 程庆接过烤串, 用力闻了闻, 好香啊, 吃什么肉, 牛肉, 羊肉开山, 怕你吃了想吐, 程庆急忙咬了一口, 满嘴香味, 他连声道, 好吃, 这也太好吃了, 又故作平常道, 你暂时不用执行什么任务, 明天也不着急赶路, 喝一点吧, 鬼爱师的, 鲁涛盯着那杯酒, 看了几秒后台端了起来, 一口喝了个干净, 程庆偷偷窃喜着, 鲁涛放下了酒杯, 淡淡道, 只喝这一杯, 不许再劝了, 程庆哪里还敢再劝酒, 连忙摇头, 心想, 骗子买了, 鲁涛酒也喝了, 成败就看今晚了, 手撑着额头, 睡觉, 程庆愣了愣, 他忍不住在陆涛面前挥了挥手, 丈夫很快就有了反应, 几乎是立刻正经危坐, 视线正通道, 什么事, 程庆小蜥一道, 你是不是喝醉了, 陆涛立刻否认了, 程庆觉得有些不对劲, 陆涛的酒量这么差吗, 以前和二号在一起的时候, 也没看出来, 难不成这里卖的是名存药, 程庆复一地拿起酒瓶, 刚要细看, 陆涛开了口, 不喝了, 程庆连忙放下酒瓶, 甘笑道, 不喝不喝, 试得差不多了, 我们回去吧, 嗯, 这声长音也让程庆觉得奇妙, 毕竟陆涛平常说话很利落, 绝对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托长音调, 得意他, 真的喝醉了吧, 结完仗出门, 程庆忍住了想去搀扶陆涛的欲望, 岂知对方却突然停下了脚步, 朝他伸出了手, 程庆愣了愣, 过了好一会儿开始探班将自己的手递了过去, 然后被一把握住, 在回房的路上, 卢涛明显迷糊了, 分不清哪间才是他们定的, 眼见他就要带自己走过了, 程庆只得道, 你是不是喝醉了, 卢涛立刻否认并利索地打开门, 只是进门后显然有些迷茫, 程庆忍不住一乐, 我先去洗澡了, 卢涛坐在沙巴上, 后背依然挺得笔直, 一双手很规整地放在戏头, 一副随时等待上司召见的样子, 他听到声响才偏过头来, 目光落在程庆刻意扯开一点的地方, 眼眸暗了暗, 但并没说什么, 程庆露出精致的锁骨与宁白如玉的肌肤, 他的头发也没完全塌干, 一张脸干干净净, 嘴唇红润, 整个人看起来非常诱人, 见对方没有任何动作, 只是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, 程庆呼吸乱了一下, 小声道, 你要不要, 你洗个澡, 过了许久, 卢涛抬点了点头, 看到他走进浴室后, 程庆抬松了口气, 连忙去翻自己的外套口袋, 他按照卖片人说的操作, 找到了电视机和小机器, 研究了一会, 屏幕终于打开了, 当电视发出响声的那一刻, 程庆吓了一跳, 本能地去调声音, 可是却找不到该点哪里, 正不知所措的时候, 陆涛拿起一个小遥控, 连续按了好几下, 音量变小下来了, 程庆愣愣地看了过去, 当看到陆涛站在面前时, 顿时羞猴了脸, 喜欢看动画片, 程庆愣了愣, 什么动画片, 我买的不是那种影片吗, 程庆扭头往电视屏幕上看去, 这才发现还真是动画片, 意识到自己可能上当受骗后, 程庆有些泄气, 愣得道, 喜欢, 陆涛轻轻将程庆一把拉起环抱在怀里, 一赏凉, 屋内的灯光照在陆涛的脸上, 放大了他的英俊, 又让程庆浑身热了起来, 两人坐到沙发上, 程庆看到陆涛衣服都没换, 你没有洗吗, 陆涛问了一声, 程庆内心一阵无奈, 看来今天晚上又要泡汤了, 他轻声道, 那我们还是关了电视, 早点休息, 结果大屏幕的声音画面却一闪, 很快变了样, 眼前一片肉色, 突如其来的画面, 让程庆慌了遥控器都掉了, 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, 急急忙忙要去关掉电视, 却在中途被人捉住了手腕, 别动, 让我看看, 低沉醉人的声音带耳边响起, 程庆整个人都不敢乱动, 修到极点, 小生店姐自己不知道这情况, 肯定是酒店提供的, 陆涛轻笑道, 撒谎, 并不严厉地语气让程庆心跳漏了一拍, 恨不得找个低缝钻进去, 他羞耻道, 我不是故意的, 程庆修到浑身发烫, 几乎不敢直视辨识屏幕, 但他却能感受到陆涛看得很认真, 因为他能分辨出来, 对方的呼吸好像稍稍有点乱了, 一注意到呼吸, 程庆的心跳速度就在加快, 身体变得越来越热, 内心的欲望被引了出来, 虽然羞耻, 却已渐渐忍不住, 被屏幕上的内容给吸引, 呼吸也乱了, 程庆越看越觉得受不住, 想要, 非常想要, 程庆几乎克制不住自己, 但面对现在的老公却有些放不开, 他咬了咬嘴唇, 正想自己动手解决, 陆涛却先一步往他身上探去, 程庆终于按捺不住往后倒, 几乎是完美地嵌入男人的怀里, 程庆抬起头便能看到, 丈夫优美的夏合线以及肉人的猴杰, 盼忍不住小声道, 老公, 陆涛的动作顿了顿, 很快对上程庆的视线, 加重了语气, 我是陆涛, 程庆不敢乱动了, 他其实想解释自己知道他是谁, 可当看到陆涛那与平常截然不同的情绪反应后, 又有些坏心眼地将这句话藏了起来, 陆涛逼近了他, 医生道, 你以前也是叫我老公的, 你的老公从来就是我, 没有别人, 宛如吃醋一样的言语让程庆心里多少有些受用, 他委屈道, 那你为什么不肯碰我, 陆涛盯着他, 过了好一会儿才道, 不方便, 程庆微微皱眉, 可是医生都说我现在可以了, 程庆大着胆子往男人身上凑, 轻声道, 你还带犹豫什么, 他眼里水光一片, 看起来又关又软, 伴侣的喉咙里发出猫一样甜蜜的声音, 圆还往他的面前凑, 陆涛忍不住轻了上去, 屏幕的声音比他们的要激烈, 但两人已经顾不上了, 陆涛一把将程庆拖抱起, 往床上走去, 怀孕后的程庆身形依然鲜长, 只有户部鼓起了一块, 每一天都要比前一天大一点的感觉, 但看起来不仅不显得丑, 还有意外的美感, 程庆看着居高临下的男人, 小声祈求道, 今天可不可以, 不关灯, 听到陆涛同意的声音, 程庆忍不住想要更过分一点, 那可不可以看着我, 陆涛道, 可以, 程庆瞬间雀跃起来了, 他几乎是立刻朝男人伸出双手道, 老公亲我, 陆涛俯下身来亲了他, 然后问道, 你叫的是谁, 程庆缠住陆涛轻声道, 你, 我老公, 我的伴侣, 我知道你是谁, 对于这个答复陆涛很是满意, 他亲了亲程庆的嘴唇, 一路往下慢慢落下连绵不断地吻, 程庆羞涩又兴奋, 喉咙里发出愉悦的身影声, 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不言而喻, 没有了薄薄的纳层辅隔, 这次是两个人真正地融合在一起, 程庆简直满足到了极点, 他忍不住问道, 是不是这样感觉更好一点, 陆涛在他肩膀上吻了一下, 逆滴愣了一声, 程庆大着胆子问道, 那你现在有没有后悔以前的方式了, 有过两次眉的经历, 陆涛突然说出来的话让程庆愣了愣, 他喘息了一下才问道, 什么时候, 他有些羞耻, 难不成有时候中间转换成你的意识了, 听到这句话, 陆涛脸色僵了僵, 掐着他的腰身的力度, 也重了一点, 不过很快又恢复原色, 第一次是在部落星球的观察基地里, 程庆更愣了, 那次, 那天晚上, 是真的, 陆涛说的地方是程庆唯一一次申请随军去的基地, 他去的时候兴冲冲呢, 本以为账户看到自己一并很意外和高兴, 却没想到迎接他的是冷漠, 他还严死警告程庆, 说基地不是玩乐的地方, 没事别到这里来, 还给他安排了第二天的回程, 但程庆并没有心灰意冷, 仍然决定晚上要给陆涛一个惊喜, 他躲进陆涛的被子里, 等着他进来, 可接下来的内容, 程庆几乎没有印象了, 只有第二天有些酸痛的身体告诉他, 昨天夜里兴许真的得逞了, 陆涛咬了下他的嘴唇, 眼睛里居然样出一点笑意来, 了三次, 程庆惊呆了, 很快又觉得懊恼, 我居然一点印象都没有, 一定实际的问题, 他突然又想起一种奇怪的感觉, 忍不住问道, 那天晚上是不是还了, 这句话不知道点燃了陆涛哪个敏感点, 程庆没来得及反应, 就被男人掀倒在床, 用了另外一种新的方式进入, 掐带腰上的手指移到了后腰处反复摩擦, 程庆才意识到, 对方是在蹭自己的纹身, 讲到那个纹身的内容, 程庆就修到脸色通红, 下一秒, 男人咬了要他的耳垂, 医生道, 私人专属, 你是谁的私人专属, 程庆物业道, 你的, 是你的, 我是谁, 激烈的动作几乎让程庆说不出话来, 跑一会后, 程庆才断断续续地道, 是陆涛, 是我老公, 我的伴侣, 我最爱的人, 陆涛听到他的话, 动作停了下来, 掖着他的下巴, 将他的脸转向自己, 陆涛紧盯着他, 喉结一滚, 你爱的人一直是我, 双重肯定的语气, 却不免加达着一点不自信, 程庆难得能听出来, 他道, 本来就是你啊, 对你一见钟情, 你冷着我, 我也喜欢你, 以为你失忆, 我也喜欢你, 后面, 还是喜欢你, 听到他的回答, 陆涛嘴角略微弯了弯, 下一秒便稳住他的嘴唇, 一边用力进攻, 最后程庆累得倒在男人怀里沉沉睡去,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早上, 程庆揉了揉眼睛, 看到了丈夫英俊的容颜, 还甜蜜地笑了笑, 又肆无忌惮地把拉的他, 直到意识到他的呼吸频率不太寻常的时候, 才疏得起身, 这一起身, 身上的被子也掀开了, 然后他就看到了一片血色, 红色的血, 从陆涛的腹部蔓延开来, 染透了他的衬衫, 陆涛很快被抬上担架, 贝里平静道, 时间紧扩, 我已经向上将大人申请了使用折叠空间, 并联络了军部医院, 只要上将大人一到, 马上就能进行手术, 陆涛艰难地清醒过来, 安慰程警让他不用担心, 见到费里相对轻松的神色, 程警满怀期望问道, 陆涛的伤不会有性命危险是不是, 费里很坚定地道, 不愧, 程警这才总算松了口气, 可是他流了好多血, 没事的, 上将大人刚受伤的时候, 流了更多的血, 但他依然品了过来, 程警定了病神问道, 到底怎么回事, 陆涛什么时候受的伤, 是跟英迪拉属下交火的时候吗? 没错, 上将大人被生物盘打中了腹部, 他当时去的太极, 没有穿防弹衣, 程警手一抖, 可是这都快两个月了, 怎么还没有好? 费里承诺了片刻抬道, 因为这两个月来, 他一直没有接受正规的治疗, 本来在重担的时候, 上将大人就该及时送医治疗, 但他拒绝了, 坚持地将英迪拉一档全部抓获, 直到支撑不住终于倒下, 他被送往医院, 踏点没保住性命, 程警惊讶地瞪大了眼睛, 他为什么这么拼命? 费里道, 更拼命地还在后面, 麻醉药效过去之后, 他坚持从医院出来, 开始寻找你, 找, 我, 曾经满脸震惊, 没错, 他坚信您没有死亡, 联合验家开始寻找折叠空间的第六条线路, 请恕我直言, 您不应该这么任性, 一言不发就离开, 相信您中途一定看到过新闻, 当时您就应该联系上将大人, 搞知自己的所在, 曾经眼圈活了起来, 我, 我以为他不会在乎, 以为, 以为就这样断掉最好, 我没想到, 他会那么费力地来找我, 他以为陆涛说的寻找, 不过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, 贝里咒没到, 您以为要找到第六条路线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, 上将大人俊元脉, 读起一个科学团队, 夜以继日地在折叠空间里穿行实验, 爷爷还能休息, 他却不眠不休, 实在挺不住了台糖一两个小时, 等整一个月的时间, 连燕七少也都放弃了, 上将大人依旧坚持了, 乘景几乎猛了, 难难道, 一个月, 居然要那么久吗, 这一个月里, 上将大人根本不顾及身上的伤口, 拒绝做第二次手术, 只肯秃药注射, 所以伤口一直没好, 乘景的眼泪不受控制地裹落出来, 他哑声道, 妈为什么找到我了, 他还不去治疗, 贝里有些不满地盯着他, 不是您希望上将大人帮您哥哥隐藏行动的吗, 乘景后悔极了, 所以他身上的伤一直没好, 然后还, 还要陪我到处闲逛,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, 贝里看到他自责的模样, 沉默片刻才道, 乘先生, 你也不用太过自得, 上将大人既然做了这样的决定, 就一定有他自己的理由, 乘景赛一次确认道, 卢涛他真的没有生命危险吗, 昨天晚上, 他还喝了一杯酒, 贝里皱了皱眉, 喝了酒, 难怪伤口会裂开, 生物般的伤口要避免酒精刺激和剧烈运动, 上将大人的体质没有问题, 请您不用担心, 我接下空训,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神太过紧绷, 他肚子里的隐痛感越来越强烈, 他强忍着痛楚坐在座位上, 当得知丈夫已经脱离危险后, 他才彻底松了口气, 然后晕了过去, 乘景醒来的时候, 有种睡了很久的感觉, 浑身软绵绵地使不上力, 意识一点一点地回来了, 乘景想到昏迷前的事, 整个人一惊, 几乎是弹跳着坐了起来, 惊哭道, 入涛, 他的起身惊动了身边的人, 祖母正坐在旁边看书, 听到乘景的声音才淡淡道, 跑回去, 你现在不宜起身, 乘景看到祖母很是惊讶, 呆呆地问道, 祖母, 您怎么在这里, 他左右看了看, 惊异不定道, 卢涛呢, 他怎么样了, 讲到卢涛, 他就急到不行, 眼力充满了担忧, 几乎又要掉下泪来, 祖母道, 小涛没事, 贝里在他身边守着, 你问他吧, 我去给你拿点东西吃, 承经给祖母道了声谢谢, 随即给费里通讯, 视讯播出后, 没多久就接通了, 承紧忙问, 贝里, 卢涛他怎么样了, 贝里将摄像头转向卢涛, 上将大人平安务事, 正在休息, 当隔着屏幕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陆涛, 承紧的呼吸都轻了, 他从未见过陆涛这么脆弱的样子, 陆涛在我面前一直都是高大可靠, 无所不能的, 他痴痴地盯着陆涛, 盯到眼睛都有些发散了, 还吸了吸鼻子, 小声道, 他什么时候能醒, 24小时内, 承先生, 您的情况还好吗? 承紧正想说还好, 刚进来的祖母突然开了口, 要多休息才能好, 化了吧, 等你身体稳定了再亲自去看他, 承紧虽然有些舍不得, 但还是跟费力打了声招呼后就切断了通讯, 独母端了碗鸡汤给承紧, 趁热喝吧,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, 要注意多补补身子, 承紧赶忙接过碗并道声谢谢, 承紧身体有些虚, 跺了一会儿又睡了过去, 一户中感觉有人握着他的手, 轻抚他的脸颊, 感受着这个触感, 承紧心里一喜, 一马开口叫道, 老公, 是我, 黑暗中陆涛的声音响了起来, 没有平时的冷漠, 甚至有了点温柔的意味, 陆涛伸长了另外一只手, 按了墙壁上的一个开关, 病房里瞬间亮了起来, 看到陆涛, 承紧露出笑容, 但很快又皱起了眉头, 你怎么来了, 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吗? 我, 应该是我去看女排队, 你的伤口怎么样啊? 还流血吗? 碰不痛? 一连串的问题问出来, 让陆涛低笑了一声, 他聊起自己的衣摆给承紧看伤口, 轻声道, 已经没事了, 承紧看着那一处, 想伸手触碰, 却又不敢, 最终只能小声道, 那么久了,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受伤了啊? 我要你喝酒的时候, 你拒绝我就好了呀, 陆涛满脸平静道, 忘了, 承紧瞪了他一眼, 又有些稀奇的样子, 原来你也会撒谎, 陆涛一副不斥可否的样子, 承紧道, 你来这里没关系吗? 手术结束到现在抬几个小时而已, 没关系, 只是缝合, 没什么危险性, 陆涛一派轻描带写的样子, 好像确实是一件小事一样, 陆涛拿起一张报告, 道, 他似乎会很可爱, 曾经有些尴尬, 是我身体的检测报告吗? 他有点后悔没将这张纸藏起来, 虽然不需要明年, 他们彼此都知道, 这个孩子怀上的日期, 是由衍生人格来占据了陆涛的身体, 但还是忍尴尬, 陆涛突然道, 那天刚好是我, 陈涛听到后, 眼睛都瞪圆了, 什么? 你? 那天是, 是你? 陆涛点点头, 确认道, 是我, 怎么会是你? 陈涛惊讶的同时, 又想到那天发生的事, 一些细节让他后来都有些疑惑, 现在想起来, 如果当时是他的正牌丈夫的话, 确实就能说得通了, 想到这里, 陈涛又羞又有点慌, 你当时, 都, 都没说, 陆涛一脸无辜, 我当时也是一头雾水, 不知道什么情况, 他后进陈涛逼声道, 怎么? 知道是我很遗憾吗? 陈涛连忙摇头, 脸色羞得通红, 怎么会? 我, 我没有, 陆涛轻轻亲吻了陈涛的脸颊, 撬道, 那就好, 陆涛身体恢复很快, 一三天出院后, 就搬到陈涛的病房, 提身照顾他, 匍匐两人很少这样亲密无间地待在一起, 单独相处, 陈涛原本还担心会尴尬, 后来发现陆涛的转变很大, 工作之余甚至会陪着自己一起追剧, 陆涛的转变让陈涛震惊又欣喜, 渐渐地, 陈涛也终于打消所有顾虑, 敢主动向陆涛表达自己的爱意, 陈涛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被允许出院, 陆涛一边拿着他的行李一边道, 独母让我们回去一趟, 去吗? 陈涛蒙点头, 当然去, 我还得当面跟祖母道歉呢, 走出医院看到停放在门口的冰蓝色汽车时, 陈涛微愣了愣, 又有些不好意思, 上车前他还用手摸了摸车身, 陆涛道, 喜欢吗? 陈涛甜甜地笑了笑, 喜欢, 超喜欢这个颜色的, 陆涛满意地轻笑道, 那就好, 车子设置成自动驾驶模式, 陈涛和陆涛都坐在后座, 陆涛似乎有事, 正在用光屏浏览文件, 陈涛也将自己的光屏打开, 当看到右下角有新的信息提示时, 陈涛连忙点开, 等看清楚上面的文字时, 他顿时欢喜起来, 我, 我接到订单了, 陆涛朝他看了过来, 什么订单, 陈涛脸色兴奋到发红, 他道, 我在网上申请了一个虚拟店铺, 可以给你定制女仆, 或者做一些手工真制品, 现在我接到新的订单了, 陆涛朝他的光屏上扫了一眼, 嘴角微微弯了弯, 不错, 陈涛开心道, 这可是我的第一笔搏击病单, 是从55号倾筹发来的呢, 陆涛看他这么兴奋的样子, 暂时放下手边的事, 问道, 你很喜欢, 陈涛用力点头, 我喜欢做衣服和真知, 他说完才觉得有点不对劲, 连忙去看丈夫, 巧心意意地道, 我是不是, 不该喜欢, 当然不是, 陆涛很认真的道, 你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一件好事, 我不会阻止你, 甚至还会为你感到高兴, 听到丈夫的话, 陈涛心里无比感动, 我以前, 一直在虚度光阴, 没有创到一点价值, 我现在已经决定要发展自己的事业了, 我喜欢做衣服, 也会一直做下去, 我会支持你, 陆涛说着伸出手来, 轻轻捏了捏陈涛的脸颊, 霍生又熟悉的动作, 让陈涛正了正, 陆涛发现了他的真冲, 问道, 怎么了, 陈涛只觉得喉咙有些干涩, 好一会儿才道, 你以前, 不会捏我的脸, 介意, 陈涛摇摇头, 想集中精神到光屏上, 但所有的思绪都围绕在丈夫刚刚的动作上, 陈涛绷不住了, 到底还是说出了口, 你真的做了抹杀人格的手术吗, 陈涛的表情顿了一下, 为什么这么问, 陈涛胡乱摇头, 我, 我没有别的意思, 就是你刚刚的动作跟他实在很像, 我, 陈涛打断他的话, 我做了手术, 但不是抹杀, 而是融合, 陈涛听到这话, 舒得睁大了眼睛, 陈涛继续道, 因比拉嵌合体实验的基础基因, 是从虫族身上提取的, 而我受到了虫族的攻击, 所以产生了衍生人格, 陈涛语气低沉, 特别强调道, 但我并未与别的物种基因融合, 所以理论上来说, 另一个我, 也是我, 曾经有些心虚, 干巴巴道, 我知道啊, 我, 我也没有把你们当成不同的人, 他虽然这要说, 可他心意知道, 他是有的, 当时我以为两个人格不能共情, 一旦他恢复后, 我又会被冷漠对待, 所以才选择离开, 陈涛似乎看穿他的心思, 但并没有点名, 继续道, 到达的终点自然是不同的, 陈涛似懂非懂地看着他, 陈涛想了一下, 就比如, 如果小事后, 你的父兄很严厉地要求你考试满分, 依迫你学习, 你会变成什么样, 陈涛下意识到, 我会哭, 陈涛似乎有些无奈, 跑一会才到, 如果哭没有用, 只有努力才能得到你想要的, 你的性格和人生会不会跟现在不一样, 陈涛认真的想了想, 点点头道, 肯定不一样, 会比现在优秀很多, 嗯, 所以衍生人格只是我没有被挖掘, 或者隐藏起来的一部分, 事实上还是我, 如果我的父母没有意外去世, 独母对我的要求不严格, 我或许就会是那个样子, 陈涛恍然大悟, 原来是这样, 陈涛揉了下他的头, 似乎有点欣慰, 他道, 我原本并不愿意接受不完美的自己, 但最终还是做了这样的决定, 他看着陈涛, 目光中难得露出一点深情来, 因为我不愿意毁掉我们的婚姻, 听到他的话, 陈涛只觉得心跳加速, 脸也越蓝越红, 那, 那你现在有他的记忆吗, 陈涛道, 有一部分, 医生说不排除以后能想起来更多, 陈涛害羞道, 真的吗, 你现在能想起来哪些啊, 目前可以明星想起些, 第一次恢复前的记忆, 比如摘葡萄, 纹身和逛集市, 嗯啊, 还有呢, 陈涛轻轻地撇过头, 剩, 剩下的都是一些少而不宜的时候, 陈涛听完, 脸色瞬间爆红, 想找个地缝端进去, 说话也打劫了, 陈涛看了眼陈涛, 握住他的手道, 他对你做的我也能做到, 所以, 陈涛突然起身, 单膝跪地, 轻咳了一声, 有点羞涩道, 笑, 小景, 听到这么亲密的称呼, 陈涛的心有点震撼, 心脏砰砰的猛跳着, 请你不要离开我, 永远待在我身边, 过了一会儿, 车子停到了陆家门口, 进了屋子, 他们却没有看到祖母, 陈涛还在一楼找了一圈都没找到, 陈涛不敢乱动, 他小声道, 心许祖母可能带二楼的工作室, 我们上去看看, 陈涛有些意外, 你来过, 上次来过, 陈涛回忆道, 一是为了告别, 二是来送那颗你买下的苍蓝, 我以为你要送给祖母, 但祖母说不是, 因为你知道他不会喜欢, 陈涛语气中带着期盼, 眼睛亮晶晶地翻着神采, 所以你肯说实话了吗? 那到底是不是你, 为我买下的? 陈涛小幅度地笑了笑, 是, 听到这个答案, 陈涛忍不住笑了起来, 又有些扭捏, 之前为什么说不是啊? 让我难过了好久, 觉得自己自作多情, 陈涛愧疚道, 我的错, 陈涛立即道, 我又没怪你, 他含羞带骚地看着英俊的丈夫, 被他温柔的视线注视着, 整个人简直甜蜜道, 如同在做梦一样, 他忍不住点起脚尖, 刚仰起头, 陈涛就配合地低下头来, 主动迎上他的嘴唇, 两人热烈地亲吻的彼此, 这时, 楼梯上传来一声咳嗽声, 两人听到后才仓促分开, 陈涛羞红了脸, 当看到站在二楼的土母时, 又惊讶起来, 祖母, 您可以行走了, 祖母轻笑道, 嗯, 不过还不能走太远, 又朝他们招了招手, 不来扶我, 陈涛连忙道, 我马上上去, 他刚要往上跑, 陈涛却握住了他的手, 声音低沉道, 一起, 拉着陈瑾一起往楼梯方向走去, 紧握的手带着灼热的温度, 渐渐地变成食指交错了方式, 陈瑾看着身边的丈夫, 忍不住露出甜甜的笑容来, 看着两人朝祖母走去的温馨画面, 让我忍不住笑出声, 乖宝, 幸福来了, 燕七从小就很羡慕陈瑾, 还有家人宠着, 自己和陈瑾一起玩耍的时候, 只要是陈瑾哭, 爸爸都会不分青铜道白地让自己道歉, 陈瑾的哥哥则会搂着他, 客户他,乔景乖, 哥哥给你揉揉就不疼了, 陈瑾和姐道, 小孩子玩闹, 磕碰都是难免的, 别对小七太严厉了, 他从小就皮, 哪点都比不上他的哥哥姐姐们, 他抓着小七严肃道道歉, 燕七不满地把脸撇到一边, 对不起, 是我不好, 燕七自己从来没被爸爸温柔对待过, 看着爸爸还在一旁说自己, 燕七难受地走到一旁, 陈瑾注意燕七的样子, 被陈瑾温柔道, 乔景, 你一个人在这里玩一会儿好吗, 哥哥有事要找燕七, 陈瑾开心地儿了一生, 便自己去玩耍了, 陈瑾牵着燕七温柔道, 小七, 你跟哥哥来一下, 燕七因人紧闭, 你要干什么, 陈瑾没说啥, 只是牵着他往楼上走, 正生气的燕七使命挣扎着, 看着闹腾的燕七, 陈瑾干脆一把将他抱起来, 他轻声道, 闹吧, 动静闹大的燕叔叔又要来骂你了, 果然是小孩子, 听到这话的燕七立刻安分下来了, 燕七跺在床上看着翻抽屉的陈瑾不满道, 说吧, 到底什么事, 只见陈瑾拉起他的手轻声道, 来, 你的手受伤了吧, 不处理可不行哦, 突如其来的温柔让燕七有点小害羞, 乖乖地让陈瑾处理伤口, 抱歉哦, 让你受伤了, 应该是刚才小景抓的吧, 燕七摸了摸被处理的伤口轻吞了声, 这, 这点小伤, 没关系的, 温柔的大哥哥开始他的哄娃妙招, 哥哥把这只小鹿送给你, 希望你不要生小景的气, 好吗, 我才不喜欢这种一点用也没有的玩偶, 除了可爱一无失处, 承煦愣了愣, 抱歉, 那你想要什么, 哥哥送你, 同小到大都没有收到过毛绒玩具的燕七, 快速抱过玩偶, 算了算了, 我就勉强收下它吧, 承煦笑着摸了摸燕七的头发, 小小年纪就心口不一, 有点可爱, 这是燕七第一次感觉到, 自己被温柔对待, 被肯定, 看着承煦的笑容, 觉得它就像太阳一样温暖, 这个太阳在燕七又小的心里, 懂下名为好感的种子, 随着时间的流逝, 这颗种子逐渐生根发芽, 抽枝长叶, 经历风吹雨打, 承煦和燕七两人真的是从小到大都不对付, 承煦时不时都要给两个人打圆场, 你们两人将来可是要结婚的, 一直闹矛盾怎么行, 一天天的相处, 燕七对承煦的感情, 最终变成一棵参天纳树, 时间来到燕七十六七岁的时候, 此时的他身高已经比承煦还要高出干个头, 燕七终于鼓足勇气约承煦单独见一面, 面对心爱的人, 不安适适的燕七双手微微握拳, 紧张地对承煦道, 旭哥, 我喜欢你, 承煦愣了愣, 一时间以为是恶作剧, 但看到燕七那羞涩且认真的神情, 他意识到燕七对自己是认真的, 但自己是大人, 不能让小孩错下去, 他略显单大的替燕七解释道, 小七, 你是不是和朋友做游戏输了, 然后找同性告白是惩罚, 听到这话, 燕七的心情就如同窗外雷鸣电闪的天气一样, 非常难受, 满心期待的表白却得不到回应, 他大声道, 我不是在开玩笑, 也没有玩游戏, 他专注地盯着程序再次发出心声, 旭哥, 我是真的喜欢你, 喜欢到想让你成为我的人, 小七, 程序正想开倒燕七, 可话还没说出来, 就被推倒在沙发上, 此时的燕七力气, 已经和程序不相上下, 燕七趁着对方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, 迅速地亲吻了他的嘴唇, 靠年压了上来, 又紧张又急迫的样子, 寻到他的嘴唇硬了上来, 程序推着燕七连忙道, 小七, 不要这样, 颤抖的嘴唇, 连齿官都在打战, 程序意识到对方究竟有多紧张和慌乱之后, 就卸下了, 让狠狠推开他的力道, 任他在自己的嘴唇上胡乱的轻, 燕七似乎用尽了全部的勇气, 待意识到他没有拒绝的时候, 眼睛里流露出狂喜来, 正想更进一步, 程序却仰起了头退开, 用温柔的声音道, 我没有推开你, 不是因为我愿意了, 而是不想让你更难堪, 知道吗? 少年脸上的兴奋迅速冷却, 眼底划过一抹受伤, 程序将他扶了起来, 自己也重新站好, 温声道, 你回去吧, 我只当金玉的事是一场玩笑, 不会放在心上, 七听到这句话, 顿时像是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般, 大声道, 我是认真的, 旭哥, 我是真的喜欢你, 我想要你看着我, 对我好, 眼睛里有我, 我还想和你做最亲密的事, 让你成为我的伴侣, 遥是程序涵养带好, 听到这话脸色也有些绷不住, 他闭了闭眼, 用冷静又带点绝情的语气道, 我不喜欢你, 事实上, 我更喜欢你能当小景的伴侣, 我以为你们之间有可能, 伪才会喜欢那个草包, 我简直恨死他了, 恨他为什么能夺得你所有的关注, 恨他能肆意跟你撒娇, 恨他糟蹋你的心意, 我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他, 眼妻的情绪已经失控, 眼神中甚至带了点狠力, 程序的脸色变得更冷了, 我不许你这样说我弟弟, 眼妻, 你回去吧, 以后不要再来了, 一, 眼妻难以置信地瞪着他, 满脸都是受伤的神情, 他不甘道, 凭什么, 凭什么, 他吼完后似乎觉得没有脸面再呆下去, 统统跑了出去, 他离开的时候, 程序看到了他脸上流下来的泪痕, 程序看着他的背影有些懊恼, 一时觉得这件事太过不可思议, 一时觉得自己刚刚说的话太重了, 他无心在工作, 平生第一次会因为烦闷而在房间来回踱步, 等注意到外面的暴雨时, 终于忍不住下了楼, 心想, 艳妻应该已经开车走了, 但他还是得去看一看, 等下太更业一确认一下, 他平安到家了没, 这种情况我还是尽量避免再见他, 思绪游离间已经不自觉地拿着把里伞统统下了楼, 程序下楼的时候, 在心里想了很多, 刚到楼梯口, 就遇见成井抖了进来, 右弟似乎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, 哥, 你猜我刚刚看到了什么, 程序瞥了一眼外面的大雨, 心里产生一丝忧心, 语气却并没有异常, 看到了什么, 我看到艳小七蹲在我们家墙角哭哦, 肯定是告白失败了吧, 我记得他的跟班说, 他准备好了, 要跟谁告白来着, 程庆兮兮笑了笑, 哥, 你说我要不要航进去给他送把伞啊, 程序平静道, 不用, 你以后离他远一点就好, 不等右弟询问任音, 又道, 你快进去吧, 程庆准备了好喝的饮品, 等右弟进去后, 程序却快速地走了出去, 暴雨如注, 天色也黑得可怕, 他急切地回寻找, 终于在拐角处看到了一个身影, 雨声都无法掩盖他发出的哭声, 似乎悲愤到了极点, 拳头还吓一下地往墙上用力砸, 以前我隐约觉得, 艳七看我的眼神不对劲, 似乎带着一步, 轻烈性, 没想到他对我有这样的心思, 而我的拒绝对他的冲击又这么大, 明知不该带去招惹这头小野兽, 这样的举动只会让他越陷越深, 但程序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脚步, 一步一步地朝艳七靠近, 雨声掩盖了他的脚步声, 当雨伞遮到头顶时, 艳七忍不住怒吼一声滚开, 他缓缓抬起头, 眼睛里还有没有退却的愤怒与力气, 等看清楚程序的脸后, 烂抹力气瞬间全部转成了惊喜, 他沙哑开口, 去割, 他的情绪转变如此之快, 那一瞬间, 程序的心荡多少有点被击中了, 程序其实是个想法浪漫的人, 他想要炙热的爱, 程序将散饼塞到艳七的手里, 语气平淡道, 如果你出了什么意外, 我不好向你家里人交代, 回去吧, 回去洗个热水澡, 再处理一下手上的伤口, 尽管有一丝心悸, 程序却清楚地知道, 两个人并无可能, 年龄差距太大, 还同为男性, 虽然政府没有明文禁止同性婚姻, 但在社会上终究还是一类, 见对方握住了伞柄, 程序正打算要走, 眼气却突然一把抓住了他, 用力地将他往墙上一压, 在雨伞的毒挡下, 强势地吻上了他的嘴唇, 依然是颤抖的唇瓣, 却不再有犹豫, 而是攻势十足的侵入, 眼气强势轻上去, 他声色又急切地吻着, 程序一个不察就被他潜尽了, 还被他往嘴唇上咬了一口, 这家伙简直不可理喻, 程序断紧拳头准备推开他或者揍他一拳, 可当他举起拳头, 看到面前小狮子一样的男人时, 却无法下手, 对方待哭, 算了, 他只是喜欢我罢了, 我好好拒绝就好, 程序在心里这样想着, 他放下了拳头, 露出无奈的表情来, 小七, 你还年轻, 我允许你不理这一次, 希望你回去以后就能清醒, 他说着推开了对方的胸膛, 毫不犹豫地往房子里走, 眼气并没有追上来, 只是隔着羽目道, 我不会放弃的, 程序并没有把燕七这句话当回事, 他想躲避一个学生实在太过简单了, 他的事业大部分都在外星球, 于是他去外星球出了一趟差, 燕七得知这个消息后, 便很少带来成家, 程序整整走了大半年, 他以为燕七早已放下了这件事, 毕竟小孩子心性未病, 很容易改变, 譬如他的幼帝, 就很难长时间喜欢上什么东西, 可回来后, 就听到幼帝说, 他喜欢上了一个人, 陆涛, 在这半年期间对陆涛一见钟情, 还迅速定下了婚事, 店家知道后也来贺喜了, 他笑着对程庆道, 你和燕七的娃娃亲都是我们大人之间的玩笑话, 不用当真, 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最重要, 这周末带着家人和陆涛一起来我们家吧, 我为你们举办一个祝贺宴会, 程庆满心欢喜地道了谢, 快到了宴会当天, 程序带着家人来到宴家, 在宴会上, 他再次见到了燕七, 北方长高了, 也长大了, 程序看到他的第一眼, 心脏莫名地漏了一开, 但他很快忽略了这件事, 燕七迎面走来, 恭喜你们订婚, 程叔叔和我爸正在和军部的领导聊你们呢, 还胡快去打招呼, 程庆没有任何疑虑, 挽着陆涛的手臂, 开心地和哥哥道别后便离开了, 这突然就剩下自己一个人, 惹得程序内心有点尴尬, 燕七满脸喜悦道, 旭哥, 你终于回来了, 嗯, 回来有几天了, 这次回来还走吗? 程序摇了摇头, 那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, 以后我会留在这边, 燕七端起酒杯招呼道, 这么久没见, 旭哥一定要和我喝一杯, 程序接过酒杯, 心想, 他的样子看起来很正常, 他来之前的事已经翻篇了, 便吕貌性地和对方喝了一杯酒, 燕七盯着程序喝了几口酒后, 露出了得逞的笑容, 这次回来的通芒, 没有给你们带礼物,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? 旭哥买给你, 燕七却说了句程序没听懂的话, 没事, 想要的东西我马上就能得到了, 话刚说完, 程序便觉得脑袋昏昏沉沉的, 脚都有点站不稳, 还不等他思考, 整个人就晕倒在燕七的怀里, 燕七柳着怀里的人轻声道, 旭哥, 这次我不会让你再跑掉了, 程序醒来的时候, 看到柜子上自己曾经送给他的一个摆件, 意识到自己是在燕七的房间里, 并且还是成半裸的状态, 他的高定西装被脱掉了, 领带也被解开了, 衬衫扣子应该是被扯坏了, 而燕七正趴在他的胸前, 程序不须分辨, 也知道自己背下了药, 他还没有过这种经历, 想抬手, 却发现软绵绵的没什么力气, 他用沙哑的倚气道, 你要做什么, 燕七缓缓抬起头, 此时的他俱美中却带着一股邪腻, 眼底里是炙热的浴火, 他的手掌不再颤抖, 而是肩并有力, 甚至还颇为熟燕地往程序嘴唇上舔了一圈, 他嘀逼笑道, 已醒了, 续哥, 程序想推开燕七, 但手掌落在对方肩膀上, 意气就泄尽了, 他沙哑道, 你想干什么, 放开我, 燕七望着醒过来的程序, 心笑道, 这次你别想跑, 程序使劲抵着燕七的胸膛, 你到底想干什么, 你给我下药了, 燕七笑了笑, 当然是把你变成我的人啊, 续哥, 他说着还用下身往程序身上紧了顶, 程序倒吸了一口气, 终于发现事情已经超出自己的控制, 他努力迫使自己冷静下来, 环顾了四周, 看到床头的摆饰, 意识到这是燕七的房间, 燕七看着分心的程序, 捏了捏程序的腰, 续哥, 你不看我往马看呢, 程序抓住了他的手, 你这样做是办法的, 今天有行把不的人来参加宴会, 你三哥还是律师, 如果被人发现, 即便你是土著, 也会被驱逐, 燕七面对他的威胁, 却一点也不怕, 他轻轻地损程序的唇, 程序受不住, 牡蛎扭开头, 血还是被继续含住, 过了一会咽气才道, 你觉得我怕吗, 把我送到哪里都无所谓, 我只知道, 我想你想得快疯了, 他盯着程序, 眼底不再是笑意, 而是因至, 我已经在心里想过无数遍了, 等你回来, 我一定要得到你, 一刻也不会忍, 他说着, 伸到程序的下身去锅他的裤子, 程序也不知道, 从哪里生出来的力气, 抬起腰往他身上重动的一踹, 兴许是燕七没防备, 居然真的被他踹开了, 程序连忙从床上爬了起来, 跌跌撞撞地往门口的位置走, 燕七眼睛一眯, 快速地追了上来, 待程序拧开房门的时候, 哭住了他的腰身撩袍, 顾许逃, 你是我的, 两条手臂像铁钳一样, 抱住了程序的腰, 让他带男移动分行, 燕七很快将他困在墙上, 寻到他的嘴唇吻了上去, 吞噬, 他被迫接受男人炙热的吻, 他从来都没想过接吻会是这样激烈, 燕七好像要将他整个人吞下去一样,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的刺激, 还是他太久没发泄, 竟然真的硬了, 不行, 好不容易呼吸到新鲜空气, 程序大口大口地喘息着, 你没有平日的冷静, 为什么不行, 燕七盯着他, 眼底是狂热和偏执, 旭哥, 我喜欢你, 我想让你变成我的人, 他的行动力惊人, 手指已经抵上了程序后面, 您冷静点, 五, 燕七再次吻了上来, 冬住了他拒绝的言语, 程序只能模糊地发出身影, 待对方想要更深入的时候, 旁边原本被开了一条缝的门, 突然被彻底打开, 一个人出现在门口, 满脸震惊地看着他们, 程序支撇了对方一眼, 就觉得绝望, 是父亲成征, 程序浑身一个机灵, 一把将燕七推开, 燕七喝多了酒, 几乎没多久就醉熏熏地晕了过去躺在地上, 程序抹了下肥脚的口水, 平生第一次觉得, 那么难以面对父亲, 幸好父亲眼上了门, 道, 穿好衣服出来, 程序勉强将衬衫扣住, 放上西装外套后, 好歹没有太狼狈, 他离开房间前看了眼, 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燕七, 犹豫了一下, 还是将他半搂半抱地带到了床上, 代替他盖好被子才离开, 不得雅上了车, 程庄就迫不及待地开了口, 脸色透着铁青, 你和燕七到底怎么回事, 如果不是我碰巧看见, 你们是不是旧, 对不起, 程序神色平静, 语气淡然, 除了浑身仍没什么力气外, 随意的一样就只有后面那里了, 程庄听到他的道歉, 眉头皱得紧紧的, 突然道, 你是不是被他强迫了, 你之前根本就没有这种倾向, 如果是真的, 我先带就去告发他, 把他送到地狱星去, 我不信燕家敢包庇他, 他会这样问, 除了脑木外, 其实还有点心慌, 不然为什么一直不肯结婚, 程序沉默了片刻, 才道不是强迫, 他能看出不仅现在正在气头上, 如果我实话实说, 燕七或许真的会被驱逐, 燕七应该是因为喝醉了, 搭上年轻容易冲动才这么做的, 我不想他因为我受到惩罚, 不是强迫还能是什么, 程庄气得几乎要跳脚, 难道你真的跟那小子带谈, 谈恋爱, 他可是跟你弟弟一个年纪啊, 你知道你们差了多少岁吗, 程序有些心乱, 但态度很诚恳的道, 啊,我知道错了, 以后我不会再跟他接近了, 程庄还是板着脸, 插大声道, 但你就结婚, 明天我就去找人给你介绍对象, 不然我不放心, 程序靠盖椅背上, 温声道了一声好, 程序听从父亲的意愿开始相亲, 也遇到双方都觉得不错的女孩子, 他们一起出去约会, 地点是女孩子挑的, 说是最近爆红的甜品店, 让程序一定要陪他去, 当他看到店名时, 心里微妙了一下, 但并未过多放在心上, 直到两人点单时对上艳妻的视线, 程序才意识到不对劲, 大半年没见, 艳妻似乎又高了一点, 也更俊帅惹眼了, 四目相对, 对方扬起一个大大的笑容, 非常热情道, 绪哥, 好久不见, 程序的心跳莫名其妙地乱了一下, 很快拍也点了点头, 好久不见, 咦, 在这里工作, 这是我的第一家甜品店, 程序还没回话, 身边的相亲对象已经淡叹起来, 哇, 好厉害, 这么年轻就是店长了, 艳妻的视线慢慢转向她, 脸上还带着笑容, 年底已没了笑意, 这位, 难道是绪哥未来的结婚对象吗? 女孩子修捧了脸, 明显是一副默认的态度, 程序却留意到艳妻目光中泛着冷意, 心里突突直跳, 她被女孩子道, 想吃什么你看着点, 我先去趟卫生间, 女孩子温柔地到了身后, 艳妻刚才的眼神, 跟明是还没有放弃我, 我得想办法避开她, 邓这么想着, 艳妻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, 艳妻将程序堵在厕所里, 男人已经很高了, 比她高了大半个头, 身材又结实, 将她困得严严实实的, 艳妻二话不说一把亲吻了上去, 明明程序没有被下药, 但被抢吻的时候却怎么样也推不开对方, 队中狠下心来, 往艳妻的舌头上咬了一口, 艳妻才松开她, 两人嘴唇上都沾了血迹, 艳妻像一头愤怒的狮子一样瞪着她, 一声威胁道, 不许你结婚, 待我放弃你之前, 绝不许跟别的人有任何接触, 如果被我知道的话, 我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, 程序纳会是首富之子, 应该对她的威胁至之一笑, 可对方的一字一句, 却积在她的心上, 让她的心脏都鼓道了起来, 她道, 好, 我答应你, 但是, 你也不许再来骚扰我, 艳妻了着呀挤了个好字出来, 程序回去后就向相亲对象提了分手, 并送上一份昂贵的礼物, 之后再也没相亲过, 程庄跟她发过脾气, 质问过她, 程序都一言不发, 一副一辈子都不结婚的架势, 而艳妻也说到做到, 两人除了偶尔在宴会上碰面外, 私下里再也没什么交情, 直到成家扩产, 家财散尽, 程庄又病倒在床, 这时, 艳妻派人来询问她要不要帮忙, 程序几乎是立刻拒绝了, 她回复道, 我还没有到需要出卖身体的地步, 程庆拿出了自己最喜欢的蓝水晶给哥哥去变卖, 希望能帮上一点忙, 程序心疼地看着程庆, 这和珠子是小景真心喜欢的, 现在却不得不割舍掉, 无论如何, 我总要保住她最后喜欢的东西, 下定决心后, 程序来到了影视公司面试, 程先生, 来我们公司拍摄的话, 你的年龄测库大了点, 体质也不够好, 虽然身高还可以, 但你身上应该没多少肌肉吧, 我有坚持锻炼, 虽然肌肉不是很强壮, 但身体没问题, 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130岁, 严德算起来我还没步入中年人的行列, 应该是合格的, 我们更倾向于选肌肉强劲的一号, 视觉效果好, 您如果参演的话, 只能做零套了, 程序站得很笔直, 肩膀不算太宽, 但是腿很长, 穿着西裤莫名有种记忆感, 我可以接受任何安排, 只要贵公司能付我想要的薪资, 负责人挑了下眉, 应对薪资还有要求, 是的, 我急需1500万余额, 我希望我要求的款项, 可以带签订合约后一次性转给我, 这个数字并不夸张, 至少没下到负责人, 他故意道, 程先生要带很高啊, 要知道我们公司排名第一的演员, 拍摄一次都没有这个身价, 其实他心里早已沸腾了起来, 程序这么个话题人物, 只要把他留下来, 不管拍什么肯定卖报, 程序并不慌乱, 依旧是用平缓的仪器道, 我提的金额是董述, 至于需要拍多少次, 由贵公司决定, 我都会旅行, 负责人都呆了一下, 台道, 那我先计算下, 不过您放心, 我们是正规公司, 肯定不会坑您, 1500万余额需要您拍摄15部影片, 每部拍摄时间是一天, 间隔时间大概一个月左右, 程序等他说完了后, 沉默了一会, 才道, 所以我每一场拍摄的费用是100万余额, 对吗? 对的, 您没有算错, 程序又开始沉默了, 似乎再仔细思索, 他沉默的时间越长, 不得人就越慌, 毕竟他可是高级货, 无论如何都不能放跑他, 正当他决定压缩几场拍摄时, 程序开了口, 好, 我同意, 不得人跟他说好拍摄时间定在第二天上午后, 程序就抖出了影视公司, 他盯着光瓶里的余额看了几秒钟, 然后往成井的账户转了过去, 右弟几乎是立刻拨了时讯过来, 哥, 珠子已经卖掉了, 看着右弟眼中掩饰, 失去心爱之物的难过, 还在努力扬着笑脸, 程序的心就跟针扎一样疼, 还是哥哥厉害, 不像我, 之前的东西好像都卖亏了, 爸爸的手术费这下总算够用了, 哥, 你也别太累, 我现在也在打工, 每个星期都能拿到工资, 可以负担爸爸后续的药费, 程序抿了抿唇, 到底还是说, 对不起, 程井愣了下, 很快眼眶就红了, 哥,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, 我听不得, 没什么好对不起的, 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最好的哥哥, 兄弟俩聊了一会才切断信号, 顿日, 他早早地到了公司, 不得人已经等在那里了, 程先生, 今天要拍摄的剧本是这个, 我带你去做一下事前准备, 程序顿了一下, 试做, 零号吗? 不得人道, 对啊, 你之前有这方面的经验吗? 脑海中突然回想到什么, 程序缓缓摇头, 没有, 我就知道你应该没有, 那可真是太好了, 不得人兴奋又激动地往里走, 前首富之子被迫下喊献出第一次, 这个话题到时候一定会卖爆的, 他的声音不清, 程序听得清清楚楚地, 露出一个苦笑来, 这天燕七刚好路过公司便进去看看, 不得人看到他显然有些意外, 接着又兴奋道, 老板, 我们新签了一个高级货, 这次影片拍出来一定大卖爆慢, 燕七不以为然, 什么高级货, 哪家土著的女儿出来卖身了, 不得人依然很兴奋, 不是女性也不是贵族, 燕七也有些好奇起来, 那是什么? 傅德人甚至兴奋地搓手, 才到, 是一个意想不到的人, 前首富之子, 程序, 燕七原本漫不经心的神色, 在听到这个名字后, 瞬间变得震惊起来, 你说是谁? 画面回到程序这边, 他已做好了准备工作, 程先生, 今天你的搭档是马克思, 他是我们公司数一数二的优秀一号演员, 你们可以先熟悉一下, 我们再开始, 马克思轻声道, 您好, 您别担心, 等下午会尽量温柔一些的, 程序勉强笑了一下, 他并没有被安慰到, 时间一到, 灯光机位全部都准备到位了, 程序并不是个麻烦人的性格, 所以即使没准备好, 依然主动躺到床上, 带那么多人的注视下, 我跟一个才见面的男人做亲密的事, 拍下来的视频会被贩卖到世界各地, 工人欣赏, 嘲笑, 真是讽刺, 马克思也爬了上来, 动作中带着温柔, 他轻抚程序的脸, 我可以亲你吗? 程序注意到对方藏带浴袍下的东西, 已经鼓起来了, 他完全放弃了挣扎, 轻轻问了一声, 缓缓闭了眼睛, 屋子里很安静, 对方的气息正在靠近, 待即将贴近他的嘴唇时, 开摄棚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响声, 接着响起一个积极败坏的声音, 停下, 偏过头,便看到脑露得像一头小豹子一样的男人, 燕七气急败坏道, 都出去, 没一会, 屋子里的人已经都走得干干净净, 只剩下程序以及从进来后, 就没给过别人一个眼神的燕七, 男人走到了他面前, 视线里的压迫意味更浓了, 让程序不敢对视, 仓皇地别开头后, 却被对方扑倒在床上, 燕七冷声道, 不是还没到绝境吗? 不是不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吗? 何者只是不肯出卖给我, 现在却愿意给别人, 程序再一次从心底冒出羞耻感来,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, 如果父亲不需要做第二次手术, 或许我还能保持自己最后的自尊, 可这种情况, 我实在无法主动去找他, 是我不如别的男人, 你宁愿被陌生男人睡, 也不愿意跟我睡, 燕七简直要气疯了, 他的手指用力, 将程序的下巴掐出几个指标来, 又冷笑道, 你想不到吧, 这家公司也是我开的, 你的合约终究是到了我的手上, 一千五百万, 一千五百万你就能把自己卖掉, 还是十五次, 提克, 我没有想到你居然这么廉价, 程序以为自己面对任何人的羞辱, 都可以做到风平浪静, 却没想到, 当这些话从燕七口中说出来的时候, 他的心脏居然在痛, 燕七继续嘲愣道, 你知道我派人递给你的合约值多少钱吗? 我一半的财产, 程序愣了愣, 点连都睁大了些, 燕七看到他的反应后, 嘲笑道, 你当初压根儿没有看是吗? 所以说你都不会算账啊, 拒绝我这个大金主, 却为了一千五百万来开片, 让自己的视频给全世界的人看, 他与其残忍道, 程序, 你真下贱, 燕七将他的一步扯开, 开片是吗? 好, 今天的男主角换人了, 他凑在程序耳边, 一字一句地道, 我来跟你拍, 待听到这话后, 程序终于有了反应。